直视作物之意 二,又膝着地,显愤免恳切之意 三,合掌,表辰心不乱 四,恕罪名,说僧残,播一体等罪,发露而不复葬 五,礼足,表卑下致敬之礼 大臣之忏悔则采用庄严道场,地图相迷,设谈等方法 其他,亦有不一律之规制,采行礼拜,诵经或观佛菩萨之相好等,或念实相之礼以行忏悔等 忏悔之方法与性质有多种分类 一,二种忏悔,据四分律结魔书卷一载 忏悔有质叫忏与化叫忏二种 一,犯戒律之最虚行至教,戒律教,知忏悔,仅限于出家之五众,小成,现行犯等 二,犯业道之最虚行化叫,经论之教,知忏悔,此则共通于所有者 至教之忏悔复分为三种 一,众法忏,对四人以上之森众行忏悔 二,对守忏,对施加义人行忏悔 三,心念忏,直对本尊行忏悔 又据摩合纸观卷二上载,忏悔分为是忏与忏 即礼拜,赞叹,诵经等行为所行之忏悔 称为是忏,又称随是分别忏悔 一般之忏悔均属此类,观时向之礼以达灭罪之忏悔 称为礼忏,又称观察时相忏悔 二,三种忏悔,出自经光明经文句记卷三,略称三忏 即,一,作法忏悔,略称作法忏 一律之作法而行忏悔 二,取相忏悔,略称取相忏,又作观相忏悔 即观想佛之相好等,以为除罪之忏悔 以上两忏均属是忏 三,无声忏悔,略作无声忏 观时向之礼,念罪体无声之忏悔 此数礼忏 三,五种忏悔,据观普贤菩萨经载 在家者之忏悔法有,一部磅三宝,乃至修六念 二,效养父母,恭敬师长 三,以正法治国,端正人心 四,六斋日不杀身 五,信因果,信义时道,信佛不灭 四,六根忏悔,即忏悔眼,耳,鼻,舌,身,义等六根之罪障 又称法华忏法 为天台宗重要之法仪,细一致以所者法华三昧忏法一卷而行 此外,往生里赞一书中列举广 要,略知忏悔法 一,要忏悔,即畅诵,难无忏悔十方佛 愿灭一切诸罪状,乃至养愿神光蒙受守 臣佛本愿申彼国等十句计,以行忏悔 二,略忏悔,修行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发愿等无悔 三,广忏悔,广于佛,法,僧三宝及同修大众之前忏悔过去或现在之罪业 并列有广忏悔之文 然一般皆唱宋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卷四十所说 大一零,八四七上 我习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甜吃 从生与一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知济闻,称为略忏悔 童书又将忏悔之相分为三品 一,从身体之毛孔与眼出血者 称为上品忏悔 二,从毛孔出热之 从眼出血者 称为中品忏悔 三,全身为热而眼出泪者 称为下品忏悔 副次,若忏悔之心意起 立即不取造罪之念者是为上品 隔时不取念者为中品 而隔日不取念者则为下品 以上称为念十日三忏悔 另于盘周赞一书中 以唱颂阿弥陀佛之名号为忏悔 又斋戒行礼以修忏悔 期望获得诸佛菩萨将福加持者 称为颤礼 杂阿含经卷四十 大宝基经卷四十 战茶善恶业报经卷上 心地观经卷一 卷三 四分率卷三十七 五分率卷十 有不疲奈耶杂事卷十三 卷二十六 法院朱灵卷八十六 慈悲水颤法卷上 慧愿应一卷下 批六千七百七十二 忏悔文 指忏悔灭罪时所送唱之文 有长短多种 其中 以华严经谱贤行愿品卷四十中之 大一零八四七上 我习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甜吃 从生与一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一记称为略忏悔 最负圣名 未经一般佛教修行者所熟悉 又八十八佛大忏悔文 亦为现今法会重要刑法之一 批六千七百七十四 颤云 一千九百一十四 安东人 俗姓曹 早年东渡日本 专攻美术 民国三十二年 一千九百四十三 出家 选于北平原通四寿俱族解 曾清治绿宗大德慈州 大陆沦陷后 渡海来台 五十二年在南投县创建联姻寺 为一众世界律之净土道场 自五十五年起 每年在该寺开办大专学生斋界学会 导引大专青年体验清静之佛门生活 十余年来 影响深远 所受熏陶之青年学子数以千计 师界行清静 律己圣言 景仰宏一 此周诸大德之风范 且身体力行 顾颇为台湾佛教界所推崇 P六千七百七十四 颤摩 一范语KAMA 一一悔 忍述 为其请他人忍述自己之罪过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卷八 大二三 六六五下 诸人 忠略 共相畏约 此之一人 与我等处 凡有所作 常为先手 我不相助 比定身田 我等时尽 从其欢喜 诗以 详至其所 聚共颤摩 其少年者 即便礼足 若老大者 首服其间 告言 聚受 辱可 辱可 容数 四分率形式超资 池祭卷中之四下 大四陵 三四九中 泛云颤摩 此番回往 南海 纪归内法 传卷二 第十五 随意成归 参阅 忏悔 六千七百七十二 二范语 K 欧马 细意 野麻 作臣之一 语出 四分率 开宗 纪卷三 莫 另据大唐西域记卷二之说 印度人所这一物中 以野蚕丝制成者称为娇奢耶一 以麻类制成者即称为丛摩一 P六千七百七十四 朗纳巴陀罗 泛名 Jana Pudra 意义制衔 又作蛇若纳巴达罗 波头摩国人 善达经 律 论三藏 尤经于律部 北周明第二年 五百五十八 于长安就成婆家寺 与蛇纳耶舍 范真耶 共义五名论一部 尤耶舍绝多 蛇纳绝多等传译 沙门至先笔寿 身足年不祥 开元室教路卷七 真元新定室教目路卷十 P六千七百七十五 炉头 禅陵中负责增堂炉火之之称 巨禅院清规卷四载 炉头被映为纳之请 异系与探头盒所选出 每年于十月一日开炉 至一年二月一日闭炉 其植物为放餐 以前装炉 周前天暗 香度寒暖 随时天减柴火 禅陵象器兼职位门 P六千七百七十五 牺牺牲 指寺天地神指之祭品或行为 通常各种动物或稀有 珍奇之植物献神 相当于英语中 Sacrifice一语 此语含有神圣 圣化之意为 系指将动植物神圣化 以作为品儿 举行祭祀之宗教行为 此类宗教行为产生之原因 学界之看法莫中一世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E.B. Taylor E.732 1917 主张 牺牲乃为博得神灵欢喜 以获得福祉 利益等之贿赂行为 英国之东方学学者史密斯 R. Smith 1846 1894 则利 荣和说 认为采行牺牲技法之人 希望透过共识动物 牺牲之祭品 代表祖先或神 来谋求神人之结合 英国人类学家弗雷赛 JG Fraser 1854 1941 则以为牺牲之根本动机 乃为谋取神秘之生命力与咒力 此说法是牺牲为一种赎罪行为 是牺牲动物之死为行迹者之死 故意称 代致说 在印度 婆罗门教以牺牲行祭祀 而佛教则禁止杀生 反对牺牲祭祀之行为 P6 1775 现身 未归依 归命 或现身信奉之义 源自梵语 Nummas Banamo 因译难无 Nummas 原位屈身理尽 其后演变未归依 现身等义 此乃佛教徒 对三宝归依或现身之信仰 所不可或缺者 至大乘佛教 现身之意义有尽一步之发挥 认为所谓理佛乃对他人现身之服务 如菩提行经所在 大三二 五四四下 五五灵中 我今思为为自他 愿佛受思随利施 我自身是一切佛 以自身等辩一切 终略 我今奉事于如来 同于世间诸仆从 众人阻导我顶上 受之欢喜而同佛 于密教中 更讲求绝对之奉献 如金刚顶经于家修习 毗卢这那三摩地法所在 大一八 三二七下 三二八上 为玉成是诸如来 舍身奉献阿佛 全身为的以心理 金刚和掌书顶上 忠略为求供养转法轮 赐印尽礼物亮寿 金刚和掌至顶上 以口着的奉其身 忠略 由世现身方便故 便能世现种种身 参阅 归一 六千五百七十 批六千七百七十五 献诸记 指法华经所在龙女献诸前 所诵之记 法华经提婆达多品 在龙女献诸与佛之事 龙女先诵记曰 大九 三五中 身达最浮相 便诏于十方 为妙境法身 聚相三十二 以八十种好 用庄严法身 天人所带养 龙神贤恭敬 一切众生类 无不踪奉者 又闻成菩提 为佛当证之 我产大成教 度脱苦众生 此称献诸记 法华玄义四纪卷六 批六千七百七十六 献莲华作印 又作华作印 卫密教十八七印之一 两手合掌忠须 左右无名指 中指 使指疏开而驱 如为开夫莲华行 真言为 俺家摩梭喝 一级 归命莲华成就 修行者皆此印 口诵真言 可得识的满足 得作于金刚座 参月十八七印 三百五十四 批六千七百七十六 宪恶家香水印 密教十八七印之一 即两手捧恶家气 观想喜悦 圣众之族 真言为 朗末三满多梅 陀南朗 缩莽 缩莽 缩喝 一级 归命 普遍诸佛 虚空等 五等 成就 修行者 由献此恶家香水 得三叶清净 喜悲 烦恼 参月 十八七印 三百五十四 批六千七百七十六 猕猴 梵雨 莫克雷 阴亦摩家扎 摩斯扎 缘之一种 其心性轻浮躁动 难捉难掉 常舍一取一 故经典中常以之 比喻凡夫之忘心 新帝观金卷八 北本大班涅盘金卷二十九 批六千七百七十六 猕猴王 及大猿 为佛陀本身故事之一 据六度及金卷六金 进度无极章载 猕猴王律五百猕猴 入国王之宫愿时果 为王察之 猴王为救众猴 以己身座桥 进度之 至两叶巨断 堕于水边 为王所不惑 愿舍身以宫遥转 王念其人 遂舍之 并赤国中任猴斋食数果 盖猕猴王及世尊 国王及阿南 五百猕猴及五百比丘之前身 此本身故事常用为雕画题材 金印度巴赤特塔 巴赫赫 芝兰笋及克其石墨 于土左右画大树 中有小剑 愿思张网其间以防弥猴脱逃 上会猴王以身架桥度众猴 下会猴王与国王对坐 陈谢之情状 咸鱼金卷十二 杂宝藏金卷二 卷九 翻译名义集卷六 P六千七百七十六 猕猴江 梵猴江 范名Marker A. Gray 又坐猕猴池 猕猴河 猴池 猕猴灵 猕猴管 位于中印度皮舍 离国眼罗女猿之侧 习猕猴群即为佛坐此池 佛常于此处说诸经 为天主五经舍之一 大智度论卷三 大唐锡玉记卷七 费舍离国 悬应应益卷十四 P六千七百七十七 养合子 即如意 又称合养子 合养子 为辅助骚养之物 丙长约三尺 丙头坐云状或手状 丛林中 法师说法及法会 时持之或于柄上纪结文 注词用以备忘 又以之比喻之家 为协助学人解决疑难所 施设之方便法门 祖堂级卷四十头西千章 禅灵象气兼气物门 参阅如意 两千三百六十九 P六千七百七十七 丑 范与LK 巴利与萨K 因一舍罗 以竹 木 铜 铁 鸭 脚 骨等做成支细棒 约有一肘长 粗如小指 僧团布萨时 用以计算参及森众之人数 或于表决时用之 右厕所中用以开示不尽之木 决意称筹 未经使用之筹称进筹 以经使用之筹称处筹 其形状为三角形 长约八寸 拇指粗细 亦有涂漆而使用者 四分率卷四十七 五分率卷十八 卷二十三 阿玉王传卷六 四分率三反补却 形式超卷上四之一 式式要揽卷下 禅灵象气兼气物门 P六千七百七十七 仇事 仇 即以竹 木 铜 铁等物做成之细棒 佛教教团于灭正或布萨 使用以计算森数 有关仇事 据景德传登陆卷一载 父法藏第四祖忧 伯多尊者度人无数 皆惜正果 每度一地子 及取一筹头于时事位 内地至仇充满纵十八轴 横十二轴之事 乃父法入灭 由之仇事亦引申止住持之居是 方丈 宝灵船卷一批六千七百七十七 即禅灵中记录姓名之布册 如安居名部 即于长一尺二寸之竹叠上记载姓名 出生年月 将姓名登记入丛林之安居部 称为卦籍或一转至安居 与卦西同意 又肖去森及姓名 亦及剥夺森吕之资格 则称肖吉 禅灵相器兼罪则门 不劝门 批六千七百七十七 继承 宋代灵纪宗森 身足年不祥 江西以尊人 俗姓流 自盘眼 崇明年间 一千一百零二 一千一百零六 参礼养山浦的度 不久 又参礼云盖至本 四开封至海禅院浦荣道平之法 宣和六年 一千一百二十四 春 奉赵祝又皆显中寺 宋高宗前抵时 长书善面下此 建言初年 一千一百二十七 入天台山华顶峰 绍兴年间 一千一百三十一 一千一百六十二 入福建秀峰 诗长寿徽宗之归一 四号 佛慈禅诗 加泰普登陆卷十二 武登会员卷十二 世事基古略卷四 P六千七百七十七 季中 一千零一十二 一千零八十二 北宋天台宗山家派僧 浙江永家人 俗姓丘 自法成 浩福宗 八岁于开元寺替法 稍长 习经律 后因劳苦的疾 前修观因颤而遇 不久 入南湖延庆寺 就广至上贤寿法 深受器重 常待讲习 学斗剑而探赏 后往杭州天竺寺 李观音 豁然新开 洞彻所学 于想法华音 其后立柱开元 果 会安诸寺 赴退隐于江兴寺 沿袭禅观 又柱永家法明远 诗行冒魁魏 深如红中 说法 喜闻 而贯穿经论 便才无碍 每年正月八日 受菩萨界 常有数万人来及 又修法华 光明 弥陀 观音诸三昧不错 诵咒救苦 神艳芳 若入世中 作者必及 请者让路 识人尊恩慰 解诗 诗寿七十一 法腊六十四 受其教化之地 子数百人 以从义 处缘慰者 这有福宗五十卷 二诗可义十五卷 又长编 转十件书 纸迷 绝魔 福宗记 十门西南 解放书等 世门正统卷六 佛祖统计卷十三 卷二十五 世世基古略卷四 P六千七百七十八 祭夜 北宋入竹森 陕西药县人 俗姓王 居洛阳天寿院 甘德二年 九百六十四 宋太祖赵 沙门三百人入天竺球 设立集备多页书 其时 诗意受剑入竹 历十三年 于开宝九年 九百七十六 归国 将所得之范经 设立等进 称太宗 太宗赵泽明山修席 乃于四川额眉山 牛星柱安居柱 称牛星寺 诗西域之行成 分建于该寺所藏涅盘经 一函四十二卷各卷之末 其既是虽不祥 然在地理方面 仍属珍贵之资料 试寿八十四 其身足年不祥 批六千七百七十八 既登陆 樊六卷 另有目录一卷 明代森永觉 原贤 一千五百七十八 一千六百五十七 这 清顺至八年 一千六百五十一 堪行 收于万绪葬 第一四七册 原贤广搜伯彩 诸方文献 继武登会员 武登会员序略等诸种传登陆 编辑曹洞宗自清元行司之系统中 第十六是天同如敬以下之四十亿人 以及灵纪宗自南越淮让之系统中 第十八是静词雾名以下之二一六人 又附陆维山太初等法系不祥者七人 即吉陆二六四位禅陵其宿之机元略传 宗臣法语等 原贤令者有 补登录 一书 然其传本所在不明 据禅极致所抄录 永绝原贤之补登录 字序略文记载 该书共载录禅森 一八零人之传记 P六千七百七十八 变法 范语 Ik G 又做诗家法 即边节之法 密教不动明王左肩垂一变法 表示奴仆见乡 余生密则表示第一异地 或平等是一切众生而垂慈悲之以 底里三昧耶经卷上 大二一 一五上 左垂一法向下者 是垂慈悲之意 悲念下恶极苦恼众生也 西陵音一卷五 P六千七百七十八 一禅灵用语 又做 结问或一再叮咛时之语为注词 多见于禅师言词 同于你你呢等意 赵周禅师语录下 万绪一一八 一六六上 二人问诗 什么处去来 诗云 礼拜五百尊者来 二人云 五百头水骨牛 尊者 又为轻声之感叹词 宗门五库 大四七九四六上 原物举四五祖 祖曰 也好 亦乃至明端帝之语 意味 就是这样 正是如此 二 二又作瞻 相传人死作鬼 鬼死作 鬼之味 尤人之巨鬼 俗谓于门上画虎头或撰写 字 则可远离一切邪碎毅力 称为必邪符 五阴吉韵 P六千七百七十九 霍霍婆地狱 霍霍婆 泛名哈哈巴 又作霍霍婆 好好烦 阿波波 阿婆婆 为八含地狱之一 舵此地狱者 应动含固 舍不得动 但得作霍霍之身 即以忍寒冷之苦身 为地狱名 据舍论宝书卷十一 大四一 六一六中 霍霍婆者 寒转曾故 舍不得动 但得作霍霍身 瑜伽诗的论卷四 据舍论卷十一 大制度论卷十六 P六千七百七十九 凿井 我国古代建筑样式之一 佛教建筑亦采用之 又称起井 沉沉 天花板 即于建筑物内顶棚凹井部分雕刻或彩绘枣纹等图样 有方形 六角形 八角形或圆形 于汉代已有凿井 为建筑物之一种装饰 象征高贵 庄严 多建于寺院之佛座上 或宫殿宝座上之顶棚 经存六朝建筑之云钢石窟多有凿井 此外 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 台湾陆港龙山寺等 均有持名与内之凿井 P六千七百七十九 矮吉之鬼 又做矮吉鬼 为启尸鬼 即受咒力控制而杀人之鬼 使用咒力 令启尸鬼杀人之法则称为皮陀罗 故此类启尸鬼又称皮陀罗鬼 石宋绿卷二 此树属灌木,花橙淡黄色,树皮有肉桂之香味,可用于发汗、建味。 产于中国、南印度、西兰等地。 大班若经卷三一八、大六、六二四上,耳时,欲借天子各池天上多阶罗香、多摩罗香、沾檀香末、中略、遥散佛上。 法华经卷六法师功德品,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饭行品,增广本草纲木卷十四,批六千七百八十。 卢叶达摩,由菩提达摩托身卢叶渡阳子江之故事,而有所谓,卢叶达摩,知会图。 禅宗出祖菩提达摩于梁普通元年,五百二十,来华,见梁五帝,不弃姬夷,遂于同年十一月十九日离梁静,脱身卢叶,以渡阳子江,抵达洛阳。 至宋代,遂有以此一故事为主题之画作产生。 景德传灯录卷三,大五一,二一九上,帝又问,如何是圣帝第一意,诗曰,扩然无圣,帝曰,对阵者谁,诗曰,不识,帝不领悟,诗之姬不弃,4月十九日回江北。 碧言录第一则,祖庭诗院卷八,批六千七百八十。 苏法赐拿取亚罗国,泛名苏巴亚,高达,巴历名苏巴亚高达,异议位金氏国。 大唐西玉记卷四,大五一,八九二下,大雪山中有苏法赐拿取亚罗国,唐言金氏,初上黄金,故以名焉,即东女国,是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正事,为真伐。 众田而已。 国中产麦,处养马,气候寒烈,人民个性暴躁。 此国东西长,南北辖,东街土藩国,北林渔田国,西渔三波喝国接壤。 又泛宇苏巴亚一位,金,英一位苏法拉拿,苏黎拿,准此,此国之名应为苏法拉拿取亚罗。 P6780 苏和香,一范语,Turukensis。 英译做兜卢色家,突缩家,杜卢色剑。 又做苏和香,和猪香草。 为烧香用之香料,或为药品。 本草钢木为由朱香之之间成,非为自然物。 或为苏和香属金铝梅树之落叶桥木,多产于小亚细亚,自其树皮采得之树枝,称苏和香或苏和油,其香味类似安息香,苏和油为燃燈原料,又用作护磨油。 慕离曼陀陀陀陀佛罗咒经,翻译明一集卷三,卷八,二五月之名。 略称苏和。 乃兴乐,盘射调,鼠大区。 舞者以苏和药草为甲咒而作舞,故有此名。 陈后主所作,亦说为中印度之乐曲 据五曲口传载,阿玉王患病,求苏和之药草,经七日而得,并及全玉,其臣乃以药草为甲咒而作武,岁有此乐 P6780 苏沃玛子,为六世纪日本闽达天皇之大臣,乃日本佛教始终极力护持佛教之重要人物,曾协助闽达天皇、永明天皇、崇峻天皇、推古女皇、圣德太子等发展佛教 清明天皇十三年,五百五十二,百计敬献世家经同相一尊,及藩状、经论等,天皇遂将佛像赐与苏我士族 马自继其父业,于敬达天皇十三年,五百八十四,经营佛堂,奉安佛像,并引寝森尼,如来自高勾立之环俗沙门慧辩,禅信尼,禅葬尼,慧善尼等 其后,以武力灭除反对佛教之物不士族,拥立笃信佛法之推古女皇与圣德太子,初期之日本佛教婴儿见屈兴隆 P6781 苏达罗,梵与Estra,巴黎与Satha 又作苏多罗,苏亚兰,修多罗 一亿亿卫言,现 即通冠于物,使之连锐而伴着 大日经卷五,大一八三二中,自种多罗,卫白,黄,赤,黑 玄印一卷 二十三,二又亿卫经,气经,严经 为经典之通称 经典能贯穿文艺而使其不散失,又能设持众生,使不流于恶趣,故寄欲而称之为苏亚兰 佛的经论卷一大乘法院一零章卷二 P6781 苏拉派,苏拉,梵与Sara 印度教之一派 四,太阎养习亚利安人古来所行之太阳,范Essria,崇拜,并受一世纪左右波斯之太阳神,范Mithra,崇拜之影响,形成于史诗摩赫婆罗多,范Mahbihadreida,之时代 启拜仪式皆是十分朴实而直接 教义于罗摩耶娜,范Rna,马鲁肯蒂亚富兰娜,范Mahbihadreida, 等叙事诗中皆有句数 此派文献有七,八世纪时所作之苏拉散西达,范Sara Sahit,及古典印度文学中著名之宫廷师,范Kavaya,太阳神百赞,范Essria, Ataka P6781 苏油,范语GHTA 又作酥油 略称酥,或酥 细由牛乳所提炼之油,或食用,或涂生用 为药物之一种 巨石送绿卷二十六载,佛制染病之僧吕的饮用作为药物之酥 密教修护膜时,以之和五谷等而焚烧 因护膜种类不同,所用之酥油亦各亦,以白牛,黄牛,黑牛之酥油顺次相应于席灾,增益,降服等三部法 法华经卷六法师功德品,大日经书卷七,卷十一,南海纪归内法船卷一范语杂明,P6781 苏门达拉,泛名苏莫拉,为苏莫拉之转额 右坐苏门达拉,虚文达拉,虚文达纳 位于印尼诸岛中大逊他群岛西端之大岛名,为世界第五大岛 西卫马来人种之居驻地,西元一世纪请沦为印度之殖民的,使有佛教及婆罗门教流行 佛教正式传入苏门达拉在西元七世纪苏瓦加耶时代,由盛行于该岛东部北岸之势利福市,范尔维执亚,及经巴林旁 据南海济归内法传续文达,南海诸周凡时于国,贤尊佛法,然多习根本说一切有部,时而崇尚正量部等小臣佛法,为莫罗于,摩雷乌,及势利福市,稍有大臣 六朝末年至唐宋时代,势利福市因佛教圣行而著称,曾为唐代南海佛教之重心,唐僧来学者颇多,入竹僧意有先至此的学习梵语之风 如意境赚注之,南海济归内法传,及,大唐西欲求法高僧传,及于此的完成,为有关当时南海及印度之重要资料 另外真固、善行、无行、智弘、道弘、金刚智等人,亦曾先后覆该岛 其后四百年间,因历来国王信奉佛教,大力护驰,于岛上建有佛,观世音,金刚手等三塔及二支体,佛教寺院,佛像等,是为佛教之兴隆时代 十三世纪中期已降,阿拉伯回教徒在岛西北端传教,见次扩展教室,遂至佛教绝迹 自十五世纪以后,佛教之地位已完全为回教所取代,回教成为苏门达腊代表性之宗教 大唐西欲求法高森传,银牙圣懒,导一致略,新唐书列传第147下,明史列传第212,第215,参阅,印尼佛教,2204,P6782 苏陀,范语瑟 又作苏陀,秋陀,虚陀,亦亦作甘露 由树之叶而成之石,为天上之食物 瑜伽师的论卷四载,有十数从其树里生出青,黄,赤,百等四十位,称为苏陀 又悬应应一卷二十二位旧经中作须陀范,乃天上之甘露石 瑜伽师的论略转卷二,P6782 苏陀一,范名萨迪亚或萨迪亚,巴历名萨迪 佛陀弟子,为古印度舍卫国王瞻陀岳之子 又作虚陀,虚陀那 亦亦善师 佛世时,舍卫国王瞻陀岳奉婆罗门道,用诸婆罗门扶治国阵 王有亦非备受宠爱,引起其他夫人填疾,遂收买婆罗门,向王敬禅言杀害之 其实,夫人腹中有孕,后于种中生子,母半生不朽,儿得引入三年,出种后于鸟兽畏武 佛陀门之,乃渡其出家,名为虚陀,七日变得阿罗汉道 后王见瞻陀岳望,以神通感化之,王赤群臣亦佛受五戒,佛未说其与虚陀过去世之姻缘 瞻陀岳国王经,P6782 苏陀善陀,范语萨迪亚的 梁药明 传说病人眼见词药,各种疾病级的痊愈 大智度论卷六,P6783 苏拉陀国,苏拉陀,范名Sir R.A. 幼座苏拉扎,西印度古国民,隶属伐辣皮国 巨大唐西玉记卷十一载,该国居民殷胜,家产丰饶,燃土俗焦薄,人性清造,不好学意,携政坚信 国中有迦兰五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多学大臣教 另有天词百余所,易道杂居 其都城近郊之玉善多山顶意有迦兰存在 该国为志在金梦买地方卡西瓦半岛南方之苏拉多州 苏拉多州捷纳哥尔市,迦尼格尔,焦,有吉纳尔,吉尔纳,小丘,或吉大唐西玉记所说之玉善多山 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四,释迦方至卷下,P6783 苏席,扶苏修席之意 天台宗于所叛力之五十中,为第五之涅槃石,先随顺全机,追说华言,陆愿,方等,班若等前四教之当分 以正赞修之全果,其后自追敏,敏王前四教之差别,之说,置入于一时元荣庙礼之期间,称为扶苏修席 至官府行传红绝卷三之四,大四六,二四四中,涅槃义者,彼经四教皆之常驻,故本义在元,权用三教,以为苏修,时不保全,以为究竟 上文所说之全机,细致由法华会上起坐而去,而于涅槃会上被俊时,设议之五千生文等类 彼等毕竟不外是前三教之人,盖以彼等虽闻佛性常驻之说,然其机由心,为离全情,故个人本习之机用先手,由此一旦正全果,即是前三教当分之果 然经时与前四时不同,彼等自最初及之佛性常驻之理,故了之前三教之果位就近而不保,不久将契入元时之政悟 此外,于涅槃时随顺追说四教之当分而正全果,取得暂时之修习者,称为当作苏习之机 参阅,追说追命,四千三百三十五,批六千七百八十三 苏习处,义巴利与阿斯森尼一边 又坐苏习处 意志安慰之方法 杂阿含经卷四十一,大二,二九八上,忍者 如当成就于佛不坏境,于法,僧不坏境,已是三种苏习处而教授 二指小圣所言辉生灭智之涅槃 此身,心皆绝灭之境界,于小臣即为真涅槃,于大臣则以之为方便施设之化臣,需在经多节之修行使得正入佛道 圣满经,大一二,二一九下,言阿罗汉,辟之佛观察解脱,四至究竟,的苏习处者 亦是如来方便有余部了亦说,宝枯卷中末,金光明金悬一卷上,P6783 苏婆利师部,范名Servar aka 亦亦善岁部 又坐苏巴黎沙科部,科师卑语部 为小臣二十部之一,亦为五部律之一 据义部宗伦论,不知义论,十八部论等之记载,此部派及影光部之一名,又四分律开宗计卷义本义,影光,乃此部部主之信,苏婆利,则为其名 然设立符问金,则以此部异于影光部,并未影光部系出于上座部,而此部则出于说一切有部 参阅,影光部,五千七百零六,P6783 苏婆呼童子经,请参阅苏婆呼童子请问金 苏婆呼童子请问金,范名SUV呼,Parab CCH 凡三卷 唐代书伯加罗义 略称苏婆呼童子经,苏婆呼请问金,苏摩呼经,苏摩呼律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八册 戏记载直经刚菩萨大药叉将对苏婆呼童子说是真言行者应受持之律仪 凡十二品,即,律分平,分别处所分平,除障分平,分别金刚处即要正宴分平,分别成就相分平,念诵真言鬼则观象应等梦正分平,西德相分平,下思纳分平,分别遮难平,分别道分平,分别诸部分平,分别八法分平 本经之议议本有北诵法天所议妙碧菩萨所问金,略称妙碧所问金,继四卷,十二品,收于大阵藏第十八册 十二品中,妙碧所问金多出,成就分,一品,为本经所无,燃少,念诵真言鬼则观象应等梦正分平, 其余十一品与本经之内容相同,为名称略译 真言心定式教目录卷十四,致原法宝刊痛总录卷五,批六千七百八十四 苏婆呼请问金,请参阅苏婆呼童子请问金 苏婆呼菩萨,苏婆呼,泛名Sophu,亦亦妙碧 又称苏婆呼菩萨,苏婆呼菩萨 位于密教宪图胎藏界曼陀罗虚空葬院第二列,在中尊虚空葬菩萨右侧第二位 主须空葬吉祥之德,密号为西的金刚,种子为H或S三昧耶行为连上青莲华所或连上毒蛊除 其形象为生成肉色,又长相外养,如湿无味印,左掌,持青莲华,连上有味开肤之青莲华所,树左西,坐于莲华上 真言为,安阿利耶苏婆呼沙喝 陀罗尼吉金卷七,青龙四仪鬼卷中,P六千七百八十四 苏婆诗多,梵语subhita,异议妙语 乃赞称经典圣身为妙之语 据南海济归内法船卷四载,印度森众诵经,先取经译造诵赞探佛德,赐诵经文,更诚实于诵以为回向发愿,于诵经中了之计,大众皆为苏,妙,婆, 佛师多,语,及赞探经文为无上甚深之为妙语 P六千七百八十四 苏婆喝,范语svh 乃真言,陀罗尼杰句之语 又作僧婆喝,赛喝,沙婆喝,沙妇喝,萨婆喝,苏婆喝,苏喝,苏喝,沙喝 仁王经到场念诵以鬼卷下为苏喝及成就,吉祥,缘济,习灾,增益,无助之意,依无助意,苏喝即是无助涅槃,依此无助涅槃尽未来济,利乐有情,无有尽其 大日经书卷六则为沙喝乃经诀义,及经诀诸佛不为本事,满足所愿,令道场具足严禁之意 又同经书卷十三载,沙喝乃打及诸障碍,令彼退散,具有摧摩之意 盖此语缘为古印度对神仙共识所畅之感叹词,又意为两美之公物,后世作为神圣语,赋于咒文之末,戏表示成就,吉祥,习灾,增益等意 大日经卷七持诵法品,不空所神便真言经卷一尊圣佛顶修于家法诡一卷上,金刚顶经于家观自在王如来修行法 大日经书卷七,班若波罗密多星经略书,惠灵音一卷十,P6784 苏西的供养法 请参阅苏西的杰罗供养法 苏西的法,又做苏西的杰罗 意义做妙成就法 即根据苏西的杰罗经所修之秘法 为日本台秘所立三部大法之一 苏西的 范苏西的杰罗经所修之法,称为苏西的法 以此经所修之灌顶,则称苏西的灌顶 一般以金刚,胎藏两部为二,苏西的法则以两部不二为止去之最生秘法 去苏西的杰罗经卷上真言品在,此今生妙如天中之天,亦有真言为上中之上 若依此法修行 一切诸事无不成就 盖苏西的法即为素成 六三种西的所修之念诵法 刑法 系依据猿人之苏西的妙心大吉 最臣之要施以鬼赐地 又据安然之真言宗教时问答次 苏西的知行法 以金,胎两通法之十八道为祭刚,幽西的法 为胎藏大法中之西的求成就之法 故与胎藏界同立佛部,莲华部,金刚部等三部 此外,或有以此法属胎藏三部中之金刚部法 其所成就为佛部与莲华部,其立三部之别 细为表明与胎藏三部相亦之处 P6785 苏地院 为密教宪图胎藏界曼陀罗十二大院之一 位于西方第三种,即虚空藏院下方 苏西的,范斯斯太 为妙成就之意 标示胎藏界三部之成就 此愿有金刚明王,金刚将菩萨,金刚君图立 不空金刚,不空公养宝,孔雀王母,一记罗沙 十一面观音等八尊,独缺主尊 故古来以虚空藏院之苏西的杰罗菩萨为此愿主尊 旧十一面观音成就之相而言,其顶上之一面表示已果得成就众生 其余十面则表示已应得成就众生 其寂静之面为成就纯善者 愤怒之面为成就纯恶者 笑怒之面为成就善恶交杂者 选法四仪轨卷二,P6785 苏西的经,泛名Susit-Hakara,Mah-Tantra,Astana-Pukapala 凡三卷 唐开元十四年,七百二十六,书波加罗,吉善无畏三藏,以 右座苏西的杰罗金,苏西的杰罗金,苏西的杰罗金,妙成就法,妙成就作业金 收于大正藏第十八册 本经广说有关佛部、莲花部、金刚部等三部西的成就之一则 与大日经、金刚顶经同为密教三部戴经之一 内容包括持诵、灌顶、奇请、护魔、成就、十分等 大正藏第十八册中所收之本经共有三种版本 皆为三卷、吉利本三十七品、诵本三十八品、和本三十四品 和本乃唐顺宗永真元年,八百零五,即日本严历二十四年 由日本天台宗开祖祝臣请回日本 其后,原人又请回范本 并者苏西的杰罗金略书七卷以解释经文文义 于日本台密、大日经、金刚顶经二经位、胎、藏、金、刚、耳二、知经 相对于此,本经系用以权式金刚、胎藏、两步步二、生指知经 开元式教路卷十二、真元心定式教目路卷十四、佛祖统计卷二十九、至元法宝刊痛总路卷五、P6786 苏西的杰罗武装言法 据苏西的杰罗金略书卷一载 苏西的杰罗武装言法集 一、精进、未入真言门之菩萨应先发菩提心 被慈悲之甲咒 于生死中 未尽佛国土 成就众生而不怯弱 破诸天魔等而不退转 二、明王 未既被菩提大士之甲咒 似须以诸佛之三昧道位所依 若不依凭诸佛之本事 则不能经发胜众 入生死海而利益众生 故以三部之明王为依凭 所谓明王 凡有三部 即佛部 金刚部 莲华部等三部之明王 以此三部明王为依凭所修之法 为习哉法 降伏法 增益法 三、除障 即止息灾法 能灭除六道及三圣等之三或三障 四、成就勇猛 即止降伏法 能降伏凡圣之五使愿敌 五、成就一切真言 即止增益法 能成就满足凡圣之一切所乐、所愿 苏西的杰罗金卷上 批六、批六、千七百八十六 苏西的杰罗公养法 樊三卷 唐代善无畏意 又做苏西的公养法 收于大阵藏第十八册 细记述苏西的金公养池诵之法 其内容包括赞叹法、忏悔、闺命三宝、发菩提心、发圣愿、灌顶印、四种念诵、二种成就物、观星、请火天等诸真言 令友善无畏所愿二卷之别本 亦收于大阵藏第十八册 本书在开原式教路与真原心定式教目录中军未见载 故或为本书乃善无畏所赚注者 批六千七百八十六 苏西的杰罗菩萨 苏西的杰罗 泛名Susit Hukkara 亦亦妙成就业者 又做苏西的加罗菩萨 位于密教宪图胎藏界曼陀罗虚空藏院下列右端第二位 主万法妙成就之德 能成就世间 出世间诸作业 故称妙成就 密号成就金刚 种子位 G 乃真符诸杖 成就功德之意 或表万得出身成就之意 三昧也行未见 乃断除障碍之意 其形象未深成黄白色 两手虚心合掌 指端向下 置于胸前 鱼赤莲花上结佳夫佐 真言为 朗墨三满多梅陀南尔日罗西提罗梅地步 罗达摩满达 啰嗦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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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 陀罗尼吉经卷七金刚藏大威神力三昧法印咒品 选法四仪鬼卷二 密葬祭 P6786 苏西的杰罗经 请参阅苏西的经 苏西的杰罗经 请参阅苏西的经 苏西的灌顶 指依苏西的杰罗经 而修之灌顶 行此灌顶时不令剑坛场 井面授秘印 所授印名及三种西的破地域 转业障出三界秘密陀罗尼法 所说三种西的之印名 又此印名于金刚 胎藏两部合行灌顶或阿蛇黎位灌顶之后授予 故此二种灌顶 亦称苏西的灌顶 日本方面 在大日经 金刚鼎经 苏西的经等三部经中 东密以大日经 金刚鼎经两部经典位最极密经 空海虽游会果传此法 然以两部本有位宗旨 故其所者真言复法传 仅记载受传两部大法 而未延及苏西的大法 亦不复主此法 为后世之东密人 有此法印信之父传 台密则以苏西的经说两部不二之身指 由盛前二经 故特众苏西的灌顶 其传承有二 亦为罪臣所传 其传承次地位 善无畏 亦灵 顺小 罪臣 亦为猿人所传 其传承次地位 大日 金刚萨朵 龙术 龙智 金刚智 善无畏 不空 异行 会果 会泽 异操 异针 猿人等 苏西的杰罗金卷一分别阿蛇黎香品 险界论元起卷上 入唐球法巡礼行计卷三 勒英绝卷三十二 苏西的灌顶是 四十铁绝卷十二 P6787 苏西地杰罗金 请参阅苏西的经 苏市 一千零三十六 一千一百零一 北宋四川眉山人 字子瞻 字号东坡 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公诗词 并善书画 开词中豪放之一派 诗文气势雄浑 想象丰富 善用夸张手法 水调歌头 念奴交诸词 广为后人传诵 书法善长行 楷 用笔风于跌宕 有天真烂漫之曲 虽以文人 诗人著称 但除如学外 亦清至佛教 其师座常设及佛法 主张禅境兼修 西宁年间 一千零六十八 一千零七十七 在辩经座大阁以安置 四菩萨像 写法华经 于天竺四会辩试祭之计 做三师追悼 原封三年 一千零八十 仿江州东陵禅院长 总禅师 于对坛中有物 岁赠诗祭一首 万序一三七 一五九下 西身便是广长蛇 山色起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计 他日如何举四人 吐露其物净 至今人快至人口 一座有东坡全集一一五卷 东坡一转九卷 东坡书传十三卷 东坡至零五卷 东坡辞一卷等 佛祖统计卷四十六 加泰普登陆卷二十三 王兄子瞻端明目致明 鸾城后集卷二十二 东坡先生年谱 东坡七集卷首 宋使卷三三八 P6787 苏达舍纳山 苏达舍纳 泛名苏达安娜 巴黎名苏达桑纳 亦亦善建山 善献山 又座修藤梭罗山 乃围绕须弥山之七 金山之第四重山 高五千游巡 绕于第三重窃的洛家山 泛康迪罗卡 巴卡拉夫 Kansas外 巨悬应应一卷二十四载 此山端严秀丽 见者称善 故以为名 瑜伽诗的论卷二 参阅 九山八海 一百二十七 P6788 苏达舍多 泛语 苏达舍太 又座苏蔓多 苏蔓多 为丁燕多之对称 指泛语中名词 形容词等语为变化之语 及一八转身法变化语为之语 苏 为语为之声 盘多 Benta 为后之意 故苏盘多及语为有词之意 苏盘多 义语 源于泛语名词多延伸 复数 中第七之所一身 于格 语为含有苏音 有一延伸 单数 二延伸 双数 多延伸 复数 之别 各有八转 总成二十四个语为变化 二十四转 大词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 为诗书要卷上 南海济归内法传卷四 参阅 八转身 三百一十五 P六千七百八十八 苏蜜 苏 范语 GHTA 应语加里多 未以烙精致者 有生苏 熟苏之别 蜜 范语 MOD 因语魔度 为风采花中干液所酿成者 据四分绿卷四十二载 佛陀听许有病比丘服用五种药 集苏 油 生苏 蜜 蜜 蜜 等 P六千七百八十八 苏魔 泛名Soma之音语 又作苏魔 印度婆罗门教之九神明 为苏魔酒之神 革化 苏魔源为一种蔓草 摘其精以食压榨之 的黄色叶之 加牛乳 麦粉等发酵酿成苏魔酒 印度古代常以此酒祭神 为饮之能得不死 应称为甘露 犯MTA 即不死 此酒能遇神人之病 并给予勇气 碎士同神 称为苏魔神 又能用以取火 或为内有火神 后士士与月同 称为月神 月天 称为祭祀 苦行 星座 药草等之保护神 孔雀王咒经卷下 P六千七百八十八 苏魔福帝 泛名Soma BH Titanium 为古印度王舍成贤护长者之子 又做苏魔福帝 意义真月 据大宝基金卷109载 习佛陀于王舍成为众说法 众中有贤护长者之子苏魔福帝 据粟福善根因缘 而受天界果报 家宅资财广大 并有种种殊胜事 佛陀应阿南之请 称遇其粟福之因缘 P六千七百八十九 苏魔国之一种 又做苏魔 范Soma 据四分绿卷五十二载 习佛陀在苏魔国游行 欲移幸乐陶师 佛为彼一一指寿 教令座 彼如佛所教 随座及臣 特意贵好 十陶师持苏魔赠诸比丘 比丘不敢受 佛乃听受词 P六千七百八十九 苏魔记 范与苏梅埃黑 印度婆罗门教 将苏魔九奉献于神祸祖先 而举行之大型祭祀 始于费陀时代 祭祀时需有四位祭关 共分八种 一 阿奇尼师头膜 范艾克尼欧妈 像火神菌之祭祭祭祀 二 立影祭 范VJK 国王为求胜利而举行之祭祀 三 即位礼祭 范RJAS 为国王即位而举行之祭祀 四 马记 范Avanha 身主 范RJPADD 即因陀罗举行之祭祀 以马为牺牲 行此祭祀可使国王成为王中之王 五 凤乳记 范VJK 苏魔记之一种附属祭 六 火坛 为箭祭坛而举行之祭祀 七 人记 范Pulamata 类似马记 祈求得到祭所 能达到之更大愿望 以人为牺牲 八 全记 范Sarvenata P6789 苏魔忽律经 参与夫婆忽童子请问经 苏魔忽律经 请参阅苏婆忽童子请问经 苏楼波天子 苏楼波 范名Sarpa 意义妙色天子 据圣天王班若波罗密经卷七赞探品载 佛于宣赞圣天王班若时 苏楼波天子从坐而起 向佛做礼 说祭赞云 大八 七二四上 大悲平等是众生 清净之心是不染 善能乐之根欲信 随所乐闻而应说 中略 先说破诸杰贼法 九催天魔幻化君 世尊已说三有过 广是涅槃无量得 P6789 苏卢都喝 咒名 意义做饭应决定 七佛所说大陀罗尼神咒之一 乃为悦佛所说 此咒能治一万八千病 阳除日月湿度 风雨湿时 刀兵 疫病 疫鬼等灾 陀罗尼杂吉卷一 P6789 苏平陀 泛名 Sabinda 为十六大阿罗汉中之第四位 与七百位罗汉眷属共驻于北巨卢州 护持阵法 饶意友情 获及指增益阿含经卷三所载之一 比丘 范奥派 唐代禅月大师所慧之图向为夫坐时上 者通肩法一 右手握拳 置于胸前 左手安于西上 右敦煌千佛洞第七十六窟之壁画所慧者 为夫坐檐上 右手驱拾 中二指 左手持水平 置于胸前 大阿罗汉南提密多罗所说法筑记 罗汉图赞集 参阅 十六罗汉 三百九十四 批六千七百九十 苏罗多 范语 Safreta 右座苏梅罗多 意义善助戒者 为持戒者之美称 大日经书卷九 大三九 六七一下 范云苏梅罗多 帆位善助戒者 以其善助三昧耶故 一名善助戒者 即是一门说佛子之名 大日经书卷五 批六千七百九十 苏罗多 范语 苏尔特 宜幼座苏拉多 意义为妙事 妙助 妙悦 男女交购之余乐 称为苏罗多 转至金刚萨朵之内 正大乐 大贪然之礼去 大日经书卷十七 以五义事之 即 一 者义 为转时的 智之心者 于为妙阿字 不申法界之法 二 共住 安乐意 为与自然正德 之阿字 妙里共住 而受宪法 之安乐 三 乐者义 为乐者于本有幸 得不生 寂灭之妙事业 四 弃邪去正义 为以阿字 敬菩提心之势力 弃舍邪道 去入大空 不生之正义 五 欲求义 为以阿字 门周辩法界 欲上求菩提 下化众生 李去世卷上 大一九 六零八中 苏罗多者 如世间纳罗那 礼于乐 金刚萨朵义 是苏罗多 以无缘大悲 便缘无尽众生 借 愿得安乐利益 心曾无休息 自他平等无二 故名苏罗多尔 大日经卷十六 卷十七 二位 李去经十七尊 曼图罗中之 是月女之范名 批六千七百九十 运 范与 斯坦特 巴利与 坦特 因亦赛 剑陀 旧亦为因 种 乃积籍之意 为许多物事聚集一起 细致有味法而言 如五根 五径等珠色 物质 聚集 即称为色运 诸师对运之解释有意 聚变中编论卷中载 运有三意 一 非一意 为不论其余时间或空间 均有许多质量 二 总略意 为聚集所有 三 分段意 为一性质不同而分类 聚舍论卷一意载有三意 一 合合聚意 为种种物事聚集一起 二 坚意 为坚能喝丹众物之故 三 分段意 又磨合指观卷五上则 载应有二意 一 应盖意 为色身等之有味法应付真理 二 积聚意 为色身等之有味法积聚生死之苦果 此外 大臣法愿意 林章卷五本 以为 应 知范 与应 一位 罗婆陀 众 知范 与应 一位 僧家 故 斯坚 他 一位 运 才是正义 P6790 运不设无味 运不含设无味法之义 运具有积极性 非积极性者 运即不设 而无味法非积极性 以意不相应 故不设于运之中 据设论卷一大二九五中 运不设无味 意不相应 故 P6791 运能 宋戴森 梅州 四川 人 俗姓旅 好会母 身族年不祥 少息如学 博鳩经典 年二十二 教书于村落 偶月禅策 似有所得 岁出家 初参业保圣城府禅师 因贞洁筹作 所去颇意 乃进网金湖辩参大德 后得法于大为禅师处 曾与禅师对机 问收见因缘 师达如指 孝约 大武林 九二八中 三十年弄马骑 今日被驴铺 游士闻名 返川后 最初主持 报恩寺 四居中严寺 住持三十余年 说法不许人录 临终书记作画 兴续高森传卷十四 批六千七百九十一 运处戒 五运 十二处 十八戒之略称 就义应入戒 或坐应戒入 通称为三科 为诸法分类之名目 有关于三科之由来 据据舍论卷一载 细为有情之鱼 跟乐等而分别说运处 借三科 鱼 或鱼于心所 色法 或鱼于色心二法 为鱼于心所者说五运 为鱼于色法者说十二处 为鱼于色心二法者说十八戒 根有利根 中根 顿根 为利根说五运 为中根说十二处 为顿根说十八戒 有情之乐 寓意有略 中 广三种 为玉略说者说五运 为玉中说者说十二处 为玉广说者说十八戒 杂阿皮弹心论卷一句舍论 光计卷一批六千七百九十一 运落 运 积极之矣 运落即为五运之巨和 犹如人之极 居于巨落 是磨合言论卷一大三二 五九五中 四者验患罪 已过五运 巨落固 密藏宝要卷下 批六千七百九十一 运葱 九百六十五 一千零三十二 宋代林济宗森 广东南海人 俗姓张 出家后 参礼百丈道长 寄之参礼守山审念 大悟 后立参湖北洞山首出 大阳山景延 至门师界等 景德三年 一千零六 驻乡舟十门山 天喜四年 一千零二十 一驻古影山太平新国禅寺 两山途众多达千人 并交结汉林洋文艺 中山流云等 天圣十年世纪 世寿六十八 世号 辞照禅师 李尊叙卫传碑文 这有语露十门山辞照禅师 奉言及一卷 天圣广灯陆卷十七 五灯会员卷十一 世事基古略卷四 批六千七百九十一 运时 运序兴时之义 与 韩时 同义 即至有情众生 以一切众生皆运序兴时之故 大唐西域继续 大五一 八六七中 穷一方载之广 运时怀林之义 此外 时 为五运之义 故意称运时 批六千七百九十二 运魔 泛语 Skenda MRA 巴利语 Kenda MRA 又做阴魔 五运魔 五重魔 深魔 为四魔之一 以身中五运结构成夺命之因缘 故欲为魔 即位色 受 想 行 识等五运积聚 而成生死苦果 此生死法能夺智慧之命 故称运魔 不空所神变真言经卷十四 参阅 魔 六千八百八十五 批六千七百九十二 袜子 幼子 子 四分 分率 在佛陀听徐僧侣吕这袜玉寒 四分率 卷三十九 大二二 八四九上 有笔都从寒雪国来 搅动坏 忠略 佛问比丘 比国法和所者 比丘言 这附罗眼低 佛言 听者 若须 听作 在印度 非寒天不用 我国及日本不用则利 为礼仪 盖防比丑污秽之故 五分率卷二十一 世事要揽卷上法一 禅灵象气肩服张门 批六千七百九十二 绝 以梵与菩提八粒同 应一菩提 即正物涅槃妙理之智慧 就义做到 心义则做绝 以区分 法 与 人 之故 而一菩提 绝 亦不畏者 般若心经幽赞卷下 即古经佛道论横卷柄 会愿应一卷上 参阅 菩提 五千一百九十八 二范语 不得 应一佛 佛陀 又做绝者 据会远之观经一书卷本载 绝有二意 一 绝察之意 细相对于 烦恼障 而言 烦恼之侵害如贼 谨慎者能觉知 而不受其害 故畏之觉 二 觉悟之意 细相对于 所知障 而言 无名之昏暗如睡眠 然圣会一起 则明朗了知 如自睡眠中醒悟 故畏之觉 又凡夫之人 了魔觉意 声闻 圆觉等 二圣之人 仅具自觉 而菩萨虽能自觉 觉他 然觉行未满 唯独有佛 未自觉 觉他 而又觉行圆满者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八 参阅 佛 两千六百零五 三语 不觉 相对 指心性远离妄念 而照用朗然 据大臣其信论载 阿赖耶时 万有之本体 有觉与不觉二意 而觉又有本觉 始觉之别 其中 以万有之本体 本位清净之觉体 本觉 然无始以来 未无名妄念所复 故依现实状态 而称不觉 若依修行观至 即可达觉了心缘 则称始觉 又依觉之程度 始觉复分位如下四位 一 就近觉 意为无上之觉之 系指菩萨修行皆位中 第十的菩萨之觉之 然一般以佛之觉之方位 就近觉 无上觉 正觉 大觉等 二 随分觉 指出的以上至第九的的菩萨之觉之 以其不完全就近之故 三 相似觉 指实住 实行 实回向之菩萨及二圣之觉之 以其相似于觉 然非真觉 四 不觉 实性以下之凡夫 以觉之业果之理 如之恶业能招感苦果等 虽不造恶业 然人为其断祸之智慧 是未不觉 参阅 本诀 一千九百七十九 始觉 三千一百四十 四范语 Fightarka 心意作询 心所知名 即寻求推度之精神作用 以及对势力之粗略思考 仅限于色界之出禅及欲界 于诸经论中 因其性质之善 恶 分为善觉与恶觉 如欲觉 贪觉 甜觉 慧觉 害觉 恼觉 等三者 称为三恶觉 或三不善觉 若在家清理觉 国土觉 不死觉 族性觉 利他觉 清他觉 清无觉 则称八觉 反之 离欲觉 远离觉 初离觉 初觉 无甜觉 无慧觉 无害觉 无恼觉 等三者 称为三善觉 其中后二者为安稳觉 此外 菩萨 圆觉 声闻等 圣者为入菩提道而觉之 思念之八种觉 称为八大人觉 或大人八念 即 少欲觉 知足觉 远离觉 精进觉 正念觉 正定觉 正会觉 不细论觉 等八者 皆属于善觉类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三 菩萨的池经卷四 陈时论卷十四 据舍士论卷三 参阅 询 四千九百三十六 五位心 心所知总明 以心 心所乃缘对境而觉之之故 成为十论卷二 大三一 六下 如心 心所 能取比觉 亦不愿比 是能取故 如缘此觉 诸心 心所依他其故 成为十论数 记卷二末 批六千七百九十二 绝了 绝悟了之事理 指正悟佛道之真理 能言经卷五 大一九 一二七下 我于耳时 观戒安利 观世动时 观身动止 忠略 诸动无二 等无差别 我识觉了此群动性 来磨所从 去磨所致 正法华经卷九 佛所行赞卷四 无量寿经卷下 能言经卷一批六千七百九十三 绝人 指觉悟佛道之人 即彻见佛性之修学佛道者 顿悟入道药门卷上 万序一一零四二六上 如来道者 即一切绝人解脱也 佛祖统计卷四十二 批六千七百九十三 决力 一千八百八十一 一千九百三十三 福建厦门人 俗姓林 年十九里 古山永泉寺万善和尚PT 明妇院 自圆通 浩爵立 常清静本中律师 研习戒律 并随至南洋红法 年二十九 初渡台湾 驻西台北县 林云禅寺 后归永泉寺 任首座 年三十三 应台湾性众之引寝 于苗栗大湖开创法云禅寺 亦十四方善性多闻风归头 诗一从灵体制 行持百丈清规 又开办佛学社 研究院 培养红法人才 更推动各项社会慈善事业 于是法务大兴 注重二百余人 年三十七 与善会 新元二师于台北合创 台湾佛教中学灵 太北中学之前身 师修持严谨 过五步时 夜步到单 自画画他 驻台二十年 红宗眼教 七次传戒 度重无数 法四遍及台湾各地 对台湾佛教贡献盛大 批六千七百九十三 绝天 泛明 佛达 佛达 英译佛陀提婆 佛陀提婆 为说一切有不知学者 菩萨会四大论师之一 主张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诸法一前后相待而有益 大批婆沙论卷七十七 大二七 三九六上 说一切有不有四大论师 个别建立三世有益 忠略 尊者绝天说呆有益 此外 师与其他批婆沙师相比 思想较为进步 如大批婆沙论卷一二七 所载师之主张 大二七 六六一下 造色即是大众差别 心所即是心之差别 其余事迹不详 大批婆沙论卷二 卷十九 巨舍论卷二十 批六千七百九十四 觉星 一本觉灵妙之心性 即觉正本具之真心 佛性 原觉经 大一七 九一四上 一切众生种种幻化 皆生如来 原觉妙心 犹如空花 从空而有 幻花虽灭 空性不坏 众生幻心 还依幻灭 诸幻静灭 绝心不动 二 一千两百零七 一千两百九十八 日本灵纪宗法登派之祖 性农国神灵人 俗性长城 浩新帝 天性阴脉 十五岁入神宫寺 十九岁落法 二十九岁于东大寺受聚足解 建长元年 一千两百四十九 春 随商传入宋 直屈进山 一年 参业经首诀 游四明 玉王 五台山等圣地 保佑元年 一千两百五十三 春 偶直乡森元新 文之吾门会开 为一代宗师 乃共智护国寺参业会开 得其心要 六年后回国 先后驻西西方寺 新国寺 圣灵寺 龟山上黄文师高峰 曾三度下诏书请师 驻于洛东圣灵寺 并轻迎至宫中问法 后又将黄居改为禅杀 请师居之 然师燕地积之 凡霄而辞之 从其坐下受教者 长达千余人 世中多举 苟子还有佛性也无 知话头皆引学人 永人六年世纪 世寿九十二 龟山上黄赤世 法登禅师 后提胡天皇重世 法登元明国师 元亨氏书卷六 严宝传登陆卷二 批六千七百九十四 决心不身心 日本真言宗叛教 所立十注心之地七 即决之自心本来清静 不生不灭之位 指三论宗所立八部 中道之境界 不生即含有不生 不灭不断不长 不依不意不去 不来等八部之意 在十注心中 在十注心中 第六 他愿大臣心乃法相宗之意 即谈心时之有 未尽空心有之说 而决心不身心之位 则更尽一步 未心尽聚空之说 即修八部之正观 观心时意是原生无性 不生不灭不断不长 不依不意不意不去 不来 了之生死涅槃 烦恼菩提必尽是空 已必尽空 故觉悟空婉然而有 有婉然是空 一即用八部中道之正观 遮浅万有 自觉心性之空计 称为觉心不身位 十注心论卷七 密藏宝要卷下 参阅 十注心 四百三十一 P六千七百九十五 觉知 梵语 S.A.Bodhaya J.A. 巴黎语 S.A.Bodhaya J.A. 右座觉分 菩提分 觉 指菩提 开悟 知 指成分 要素 意指构成修行道法之内容 广义而言 犯指三十七道品 即四念处 四正情 四如意足 五根 五立 七觉知 八圣道 以此三十七法皆顺去菩提 故皆称菩提分法 于大皮婆沙论卷九十六中 分别论者附加四圣种 总立四十亿菩提分法 狭义言之 则仅止七觉知 七菩提分 即 一 念觉知 心明不忘 二 则法觉知 以智慧研究或辨别教法 三 精进觉知 努力 四 喜觉知 喜悦 五 清安觉知 心灵安事轻松 六 定觉知 精神集中 七 舍觉知 心平而不偏 巨舍论卷二十五 大制度论卷十九 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九 法界次第出门卷中之下 P6795 绝王 绝者之王 又坐绝皇 绝地 为佛之敬称 佛圆满觉悟一切诸法之真性 据自觉 觉他 觉行圆满三 以七为觉行圆满者 故为之觉 应觉故 为一切法门之主 最甚自在 于菩萨等位之上 故为之王 大会普觉禅师与路卷二十七 大四七 九二九上 佛者 佛者 绝也 为其常觉故 为之大觉 亦为之绝王 佛本行集经卷二 宗静路卷三十 万善同归集卷六 批六千七百七百九十五 绝世巡刊 为高雄县大树香 佛光山所发行之佛教文化刊物 原由张绝 原由张绍齐 张若须父子创刊于民国四十六年 《11957》 在《1957》秋äus 其宗旨为,发扬固有文化,光大佛教教义,绝人就是,五国安营,荣除报导海内外佛教界动态,并致力于佛教教义之宣扬,二十余年来,建成为传播佛教消息之主要媒体,不但为海内外教内人士发建了宴节之通讯网,更将大成教经, 等广宏于社会,接引无数人信佛,学佛,乃至出家,其流通范围,遍及东南亚,欧美等五十余国,为目前发行数量最多,弘扬佛法收效最大之中文佛教刊物,P6,795 学他,佛陀佛所具三觉之一,为佛之大悲具有觉悟一切众生之德,即自觉之外,又说法开悟众生,使脱离生死之苦,参阅,三觉,705,P6,796 觉母,又称佛母,意志般若菩萨,此菩萨乃三世诸佛觉悟之母,故称觉母 班若心经密件,大五七,一一上,觉母,梵文调御师,修习班若鬼,大二零,六一二上,入本尊于加三摩地,观身为班若波罗密佛母 二文书菩萨之德好 文书菩萨于理智二门中专思智慧门,而诸佛皆从智慧出身,故称觉母 新帝观经卷三,三指修行与智慧,未成佛之音,故称觉母 P6796 觉身寺,位于北平安定门外 俗称大中寺 清庸镇十一年,一千七百三十三,赤剑,其建筑式样颇异其他诸寺,上保有名出建筑之风格 寺内藏有一口大中,名为华岩中,细奉明成祖之兆捐至,原至于晨熙之万寿寺,后移至此寺 该中卫八角形,高六点九公尺,中唇厚二十二公分,外径三点三公尺,重约四十六点五吨,同质精良 终身内外诸满佛教经咒十七种之多,外诸诸佛如来菩萨尊者明浩吉经,阿弥陀经,十二英元咒,内诸妙法莲华经,中口诸金刚班若经,菩劳处诸人严经,总计二十二万七千余字 每字八分四方,字画整卷,传戏出自审渡之笔,导演,姚广孝,所兼造,为北平名物之一 终身轻疾圆润深审,重疾魂厚洪亮,音波起伏,节奏明快优雅 终身传颂距离位十五至二十公里左右 据长安刻画所记,昼夜撞击,身文数十里,时远时尽,有一他中 P6796 绝光,1919,东北辽宁人,俗姓谷 字幼如素,不沾昏心 十岁一银县,浙江,天童四清一和尚出家,十一岁于天童四受戒,十三岁入观宗寺求学 其后受宝敬大师赏识,选为常随入世弟子 抗战期间,师目睹国人遭受凌辱,悲悯世间疾苦,发愿实践菩萨道,建立人间净土,以出示精神做入室工作 复原返港,积极组织香港佛教联合会,创办各种社会事业 现在香港由师亲手创立,或协助,或影响而创立的佛教事业,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专,佛教医院,佛教安老院,护理安老院,佛教墓园等 于香港佛教之振兴,影响甚大 现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 P6796 觉醒,指自觉觉他之行法 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则称为佛 大乘一张卷二十末,大四四,八六四下,觉行穷满,顾名为佛,P6796 觉位,正觉之位 即指成佛之果位 P6797 绝案,一迷辟如海,绝犹如岸,破迷而开悟,即称为登绝案 即一般所谓之涅槃,彼岸 二,1286,元带森 乌尘,浙江无心,人,俗姓无 浩宝洲 居乌尘宝相寺,学通内外古经,深究佛祖禅旨,至正年中,1341,1367, 钻世世,钻世世鸡古略四卷,采边年体,宰佛祖籍诸高森之世纪,自佛式乙将,凡名师大德之行业出处,以及塔妙之心肺,僧吕之重寡,无部俱载 叙世世纪古略卷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五,批六千七百九十七 决姓,一千五百七十五,一千六百六十,李氏朝显时代森 俗姓经 自成员,浩碧严 九岁丧父,师氏学末,十四岁出家 后随伏修善修入俗黎山,并随世游历德玉,嘉耶,金刚等名山 丰臣秀吉入清时,一千五百九十二,曾试诗持剑站于海中 宣祖三十三年,一千五百九十九,代诗于七佛安安居讲经 三十九年丧母,节斋于俗黎山家夜安,情形苦修,法御见高,求道者皆种而至,遂传三针以借门徒,三针吉,思不忘,面不愧,腰不屈 门下弟子颇多,入世高族有翠为首出,百骨处能二师 显宗元年世纪,世寿八十六 这有禅元及图中决仪,看化决仪,是门丧仪超各一卷 幼诗纪后,自其门下衍生翠为,百骨,枕须,孤云,木云,东陵,莲花,碧川等八派 报恩俊俗黎山法著四碧炎大师悲鸣并序,四报恩禅教原赵国义都大禅师碧炎悲鸣并序 以上收录于朝鲜经史总览下,朝鲜四沙史料上册,朝鲜佛教通史,礼朝佛教,朝鲜禅教史,批六千七百九十七 绝卧佛佛,绝卧,西藏语意为王子,用以称释迦牟尼,取尽犯王子之义 相传以释迦牟尼佛十二岁时之身两造像,唐文成公主曾邪之入藏,经存拉萨大昭四大殿内 批六千七百九十七 绝者,为泛于佛佛之意义 又作绝,知者 即以舍去迷惘分别,自撤真缘,开显真理,具有大慈悲,大智慧,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之圣者 大臣一张卷二十末,大四四,八六四下,既能自觉,复能觉他,觉行穷满,故名为佛 言自觉,简易凡夫 云言觉他,名义二圣 觉行穷满,张义菩萨 是故读此篇名佛已 杂阿含经卷十二,大智度论卷七十,巨舍论卷二十五,批六千七百九十七 绝愿,一指佛所居知净土 又欲止心 僧亲拱贤勇施,心田不常无名草,绝愿常开智慧花 二辽戴森 山西人 昊彭齐 申足年不祥 驻燕经元福寺 伯通群经,复明外典,由善三密之法 曾从西天竺摩尼三藏深究瑜伽经义 又受召开讲密成经典,发扬真言教理,为世所崇 道宗太康三年,一千零七十七,凤赤传大日经义事也密超十卷,收于万序藏第三十七册 书臣,四子福,号,总密大师 批六千七百九十七 绝尘,一绝物之心,众或不能入,犹如成缘能欲外敌,故以之为疲 原诀经,大一七九二灵上,一切诸众生,皆由止我爱,无始望流转 忠略,爱增生于心,产屈存诸念,事故多迷门,不能入绝尘 二指印度摩基陀国家耶成,犯给,乃佛陀成正觉之都成,故称觉成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上,批六千七百九十八 绝物,觉醒了物之意 集体的真理,开发真智 巨人家阿拔多罗宝经卷二载,觉悟乃是空无声无二,离自信之相 又六十华言经卷七,大九,四三七中,又放光明明见佛 比光觉悟命中者,念佛三昧必见佛,命中之后生佛前,大臣起信论一记卷中 大四四,二五八中,虽于粗念驻香而得觉悟,由自眠于生香梦中,觉到未圆 由此可知,觉悟有自乐物与从他而觉醒之别,其觉悟之程度亦有深浅不同 六十华言经卷六,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六,批六千七百九十八 觉悟智,即佛智,以佛智能乐达诸法,故称觉悟智 一切如来真实设大臣献正大教王经卷一大一八,三四一中,为一切金刚界觉悟智大事,批六千七百九十八 觉海,一指物界,觉性甚深,湛然如海,故称觉海 大佛顶首轮言经卷六,大一九,一三灵上,觉海性成元,元成觉元妙,又指佛教 佛以觉悟为宗,以其教义声广,故以海欲之 二宋代云门宗森 法名若,号觉海 Z,若,若,三千九百四十八,批六千七百九十八 觉欲派,西藏民哥特,要,派,西藏佛教派别之一 觉,意味能断,欲,意味 此派之教法源于入藏之印度僧人丹巴桑洁 宣说慈悲菩提心和性空间,认为能断除人生之苦恼与死亡之根源 其教法厚荣于其他教派中 批六千七百十八 觉间,六间法之一 未觉了之间故 即止别教妙觉果佛,觉了一切法皆未忠道,其觉了坚固,无能毁坏 三藏术觉二十六,三月,六间法,一间两百九十,批六千七百九十八 觉测,醒觉警测之意 未醒觉忘心,警测烦恼 磨合纸观卷四上,批千七百九十八 觉华,意为佛名 巨大制度论卷四十载,滑稽结实,佛皆豪觉华 二比喻真觉 觉,即智慧 智慧之开,如华盛开,故称觉华 长阿含经卷三,大一,二一上,阿南白佛言,斋,云,和明供养 受法而能行,觉华而为公 批六千七百九十八 觉熊,佛之尊称 又做是熊,范熊 于觉道有大威猛力之英雄,故称觉熊 明觉禅师与陆卷五,大四七,六九八中,自西自东,应排网象的象,必须觉熊让熊,批六千七百九十九 绝缘,一千两百四十四,一千三百零六,南宋森 西蜀,四川成都,人 昊敬堂 日本灵纪禅禅堂派之组,该派为灵纪禅二十四派之一 师早年立参诸方民宿,后参业灵纪宗阳其派下环西为一而顿悟玄机 祥兴二年,一千两百七十九,即日本洪安二年,携五学祖元赴日,驻禅兴四洪法,受北条十宗之崇敬 不久千禅至四,复卫澳周星得四之开山,此后又驻于元爵,剑长等寺 正安二年,一千三百,主持京都建人寺,历时七年 后二条天皇得至元年九月世纪,世寿六十三 临终一纪,夹子六十三,无法与人说,任运自去来,天上为一月,复法于无云一天,月堂元星,博师祖伦等人,习经已终绝 其以古分别由建人,建长两四造塔供奉 赤士,大元禅师 这有四会与路三卷 大元禅师传,元亨氏书卷七,严宝传登陆卷三,批六千七百九十九 决意三昧,位于一切时中,一切世上,念起即绝,意起即修三昧 即天台宗所立四种三昧中之飞行飞坐三昧,于四种三昧中最为重要 大品般若经名决意三昧,会私称为随字意三昧 摩合纸观卷二上,四教意卷十一,参月,四种三昧 一千七百九十三,批六千七百九十九 绝游,一千零五十三,一千一百四十,日本天台宗化僧 京都人 出名显至,别称鸟鱼森镇,法轮院森镇 诗世元臣寺绝缘,纠险密二教 从赖豪寿灌顶 曾受鸟鱼上黄罩至离宫问密要,重遇圣堵 出居于元臣寺法轮院,后任寺天王寺,镇金刚院,京都南部鸟鱼离宫附近,法臣寺等别当之职 宝延元年,一千一百三十五,升任元臣寺常立,四年十月受命为延历寺第四十七代作主 然为避开山徒之吉士,三日吉退位 后隐居鸟鱼,善会话,犹长于讽刺话,是称鸟语会 或为其为姓贵山原起于鸟寿细化之作者,然无确证 宝延六年世纪,世寿八十八,批六千七百九十九 绝运,九百五十三,一千零七,日本天台宗僧 京都人,为坦那流之祖师 又称坦那僧都,坦那僧正,坦那愿先得 出家于比瑞山,诗世辞会僧正,研习天台教学,天资英明,安诵诸宗之章书,后居于东塔南谷坦那愿,大开讲习 与惠心愿之原性并称于世 二人虽同一念佛魏宗,然流派各书,故有坦那流与惠心流之别 诗常修密教,从诚信上人寿秘密灌顶 诚信世纪后,更就持上皇庆严练,遂达其玄奥,时皇庆游位满三十岁,师不耻下问之精神,颇为世人所称道 长宝五年,一千零三,仁少僧都,一年任大僧都 宽宏四年世纪,世寿五十五 这有关心念佛,草木成佛论,词汇大僧正传等 续本朝往生传,福桑略记卷二十八,东国高僧传卷五,批六千七百九十九 诀道,意指正觉之道 又坐觉路 即觉正成佛之大道 与菩提道同意 唯摩经佛国品,大一四,五一九下,使在佛树立将摩,的甘露灭绝道成,禅愿清规卷七王僧条,万序一一一,四五七下,用表攀为,上资绝路 大佛顶首能言经卷六,二位,七觉之,与,八正道,之合称 七觉之,即七种助长开发菩提智慧之方法 八正道,即八种求去涅槃之正道 批六千八百 诀道之,指七觉之与八正道之 为帮助觉悟,去向涅槃之正确方法或途径 七觉之即念觉之,责法觉之,精进觉之,喜觉之,清安觉之,定觉之,舍觉之,八正道之 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称赞净图经,批六千八百 绝满,绝行圆满之略称 指佛自觉,绝他,绝行圆满 大乘一张卷二十末,大四四,八六四下 既能自觉,父能觉他,觉行穷满 故名为佛,批六千八百 绝见,形容觉悟之力,能破斜直,故以见比喻之 此外,类似之比喻如形容佛之妙觉果德 犹如高山,称为绝山,形容觉性圆容,周游不息 犹如车轮,称为绝伦 批六千八百 绝得,亦佛陀入灭后,正法著世时之意持戒比丘明 据大班涅槃经卷三载,此比丘有途众甚多,能做狮子吼,广说九部经典,并置诸比丘不得续养奴婢,牛羊等非法之物 涅槃经会书卷一,二六世纪之心罗森 曾治我国学佛,梁武帝太清三年,五百四十九,与梁史共基佛设立规返心罗 批六千八百 绝术,以幼座佛术,道术 特指佛陀成道处之菩提术 因佛陀余摩基陀国佛陀加耶知碧波罗,范佩佛拉,树下证悟菩提,故称其术为菩提术,范佛迪,菩提术 参阅,菩提术,五千两百零八,二指功德善根 因功德善根可开发正觉,故以觉术辟喻之 P六千八百 绝禅抄,梵一二八卷 右座百卷抄,小野百卷抄,净土愿抄 为日本真言宗僧绝禅所者 本书共分诸佛部,佛顶部,诸经部,观音部,文书部,菩萨部,明王部,天等部,杂吉部等九部 广摄金轨章书及古迹古图等,详细记述诸尊法及诸经法,并附有诸尊与修法谈等之图像 为研究东密事项之权威著作 与台密之阿梭富超同位名著 由于不至甚据,故历时约四十余年始告成书 诸宗章书录卷三 金刚顶无上正宗传灯广陆续边卷五 P6800 绝处,绝,绝之,处,皆处 由皆处而认识之意 又坐禅时,处机缘而感的自心之真实体 亦称绝处 银山和尚传光录第四祖优婆多尊者章 P6801 绝,1095 1143 日本新义真言宗之开祖 肥前,左鹤县,人 好正绝坊 家中四兄弟皆出家卫僧 师排行第三 十四岁入仁和寺 学于宽柱,定宽 后至南都从喜多愿之会小言习为时 又就东南愿之觉数学三论 天永元年 1110 归仁和寺 依宽柱梯度 永久元年 1113 再往南都揪姓象之奥指 一年于东大寺登坛寿巨族界 又上高野山 夜醉禅院铭记 寿传秘印 保安二年 1121 回仁和寺寿三摩耶界 及两部秘密灌顶 又智提胡四夜里信愿贤绝 转五部之灌顶 九小野流秘奥 天成元年 1131 施奏请于高野山建立大传法院 而成为鸟语上皇之御院寺 长城三年 1134 任大传法院作主 兼金刚峰寺作主 后此作主职 退居密言院 专修密官 已遭金刚峰寺徒众之贤祭 遂于保安六年 1140 律途众避难至祭州 和歌山县 根莱山 建元明寺 于康治二年世纪 世寿四十九 原路三年 1690 世号 新教大师 或称密言尊者 这有五轮九字密室 校养籍 义骑大药秘密籍等 吸收于新教大师全集五册中 其心一真言宗系 针对高野之门流而创立者 其世相之传流 称为大传法院流 传法院流 大传法院本院上人欲传 传集超卷六 本朝高僧传卷十二 批6801 绝魔子 指西藏出家之女子 西藏心智 藏民笃信佛教 所生子女出家者居多数 男子为喇嘛 女子为绝魔子 犹如比丘尼 其数当以五六万计 吉豪富如嘎布伦 家庸巨姿 其女子亦为绝魔子 批6801 绝观 心意做寻思 绝 寻求推度之意 及对势力之粗略思考 观 及细心思为诸法明义等之精神作用 二者皆为妨碍第二禅以上之定心者 若持续作用 则身心劳损 正念旁落 故又未遂烦恼之一 依此绝观之有无 能判别定心之浅身 杂阿含经卷二十一 大二 一五灵上 有绝 有观 名为口形 又绝与观未发言语之音 离绝观之心 则无言语 维摩经 第子品 大一四 五四灵上 法无名字 言语断固 法无有说 离绝观固 大制度论卷二十三 往生要及卷中本 批六千八百零一 绝观三重发香 粗丝未觉 细丝未观 二者皆为妨碍第二禅以上之定心者 据世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四载 修禅定者有三种绝观发香 即 一 名利心中绝观发香 为修禅之人 素无善根 于献修定时 善法不起 但绝观攀缘 念念不住 于三读之中 或缘贪 或缘甜 或缘吃 而所愿之事 分明了了 如是虽经年累月而不得定 称为名利心中绝观发香 二 半明半昏心绝观发香 未修禅之人于设念时 虽乐之绝观 烦恼念念不住 然随所愿 或明或昏 明则绝观攀缘 起诸思想 昏则无忌 等 莫所觉之 称为半明半昏心绝观发香 三 一向省昏心绝观发香 未修禅之人于修禅定时 心中虽一向昏暗 犹如睡眠 然于昏暗之中 亦窃窃攀缘而绝观不住 称为一向省昏心绝观发香 P6802 处 一范语 Star A 八粒语 Faussar 卫心锁 心之作用 之一 具设宗以其为十大的法 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宗是唯五变形 百法之一 指径 对象 根 感官及其机能 时 认识 三者和何时所产生之精神作用 以及指主观与特观接触之感觉而言 此时之根 静 十个分为六种 则处亦有六处 六处生 生为复数之矣 例如有眼根 色静 眼时三者和何而产生之处 为眼处 如有耳 鼻 舌 身 亦产生而处乃至一处 此为说一切有不所立三何何身处之意 即根 静 十何何时 能生其他心所 尽量不则为以根 静 十三者和何明为处 无有别体 明三何成 于六处中 兼五处所依之根 为有对 二物有相互为仗之性质 故称有对处 第六处之意处 以名 曾语 为对象 故称曾语处 此曾语处对第二项中所说之 亦生根 为对象之所处而言 此为能处 又随染境等相应法之别而有八种处 即与无漏相应之明处 与染污相应之无明处 与有善及无父无忌相应之非明处 即无明处 即无明处中与爱相应之爱处 与会相应之会处 以随受之不同而产生乐受之顺乐受处 生苦受之顺苦受处 生不苦不乐受之顺不苦不乐受处 此外 十二元起之第六之未处 又称处之 有不一分为元起是为婴儿起之处 即与婴儿起根 净十三者和何而未了之苦乐差别之味 杂阿含金卷十三 大皮婆沙论卷二十三 巨舍论卷四 卷九 卷十 大乘一张卷四 二犯语 八例与佛 五境之一 十二处之一 十八界之一 据舍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即被处之对象 故意意味 所处 只身跟感觉之对象 即所处之对境 称为处境 乃无境 六境之一 共有十一处 即地 水 火 风 四大种 雨滑 色 重 清 冷 鸡 可等十一种 其中四大种未能造之处 后期种未所造之处 大皮婆沙论卷一二七 巨舍论卷一大成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一 品类族论卷一P6802 处功德 极乐净土二十九种庄严中 属于十七种国土庄严之一 为庄严极乐净土之种种珍宝皆稀柔软 能令处者得胜乐功德 出于天清净土论 大二六 二三灵下 宝性功德草 柔软左右旋 处者生胜乐 或加沾灵陀 加沾灵陀为天竹一种柔软草名 参阅 二十九种庄严 一百七十 P6803 处光柔软愿 即愿佛之光明照处十方世界众生 令得远离罪恶 身心柔软 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之第三十三愿 又座光明设意愿 猛光获利愿 光谱意愿 光明处身得胜柔软愿 社取不舍愿 光处灭罪愿 阿弥陀佛之因为为法藏比丘 欲以光明设化十方 故发此愿 而得成就 关于此愿与第十二 光明无量愿之别 俱乐会之无量寿经超卷四载 此愿未设众生 光明无量愿未设佛生 若就佛光而别 第十二愿为光之体 第十八愿为光之明 此愿则为光之用 十二愿为圆 十八愿为阴 此愿则为化义 由此可知 第十二愿乃愿光明之体 无量 此愿则愿光明之用 摄取众生而不舍 无量寿经卷上 极乐净土九品 网生意 P6803 处的印 范语BH Mistar Amadr 右座处地气 破磨印 金发的神印 能催浮印 乃表降磨之印气 其印相为左手或脸座拳 置于其上 右手下垂 手掌向内 五指并深处的 或附于膝上 或位以左手五指指夹沙之衣角 金刚顶莲花布心念诵仪轨 大一八 三零五上 左拳安于其 右雨垂处地 西卫地大之意 在深密表本有大菩提心坚固不动之意 处的则表经发本有之心 据大唐熙玉记卷八载 世尊臣道时 天魔前来扰乱 世尊以此印案的 即有地神涌出 证明世尊之福业圣德 天魔为之退散 故此印又称正臣印 正臣印 又以此印能令诸魔鬼神 一切烦恼兮皆不动 故又称能灭皮纳叶家诸恶鬼神印 密教宪图金刚界曼陀罗之阿如来 胎藏界曼陀罗北方之天古雷因如来等 皆以此为印象 方广大庄严金卷九将魔品 诸佛境界设真实金卷中金刚界大道场品 大日经书卷四 P6803 处一 不禁之一 只直接接触肌肤或床之一类 如裙子 内衣 袜子等 禅院轻规卷一装包条 万序一一一 四三九下 后包内安备单 棉衣 称汗 印细处一之类 P6804 处逝而真 又做急逝而真 是 未事项 现象 即所有身灭差别 现象界之事物皆是常住真实之真理 此系随唐时代佛教之基本概念 森照之不真空论 大四五 大四五 一五三上 然则道远呼哉 处逝而真 甚远呼哉 体之即神 之语 又大日经书卷一世 印化身中有云 大三九 五七九中 如来金刚之换 亦复如是 原谢即灭 积心则身 即逝而真 无中境 日森又快于大日经口之书抄卷二 对此家已解释 未即是而真之意 显教诸家戏约设相归性门而解之 密教诸家则约性相法而之意而解 以一切是法身灭之当相即为真如实相 法华玄一卷六下 磨合纸观卷七上 华颜经书卷五十六 批六千八百零四 处毒 为处臣害人 犹如毒之伤人 处臣 为六臣之一 只生根所对之境 共十一处 集地 水 火 风四大肿 乙间 尸 宣 动位性 急滑性 色性 重性 轻性 冷 饥 可 皮奈耶杂式卷九 大二四 二四四下 女士触毒 被魔触时 心变动乱 发诸恶念 皮六千八百零四 触金刚菩萨 触金刚 泛名 凯利凯拉 菲特拉 音译 记离极罗金刚 记立极罗金刚 记礼极罗金刚 右座金刚喜悦菩萨 全称 记立极罗金刚菩萨 金刚 记离极罗菩萨 为密教金刚 借曼陀罗礼去 会十七尊之一 及安于中尊 金刚 萨朵 幼方之菩萨 种子为 H或 H 三昧 也行为三谷处 其形象 全身成白色 顶带五佛 宝观 交必报三谷处 所谓 处 虽只处五欲境界 之身存欲望 然此菩萨 以五制造五境 色身相味等 五欲境界 为其本有不坏之体 处性及菩提 据金刚鼎余家 金刚萨朵 五秘密修行念诵 以鬼在 此菩萨能给予 无边众生安乐 而整把无边众生 逆于贫溃之逆者 凡有所求 无论世间 出世间之息 有愿望 皆令满足 离去世卷上 大乐金刚萨朵 修行成就 以鬼 十七圣大曼图罗 一术 P6804 处指 一级不尽之手指 指左手无名指 小指 印度之习俗 如策后 以左手无名指 小指洗净 故称处指 即处及时器 入众日用清规 万序一一一 四七二下 护第四指 第五指 未处指 不得用 日用诡犯斩法 P6805 处被关 禅宗公案名 右座祖星被处 为黄龙祖星禅师 一千零二十五 一千一百 接化学人之机 禅院蒙求卷下 万序一四八 一四零上 黄龙祖星世中常 举全问森曰 换作拳头则处 不换作拳头则备 换作什么 莫有弃之者 从灵称之处被关 P6805 处筒 禅灵用物之一 即奋器 右座净筒 原为不净之器 精明净器 乃因侧所谓处会之处 而以净结胃药 故称净筒 又只剩水 以清洁处器之水筒 禅灵象器兼器物门 P6805 处坪 处 不净之矣 为清扫厕所 而携至侧中之瓶 称为处坪 P6805 处落牌 处 不净之矣 落 遗落之矣 为禅宗修行道场悬挂于厕所之告示板 厕所内若污秽狼藉 自己不加清洗 则挂牌 抱之镜头 另洗镜 或位于牌之一面书 处 字 一面书 落 字 若侧内不净污秽 则挂处牌 若有邪履等 落于侧内 则挂落牌 而告之镜头 禅宁向器尖图牌门 P6805 处逼羊 禅宁用语 原指羊 于禅宁转指不识法之婚 媚学人 盖羊目不能辨物 凡有处于笔者及时之 故有处逼羊之语 灵记录 大四七 四九八上 经时学者总不识法 犹如处鼻羊 逢者物 安在口里 奴郎不便 兵主不分 P6805 处乐 处 指根 静 时和和而生之精神作用 既有六种 即眼处 耳处乃至一处 处乐 即只因处而发生之月情 如男女处生之乐 P6805 处理 又作略拜 吉礼 宿礼 指折叠作剧至于的而行叩拜之礼 一大剑青规载 古法规定小僧见大比丘时 需两度斩折作剧而礼拜三回 大比丘则约至小僧免行此礼 小僧及以作剧处第三拜 大比丘达以一拜 禅院青规卷一旦过 参月 两斩三拜 3073 P6805 处慧 未处于不敬物 印度婆罗门法中 严厉处慧之调制 且有服处之法 大日经书卷二十 大三九 七八零上 处慧使者 未施禁法 如沙门犯戒也 或未有时犯意不绝 人结其法 或落身神断 或三其障者 或时时未守托处等 P6806 处类世道 为红周禅之修行主张 处类 指人类之各种行为 道者 指佛道 意味人类之任何思想与行为均为佛性之表现 据宗密之原觉经大书超卷三下载 其心动念 谈指 请看 扬眉 顺目 凡所作所为 皆是佛性全体之用 即全体贪 甜 吃 造善造恶 苦受乐受雇 一一皆属佛性 顾知其主张在佛教之修习上 要求纵任心性 而不必刻意去做修善断恶等之佛事 道极是心 恶意是心 不断不造 任运自在 致使无法可居 无佛可作 处类世道与纵任心性 并遭成为此派禅法之特点 禅门师资成习图 P6806 处中 于明中时 最初一身与最后一身称为处中 禅灵向器兼备器门 凡明中法 其起 指一身 明处中 百丈规超卷八维纳条 P6806 一仓 为西藏地方政府之秘书机关 设有四名 众议清波 四品僧官 掌管除班禅系统以外之居宗教 事务 附得达赖喇嘛之印信 文书 起草公文 命令 收发罕见 并管理僧官之培养 任免于调动 P6806 一经 即一经演 又作安经 广义而言 并不限于经藏 如律 论之翻译 一皆称为一经 盖以印度各种方言流传之符 经 律 论三藏 被整理 被犯 八例 之远 即 佛教 传来 东方诸国 遂逐建议成各国语言 现经之汉 一佛典有直接由梵本 译出 亦有由西域地方 胡语 译者 在我国 在我国古代之经 大多有朝廷保护设制 一经愿以完成一页 此类一经 称为奉赵义 故于现存之诸经中 未提为奉赵义 的极少 又精通 汉语言 从事一经之法之 称为一经三藏 略称三藏 或三藏法师 然一经之大业 古来即含有 独自一人完成者 而细于一经三藏下 另有众辅助者 从旁协助一页 其后乃有专为一页 所设之种种观制 据佛祖统计卷四十三载 一场所致之意 各有下列九日 一 坐于正面宣述范文者 称为一主 二 坐于一主之所 评量 批判 审查 犯者 或判断一文正确 与否者 称为正义 三 坐于一主之右侧 审查一主所读 范文之证悟者 称为正文 四 听受范文而将范英如实写成汉字者 称为书字范学森 五 汉范英翻译成汉文者 称为笔寿 六 连罪文字成句者 称为罪文 七 对照范文与汉文之证悟者 称为参议 或是正范语 八 萧山冗长之文以定据译者 称为堪定 九 坐于南面论事译文者 称为论文 译经中 仅译出一次者 称为单译 一译 翻译二字以上者 称为众译 意译 同本意 译者名称不明之经典 称作诗译经 后诗之译经 常于经手或卷为属明译者之名 而在古代 译经者多不属明 故所谓之诗译经特多 又唐代玄奘及其以后之翻译 称为新译 玄奘以前所译者 称为旧译 或为姚秦 纠摩罗时以前之译 为古译 东静道安汉译经典时提出 武诗三不义之说 为汉译经有五种情形 一诗原意 而有三种难义之情形 武诗 又作武诗本 即 一 由于文法相译 原语与汉语之文词颠倒 二 原典之文体之谱 较少修式语 汉语好文式 三 原典常有数度重复相同之语句 极为繁琐 汉译则多略去此类重复语 四 原典之文中夹杂注解 与此颇有错乱之嫌 汉译文体多略去此类夹杂之注解 五 原典于说必一诗在接续次世之时 常有重复前述文词之嫌 汉译则多省略重复之部分 此及汉译经典五种译于失去原意之情形 三 不义 即 一 圣典系 当时之风俗 语言等而立 但无唤心仪 实俗即便 若其已适合现代 则翻译不义 二 不拘圣人与凡夫之距离多大 而欲令远习圣人为妙法因 适合后适凡于之风俗 则翻译不义 三 阿南出经 据佛事不久 在经无数圣者典孝记载 从而乃有圣教流传 后世之人若已浅见从事一经 纵然审慎万分 亦恐有所而悟 则知翻译不义 此外 玄奘亦有五种不翻之说 即 一 秘密固不翻 如陀罗尼 二 寒多亦固不翻 如婆家饭 三 此方无固不翻 如颜浮述 四 有谷亦固不翻 从前已经因亦 且未一般所知 如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五 令身善固不翻 如般若 闻之则生信念 若亦做智慧恐生轻薄 以尊重固不翻 令据续高森传卷二 翻译名义及卷译等载 随代宴从者辩证论 举出八倍十条之说 所谷八倍 乃亦经者应具备之八种资格 即 一 诚心爱法 志愿一人 不但九十 二 将见绝场 先劳戒足 不染饥饿 三 全小三藏 一贯两圣 不苦暗制 四 旁舍粉使 公坠点词 不过卤桌 五 经报评述 气量虚荣 不好专职 六 省于道数 但于名利 不欲高选 七 药实泛言 乃嫌正义 不坠笔学 八 薄月苍雅 粗安撰立 不媚此文 十条 则为一经十项要立 即 一 自身 二 聚运 三 问答 四 名义 五 经论 六 歌颂 七 咒功 八 品题 九 专页 十 译本 赞宁之宋高僧传卷三译举出翻译之六例 即 一 译字译音 分位译字不译音 译音不译字 音字句译 音字句不译等四种情形 二 虎语泛语 说明原典有虎语与印度纯泛语之别 于纯泛语之中 依五天竹地域之别 各地泛语亦不仅同 虎语之中 有数读之虎语 如结双纳国 亦有横读之虎语 如土霍罗 加壁士等 此外 如归之语则是亦胡亦泛之语 三 众语之语 直接从印度之范窃译成汉语者 称为直译 一度译为胡语后 再度转译成汉语者 称为众语 此外 译者来华之途中 经历诸湖国时所译之经典 译语之中常加带胡语 此则属译之译亦重译 四 粗言细语 印度之语言有所谓平常言词之口语 与点证言词之文言 其中 佛陀说法时大多采用口语 又佛陀之言应可概分两类 即分明点证之全身 细语 语不分明额辟之半身 粗语 此外如法护 宝云 玄藏 义境等所义之范本 皆采用中天竺之细语 五 华言亚俗 为亦臣之汉语 亦有亚俗之别 六 执语密语 为泛语 设俗者为执语 设真者为密语 首轮言义书注经卷一之一 佛祖统计卷五十三 法院诸零卷一零零 大宋僧史略卷上 出三藏记及卷六至卷十一 批六千八百零六 义经院 北宋开封太平新国四支官设佛典汉义机构 又称传法院 设于宋太宗太平新国五年 九百八十 我国之佛典翻译工作始于后汉 多依帝王之保护 随大业二年六百零六 阳帝于洛阳上陵园设置翻经馆 命翻经学试验从居之 唐贞官二十二年六百四十八 太宗于大慈恩寺西北造翻经院 以为玄葬之一场 至宋太宗时 法天义出圣无量寿经 七佛赞等 周官表境 上揽大悦 乃赤建义经院 命天席灾 法天 师护等于此从事义经工作 据佛祖统计卷四十三载 太平新国八年改名为传法院 赋于其西策建印经院 义经院组织完备 设有义主 正义 正文 书字范学森 笔授 罪文 参议 刊定 论文等九职 通称义场九位 该院为北宋之义经中心 所义己囊括当朝所有义经 载于大中降伏法保禄 谨佑新修法保禄者 即见百余不知多 谨佑以后北宋之义经 资料却如 谨知有志吉祥 经总持 日称 昭德 惠寻等于此从事义经工作 世事基古略卷四 佛祖历带通载卷十八 宋慧药 道士 条 传法院碑名 夏颂 文庄集卷二十六所收 批六千八百零八 辟语略称 辟或语 为使人于理解教说之意义内容 而使用实力或预言等加以说明 称为辟语 其犯语有四 即 四者之间有所差异 与本位类推 比较之意 表示比较 相似 同一 如法华经中之火宅域 亚域等域 与故事 丁阶与 Udhara 均为英明用语 细论述某一教说之后 作为实际立正之陈述语 Avidna 为九部经或十二部经之一 因语阿波陀纳 在形式上语 深谈 相同 广义言之 包含佛传文学 赞佛文学 因缘故事等 其梵文本代表经典有 辟语百诵诗集 梵阿波陀 N.A.A.A.T.A.K.A. 天夜辟语 梵大V.V.A.D.N.A. 菩萨本 本身论 梵J.T.A.K.A. M.L. 其汉语本 有贤鱼经 六度吉经 百玉经 传及百元经 菩萨本身蛮论 杂宝藏经 大庄严经论 菩萨本元经等 菩萨本身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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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孙说法 进气法或准备全体之类四点加推 语 据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九诗子后菩萨品载 依辟预方式之不同 可分为八种 即一顺欲 依物顺 其之序所所辟预 二逆 逆 于事物起之 所所所之辟预 三 现欲 以当前之事实所作之辟预 四 非欲 以假设之事件所作之辟预 五 先欲与比欲 于事项所说 欲 前说 辟预 后举所 欲显 教法 六 不欲 以欲之 让后 所说之辟预 即先说教法 后举辟 七 先后欲 先后所说之辟预 即于说教法 法之前后均作辟预 以彰显之 辟预 辟预 全部弃和所欲 预显的事项之全部内容 即逐一设预 并逐一说明教法 如以植物谓预 逐一说其雅乃至开花 结果 以知逐比喻佛弟子之出家乃至成道 若就类别而言 常于诸 经论中之著名辟预有 一 显示诸现象存在稀无实体 一切皆空之辟预 大 品般若经卷一举出实欲 即 一 如幻域 譬如魔术师 以幻术变化出诸物 如法 白石有 但以见闻之故 能识别诸相 此称如假有 如幻即空 二 如燕玉 燕 即止成影 日光照射时 因风吹动而令尘哀非散 亦如在野中 因成影 物以为水 遂生取植之心 为烦恼难复众生 流转于生死旷野中 令其男女等香 而至爱者神伦 三 如水中月 又 坐水月 遗 譬如月在空中 饮 取水 蒙昧 小儿 见水中月 欢喜 欲取 为石像之月 犹如法性 在于石济之虚空中 然在凡夫心中 则现为我 我所知香 且知此幻香 以为时 四 如虚 遗 亦如虚空 但有亚名而无实体 非可见之物 如无人远眺 转剑薄青色 为凡夫之人 远离无漏真实智慧 故舍弃时香 而执着于差别之现象 遂见比我 男女 乌城 等种种杂物 五 如想欲 譬如山峡谷 从身有身 称之为想 回阴 无智之人 为为时 有人语 阴身 为诸法 皆空 亦为狂乡而已 六 如监踏婆尘 欲 监踏婆尘 作甘 踏婆尘 亦若寻 香尘 即只剩一楼 譬如日初初时 建城门 宫殿 行人等 圣器所成之幻香 为无智之人 在本空之五音 十二入 十八戒中 望见有我语诸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 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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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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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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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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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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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看 感谢观看 感 感谢观看 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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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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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孩公后,一名西达多,泛西达特,巴西达萨,又做萨婆西达,泛沙发西达特,巴西达特,巴西达特,巴西达特。 西达特,萨婆后,巴西达特。 意识为一切识成,一切事成,才吉,及柴,成立,厌世,劍疫。 摩耶夫人于分检后七日去世,太子岁由女母摩赫波窝波提,范迈摩露特,浮域成人。 据佛本行及经卷十一席学记忆品 有部皮奈耶破森试卷三等记载 太子小时谁从婆门奢密多罗 范非埃分的彩 光甲,学习文艺,随颤提提婆 范K&T Dava,同神,学习武技,皆兮通晓 吉祥,迎取天庇恩主善绝王,范Suprata,之女耶稣陀,范阿尔,未经 圣子罗罗,范阿尔胡拉 据修行的起经卷下游观品的所在 太子曾由臣之死门出游,见老,病,死,沙门等现象 深感人生之苦痛与无常,遂蒙出家修道之志 于二十九岁说十九岁 二十九岁,太子夜出王宫,自脱衣冠为沙门 初访批舍离国,范Fayel,巴加婆,范B.H.V.Gaeva,求道,赴智王舍臣,范R.H.A. 贤者 阿罗罗加兰,范R.A.K.L.R. 玉陀加摩子,范Yurika,R.Maputra,之教,以所学南真解脱之境 随至摩基陀国,范Mogoda,加耶,范Gae,南方之幽罗罗村,范UraVolf,苦行林,开始六年苦生活 有几次范王所派五位侍者与之共修 苦修期间,太子日时一麻一脉,虽至形体枯瘦,心恩衰竭 而始终未能成道,乃物苦行非得道因 最初苦行灵 十,共修之五世者物以太罪师,道兴,遂舍之而去 太子放弃苦行后,至尼连禅河,犯Naira January,沐浴,且接受牧女乳迷之供养 恢复体力后,至家耶村碧罗树,范Pipla,夏,以及祥草草荠荆座 东向家夫儿 端身正念,静心莫照,思维解脱道 四十九日后,于十二月八日破晓时分,豁然大悟,十年三十五岁,亦说三十岁 由此因缘,乃称毕罗树为朴树 范PoDivka 世尊降魔,成之经过,载于阿韩 卷五十六罗魔经,修行本起经下 年轻苦品及降魔品,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 佛本行及经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五分绿卷十五等 世尊臣道后,于波罗奈臣,范RF,陆野苑,范Agave,首先教化共修苦行之五位侍者,此即初转法轮 五位侍者即有名之五比丘,阿若娇晨儒,范JTA,康英尼尔,拔提,范Badrika,婆沙波,范Bipa,摩南,范Mahemar,阿说 诗诗,范Avahit 有关世尊初转法轮,演说四圣地,八正道等世纪,载于杂阿韩卷十五转法轮经,五分绿卷十五,有五比纳耶杂日卷三十九等 此后,世尊自称如来,范Toscheta 如来之语亦甚多,一般亦止,诚如实之道,而善来此娑婆世界 初转法轮后,世尊至摩接国 华杜拜火调至幽楼平罗嘉业,范Uroof,范Yaba,纳提嘉业,范Naudi,范Yaba,范Yaba,范Yaya,范Gay,范Yaya,等三兄弟,及其弟子千里 又画杜六师外道之一的诡辩派摄义弗,范Yiputra,及穆尖连,巴Mogalna,其后二人成为世尊长大高族 又于王舍臣的国王平婆梭罗王,范Bimbisra,之皈依,吾加兰陀 范Kalanda,范Kalanda,所现之竹园中建立经社,供养世尊,称加兰陀竹林经社 至此,佛教教团竟斩碎成立日中天之事 此后世尊一度反故乡家皮罗未成,皈依者众,如亦母帝南佛,佛罗 唐帝提婆达多,离法匠幽玻璃等,接替法出家 又为舍卫尘,范Rabust,须达多长者,范Sudata,说法 长者于舍卫尘太子之多,范Geta,所赠元陵中建立大经社 以县世尊,功长其安住红法 舍卫尘国主波斯逆王,范Brasnaget,亦于此时归一 即禁犯王嫁暴,世尊再度回国 后以母波蛇波提,非耶稣陀罗等义替法出家 此为比丘尼教团之时,波蛇波提则为佛教教团第一位比丘尼 此后世尊许印度各地说法部教,无论贵贱男女,西施教化 其教法与印度文化及宗教影响甚至 世尊臣到以后四十四年间下安居之处所 于森家罗沙所集卷下有详细记载 一知,世尊先后驻于波罗奈国 灵鹿鼎顶山,范J Drakke,摩居罗山,范Mokula,三十三天,鬼神界,舍未指数给孤独猿,这里山等地 另据八大灵塔名号经载,世尊曾于雪山修苦行,后立柱皮沙林,惹李延,大野,范AV,韦努俱落等 又英国学者大卫斯,T.W. Reese Davis,1843,1922,据西兰籍缅甸之佛传,巴黎文法巨经柱,Demopithecus,等,为指数孤独猿 原建立以后,世尊曾驻于皮蛇以臣之大陵,巴黎,芬娜,摩居罗山,森加舍,巴埃西基萨,巴利雷亚卡,巴巴罗利亚卡,曼特拉,巴曼陀拉,等地 此外,大制度论卷三,分别功德论卷二,高斯法协传等对此译有记载 综合以上诸说,可推之世尊弘法之地多在王舍臣与舍未臣一代 有关世尊之晚年生活,据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六,一族经卷下,初药经卷十六,皮尼姆经卷四,五分绿卷三,卷二十一,卷二十五,四分绿卷四十六, 有不疲奈耶波森是卷十三,卷十四,善见绿皮婆沙卷二等所在,彼时提婆达多欲破世尊让与教团僧众,所欲不遂,乃不断破森害佛 又波斯逆王之子刘黎王即位后,公法世尊之故乡家皮罗未臣,王世家族,其时大目尖连等剑言世尊师与元首,世尊未说世家族之素也 世尊在世之最后一年,离摩接驼国,北游恒河,金皮舌离,半发,至波婆,范尼姆,受精纯土土,范尼德,之供养,因时苏加拉摩达法,巴斯卡拉麦得法,即沾潭树荣,而离病。 临终前于居孙河,巴恰克克序,最后之沐浴,伏侨师,摯加罗仁,范科诺河,沙罗双鼠林,口北面西尘吉祥卧. 夜半,世尊将舍受前,对诸弟子作最后之教界,而后平静入灭。 世滋以海 来出自于莫罗族、范莫拉、巴桐、知天官寺、范莫库、Abanana、Citya、施以火葬 然参与济世之居施纳杰罗、波婆、哲罗、罗摩加、皮刘提、加皮鲁、皮舍离、摩基托等八国使节 由于分配一股问题而起争端 后经相信婆罗门、巴杜A、调停乃的定义 由八国军分一股 相信婆罗门的设立平 另有教持入会之壁 范莫拉、村人景德乔探 各国纷纷建塔供养 此即今日使塔之由来 世尊入灭之年 于王舍臣之七夜窟 举行第一次经典节集 使以大家业 范莫克雅巴为主要召集人 阿南、范南德、与幽波黎、范阿普黎 各依其听闻佛说之祭 一送出经、律、赴经大众讨论刊定 而成为后世经律之准则 此后历经变迁 世尊之教法岁分位以巴黎语为主之南传系统 与以汉译经典为主之北传系统 广传于后世 关于世尊之诞生 出家、成道、初转法轮、年寿、入灭等之 却十年月经典中有各种不同说法 世尊之年寿 一、菩萨处胎经卷二十三日等品 未年寿八十四 二、班尼环经卷下 未年寿七十九 三、金光明经卷一寿亮品 八大灵塔名号经 八利文大班涅槃经 Mahparanavani、Sata、缅甸所传等 未年寿八十 四、大皮婆沙论卷一二六 未年寿八十余 世尊诞生之年代 现代学者亦有多种推定 日本佛教学者宇景博寿 未溪元前四六六年 未佛诞年 中村元一据其说 后采用新发现之希腊史料 考证后定位溪元前四六三年 世尊诞生之月日 一、长阿寒经卷四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 以佛本行及经卷七 一、萨婆多皮尼皮婆沙卷二等 未二月八日 二、修行本起经卷上菩萨将生平 未四月七日或四月八日 三、太子瑞印本起经卷上 一出菩萨本起经 佛所行赞卷一生平 十二游经 观喜佛形象经等 未四月八日 四、大唐西玉记卷六节 比罗法苏赌国条 未未赛月八VSKH之后 半八日 相当于我国农历三月八日 五、上座部 未未赛月后半十五日 即满月之日 相当于我国农历三月十五日 世尊出家之月日 一、长阿含经卷四 未二月八日 二、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二 未二月七日 三、修行本起经卷下出家平 未四月七日 四、太子瑞印本起经卷上 观喜佛形象经等 未四月八日 五、八利文本身经佛传 未阿沙图月八SH 之第十五日 世尊臣道之月日 一、长阿含经卷四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 萨婆多皮尼皮婆沙卷二等 未二月八日 二、八利文大使 Mahvasa 未未赛月满月之日 三、大唐西玉记卷八 未未赛月后半八日 四、上座部 未未赛月后半十五日 世尊出转法轮之月日 一、菩萨处胎经卷七 未二月八日 二、大皮婆沙论卷一八二 未加利底加月白半八日 世尊入灭之月日 一、长阿含经卷四 未二月八日 二、大班涅盘经卷一善剑绿皮婆沙卷一等 未二月十五日 三、八利文一切善剑绿 Sementapastic 序、八利文绿脏 分内阿、派AKA 大使第三章 大唐西玉记卷六 居师纳皆罗国条等 未未赛月后半十五日 四、萨婆多皮尼皮婆沙卷二 未八月八日 五、大皮婆沙论卷一九一 大唐西玉记卷六 原影说一切有不所传 未加拉底加月后半八日 六、观喜佛形象经 未四月八日 又世尊之入灭年代 众说纷纭 日人与景博受主张 为西元前三八六年 中村园主张 西元前三八三年 我国应顺则主张 为西元前三九零年 综上所述 世尊降生、出家、成道等 之月日可大别为三说 即 一、二月八日 二、四月八日 三、二月十五日 入灭之月日 亦大别为三说 即、一、二月八日 二、二月十五日 三、八月八日 此外 北周道安之二教论 据舍论宝书卷一等 比较印度力与我国农历之月分 为印度之二月相当于我国之四月 又印度力每月初一相当于我国农历 第十六日 月末日相当于我国次月之十五日 其前半月称为黑分 后半月则称为白分 参阅 佛传典集 两千七百二十九 佛灭年代 两千七百三十四 立 六千两百二十七 批六千八百二十四 释迦牟尼如来向法灭禁之计 全一卷 唐代法成义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一册 记载于田国等之佛教历史 集于田国第七世 皮左耶气多王时代 森加婆尔陀纳罗汉 以预言方式讲述于田国佛教之心肺 乃至向法灭禁等事 本书仅为藏文原本之部分汉译 乃薄熙和于敦煌所发现者 为研究古代西域之珍贵资料 及研究西藏原本之重要参考书 批六千八百二十九 释迦家家世 家世 又作邪世 邪世 只是立于中尊两侧之世圣 大臣以文书 普贤二菩萨为释迦佛之家世 由圣列之次第 文书在左 印度俗法上左 普贤在右 若依理智 定会等法门 则普贤当在左 文书当在右 小臣则以加业 阿南二阿罗汉为释迦之家世 一介腊之高低 加业在左 阿南在右 批六千八百二十九 释迦念佛 为畅念释迦牧尼佛之名号 回愿正大菩提 为念佛法门之一 又称世家大念佛 大念佛 法华经卷六如来神力品 大九五二上 亦当礼拜供养释迦牧尼佛 比诸众生闻虚空中生 以和长相娑婆世界 作如誓言 难无释迦牧尼佛 难无释迦牧尼佛 以种种滑香 因落翻盖及诸延生之巨 珍宝妙物 皆共遥散娑婆世界 此处称念释迦牧尼佛之名号 系表示归命之矣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参阅念佛 三千两百零八 批六千八百三十 释迦法 供养释迦牧尼佛之谈法 为密教修法之一种 即以释迦牧尼佛为本尊 为增益除障难 治病而修之密法 陀罗尼及经卷二位 咒诗若欲的供养十方诸佛 欲弊一切障难 除一切鬼病 治一切病痛者 应作此法 幼释迦牧尼佛经刚一臣修行 以鬼法品载其作法 为其供养一事 劝请奉诵 皆依如来部 如苏西的经等说 以佛言尊位部母 以南圣愤怒为截户名亡 此外 大日经 胎藏部之经轨 及陀罗尼及经卷一等 虽亦载有释迦之应言 然有关释迦法之典 句则甚少 慕离曼陀罗咒经 图像超卷二 秘密真言法药汇聚 物光 P6830 释迦皮仁家摩尼宝 范语AKRPILATNA MIRADNA 右座释迦皮仁家宝 释迦皮仁家圣摩尼宝 皮仁家摩尼宝珠 皮仁家宝 释迦皮仁家 一般易做地势池 易及 地势天之所有 又易做能胜 离狗 摩尼 为宝珠之总称 及地势天之锦释 常能放光 经典中易以之为世尊 观世音 弥勒等佛菩萨之庄言句 一大方广宝窃经卷上载 地势井上之皮仁家摩尼宝珠 便照三十三天 此境宝珠比喻菩萨之智性 能献一切事 幼大法聚陀罗尼经卷 无人较量品味 须弥山顶有威花 世家皮仁家 宝经三宝 其中皮仁家宝系纯真金色 为善根所生自然雕淫 能出过须弥山顶之刀立天处 夜魔天处 兜立天处 驻于范功 菩萨从严福提身兜立天 以善根立此宝及自然生于窃中 所有魔世自然坏灭 观无量寿经 观弥勒上身兜立天经 观经妙宗超卷二 批六千八百三十 世家院 为密教胎藏界曼图罗中之一院 位于东方第二众 即便之院之上方 此院表示大日如来说法立身 方便设化之德 以世家如来 此世家如来非为生生佛 乃变化之法生佛 为主尊 故称世家院 由三十九尊所成 其中 世家如来为佛宝 观自在菩萨为法宝 虚空葬菩萨为僧宝 表示三宝具足之意 世家如来坐于白莲花上 表示其出于五浊之事 虽与众生应同 但却不便自体之清净 关于世家院之曼图罗 诸经鬼说法不一 现图曼图罗所举如此 供养云海如来 至居指罗如来 与幽婆 离如来 舌家 瞻言除障 佛顶阿南高 佛顶 居指罗 最圣佛顶 保福辟之佛 伦福辟之佛 圣佛顶 如来 雅白 散盖 佛顶 观自在 世家无能 甚虚空葬 世家无能 甚非 如来 硕起 底一切 如来 保瞻 相辟之佛 如来 豪香多 摩罗 相辟之佛 大目 尖连转 伦佛顶 须菩提 光聚佛顶 佳顶 无量 身佛顶 舍利 佛如来 悲如来 喜 如来 敏 如来 舍如来 此该愿 列有 除障 高 最圣等 八佛顶 佛顶 系表示果得 幽玄之义 盖世家如来 虽未 变化身之佛 然未表示 与本地 法身无二 而果得 幽玄之 顾列 与此愿 又如来 雅 如来 豪香 亦列入 世家愿中 此系表示 世家如来 本来 常住之 自信法身 无能 圣 无能 圣非 二尊 表示 世家如来 与菩提 树下 成道 降伏 摩之 额 大日经 具原品 秘印品 大日经 书卷五 批 6830 世家 曼图罗 秘宗修法中 以世家如来 为中心 而建立 之曼图罗 此类图像 诸经所在 各有不同 据大日经 卷五秘 秘曼图罗品 所在 世家 大师子 谈称为 大英陀螺 其谈黄色 吉令先例 四方君等 于中化 金刚 储 储上至 莲花 莲上至 若做 佛行者 当化 世家 佛持 又以 金刚 为之 又 感至 加沙 左边 至西 杖 另据 世家 闻 尼佛 金刚 将亦成修 以鬼 法品所在 若预报 无上 世尊恩 得者 先作 曼图罗 其中央化 世家 木 尼 像 夫 坐于 白莲花 台上 普贤 文书 观音 弥勒 住于 似于 如胎藏 说 各作莲花 伴家 而居 于佛 前有如来 于佛 又有 贤 平寒 花 于佛 后有 西藏 于佛 左边 有 保罗 四物 各置于 莲叶上 光 眼围绕 此即 通常 所称 之 世家 曼图罗 此外 一切 功德 庄严 王经 大放广 曼书 世历经 曼图罗 品等经 中皆有 世家曼图罗 画法之描述 一字 佛 顶伦 王经 卷 一部空 所神 辩 真言 经 卷 九广 大解 脱曼图罗 品 穆离 曼陀罗 咒经 大日经 书 卷 十六 大日经 义 试 卷 十二 绝禅 超 世家 上 卷 P6831 世家 1354 1435 西藏名 Kia YES 又做世家 野施 世家 亦西 或西藏名 Baiams Chanchas RJ 亦做 甲青蛆疾 江青蛆疾 江青蛆疾 明出 喇嘛 教 俄 尔德 派森 宗喀巴巴 大弟子之一 为第十四章 加乎 图 刻图 西藏 根堂 藏 哥 THA 人 从宗喀巴 学习菩提 道次第 秘密及五次第 等密宗 典籍及 及戒律 十宗喀巴 受名 臣族 知情 令师 代行 永乐十二年 一千四百一十四 京成都至北京 驻西法渊寺 一年 修密密及等 臣旧公养 臣族赐 尿诀 元通辞会 浦印府国 显教灌顶 红扇 西天佛 子大国师 知应告 从寿灌顶 后于五台山传法 受戒一年有余 返藏后 见瑟拉寺 藏SERA 并奉宗喀巴之命 在瑟拉寺设置大臣学院 二十一年 二度入京 玉成祖崩 为修曼图罗宫 宣德九年 一千四百三十四 三度入朝 宣宗留住于京 册封 万行妙明 真如上圣 清静班若 红照 普辞辅教 至善大祠法王 西天佳如来自在大元通佛 略称大祠法王 一年世纪 适寿八十二 为喇玛皇教 俄尔德派 在深入内地传教之第一人 明史列传第二 一九 蒙藏佛教使 妙洲 蒙古喇玛教使 参阅 大祠法王 八百七十六 批六千八百三十一 世家无师 据增益阿含经卷十四载 幽皮家范至常问佛陀 佛师是谁 依和人出家学道 佛达约 大二 六一八下 我亦无师宝 亦父无语等 独尊无过者 冷而无富温 批六千八百三十二 世家一名 魏如来于娑婆世界中有无数之称号 如一切一成 圆满月 狮子后 世家慕尼 第七仙 毗卢哲纳 渠坛士 大沙门 导师等 八十华言经卷十二 批六千八百三十二 世家发心 大制度论卷四 巨舍论卷十八等 在三大阿僧指节前 有佛名世家慕尼 世尊为菩萨时 逢此佛而发心 且愿如其作佛 此即最初之发心 今如愿为世家慕尼 其行化一同彼佛 又依法华经卷三化成玉品载 过去九远节 有佛名大通至圣如来 于魏出家时 有十六王子 后君出家为沙弥 听闻法华经 遂皆成佛 其第十王子及后之世家如来 法华经化成玉品 大九二五上 已曾供养百千万亿诸佛 尽修饭行 求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此时已飞出发心 又一杯华经卷二卷三之说 往昔山提兰国无正面王时 宝海泛志有一子出家成道 称为宝藏如来 其时宝海泛志劝王及王之千子 与其他众多弟子发心 王等随之愿求清静佛国 其一千弟子与武士者愿求卓二事戒 泛志最后一发五百大愿 愿求卓二事戒 即后来之世家如来 是为贤解佛中之第四佛 批六千八百三十二 世家发浅 发浅 为 召唤 之对称 为世家如来于娑婆会土 劝说往生阿弥陀佛之净土 观无量受佛经书玄一分 大三七 二四六中 养为世家此方发浅 弥陀及彼国来迎 比换此前 岂容不去也 批六千八百三十二 世家经 为唐代敏法师所立二教之一 指世家佛为应众生之基根 而说方便委屈之教法 如法华经 涅槃经等 为 卢舍纳经 之对称 参阅 二教 两百一十一 批六千八百三十三 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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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雕化 世家慕尼佛之身相 即斯穆是尊人格之伟大而雕化供奉其相 世家相之造力 据增益阿含经卷二十八 观佛三昧海经卷六等 在佛世时 幽田王 波斯逆王君曾为佛陀以纯经著相 然此等记载孔系后世之传说 盖位有佛像以前 印度一般以法轮 菩提树 摄立塔等象征佛陀及本身谈图 至西利纪元前后 印度坚陀罗的方式出现各种姿态 知识家佛像 有两手交合之思维像 右手截处的应之降卧像 两手于胸前截转法轮应之说法像 上述皆为坐像 佛传中最常见者为诞生佛与涅槃像 另有苦行世家 出山世家等 话题极为丰富 据宏明集卷一所载穆子李霍论 梁高森传卷一族法兰传等 我国后汉明帝时已有图写之世家相 又据出三藏纪集卷十三康僧会传 广宏明集卷十五所载东静之道 灵之世家文佛像赞等 可知三国已降 佛像之造力逐渐风行 福晴建元二年 三百六十六 沙门乐准于敦煌明沙山绝遭佛堪 为我国遭窟造像之薅使 北梁举曲蒙训赴于明沙山以东之三为山开遭窟殿 其后见次增注 达数千窟之多 即所谓敦煌千佛言 又称莫高窟 北魏文臣第十 令谈要于平臣西北之云港做五大石窟 第十六至第二石窟 献文 孝文二帝一相继开凿 凡二石窟 大多供奉世家佛像 北魏太和十九年 四百九十五 迁都洛阳后 于龙门造佛堪 随 唐济之 其中亦多世家相 出唐以降 密教传来 同时亦传入世家及世家曼陀罗之画法 在胎藏界曼陀罗中为天古雷音如来 配于中台八叶院北方 又为东方世家院之主尊 其中 中台八叶院之形象成黄金色 左手坐拳 养至旗下 扶幼长 安于西上 坐宝莲华 及皮炉遮纳法身助离热清凉 既定之香 以至于中台 故称第一众世家 世家院之形象成真金色 这干驼色夹杀 左手直夹杀一脚 右手竖指 以母指 无名指味轮相持 坐白莲华台 及皮炉遮纳说自内阵法门之说法香 以别至于东方第三众 故称外三众世家 右敦皇千佛洞自北魏契唐诵诸代监 屡有增注 其中 第一二零恩洞 伊薄熙和之编号 正面堪中至有中印度士之世家佛像 第一一一洞至有奸采中印 北魏样士之世家与多宝佛并作之像 史坦因异常于此的发现 绣造灵旧山说法图与卷本着色 世家说法图等 大日经卷一具原品 一字佛顶伦王经卷一卷二 清静观世英普贤陀罗尼经 尊圣佛顶修于家法轨一卷上 高森法显传 红明级卷十一 世家普卷三 梁高森传卷一 卷十三 洛阳嘉兰纪卷四 大唐西域纪卷二 卷四至卷六 法院朱陵卷十三 卷十四 佛祖统纪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九 佛祖历代通载卷八 J.Ferguson 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A Cunningham ST Part of Barhart P6833 世家普 梵五卷或十卷 梁戴森右转 收于大阵藏第五实册 内容广影大小成经律 技术世家族世系之传说 世家穆尼佛一代之世纪 及其入灭后至阿育王时佛法之流布 分为三十四项逐条叙述 附加传者简单之意见 并一一揭示典具 隐文 为我国传述佛传之史 为略显冗常繁杂 故有唐代道宣简略之世家世谱之作 本书有广略二本 高历本位略本 分五卷 宋、元、明三本位广本 有十卷 梁高森传卷十一 法经路卷六 大唐内典路卷四 开元世教路卷六 批六千八百三十四 世家、位、经家、与、论家之对称 指著世经论之文艺者 又指佛门之修道者 以及佛家 批六千八百三十四 世宫 指世家世之宫殿 法华经卷五永出品 大九 四一下 如来为太子时 出于世宫 去家耶臣不远 坐于道场 得臣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批六千八百三十四 是狮子 范语 Kia S.I.H.A. 为世尊之得好 世尊为人中之王 于三界中得五位自在 如寿中之狮子王 故称是狮子 略出经卷一大一八 二二四上 于菩提树下 获得最圣无相一切志 勇猛是狮子 又佛为人天之师 应以世家为史 称为是狮 此外 世尊乃世间第一之永雄 故一尊之为是雄或是雄 批六千八百三十四 世教 只是尊所说之教法 与佛教 同意 然则特用词称者 源于我国古来佛教与道教并称时 各取其教祖之名 称为是老 遂称是教 如红明集卷十一孔至归书并达云 大五二七三中 秦于是老 非敢一同 又如魏书等至是老至 皆属其理 开源是教路卷一元史本纪第九 第十二 明时西域列传第二一九 批六千八百三十五 世教三字经 全一篇 明代吹万老人者 敏修住世 又称佛教三字经 本书系作者模仿宋末驱世子 所者三字经 知体才而传述者 全书共有一八三计 分为十大段 于第五大段中又分为十段 以分别叙述大小成十宗 内容丰富广播 出世法界之义 四数佛陀降生 出家修道 正道之因缘 及其演说华言 阿涵等之次序 其次序说佛法在印度 我国传承之历史 及十宗之概要 再次论世五蕴 六根 十二处等诸法之义 最后劝人依寻性 解 情 正之次序修行 并举出诸多古德之行义 以劝戒后学 作者吹万老人 四川人 法号巨云 法会广真 德法于瑞池月和尚 为南月下第二十八代 已有巨云吹万真禅师 与路三卷 收于嘉兴本序藏经中 作者为随顺初学者之根器 故仿效儒家启蒙书 三字经 知体力而作本书 即以三字成句 四句成计之方式 将教潜意之佛学教理凸显出 以便接引出击 并使之意于学习祭诵 本书于清末时曾重行编定 阳人山并未知作序 据其续文所在 印光大师在普陀山眼观时 曾将本书内文改正十分之三 并修改注解十分之七 其后 阳人山并将印光大师之改正本 重新修订 并另行命名 称为佛教初学课本 经有南亭法师浅显之余体文注解本 即 世教三字经讲话 一书南亭并曾将此书播讲于 名本电台之佛教之声节目中 批6835 世教正谬 全义卷 清代爱约瑟迪锦传 三眼居士义 传者为应及传教师 自基督教徒之立场批评佛教 认为佛教所说有为正理 由以大臣非佛说为主之论说 其内文网网络经典 教成 释迦牟尼 轮回 三宝 沙门 十恶 功德 偶像 净土 观音 世界 诸天 地 余 迪咒 宗门 纸观 涅槃 无常等诸相 记二章 此书于同志七年 1868 由香港英华书院印刑 佛教界辩博 此书者 有日本仰提设定之事教正谬出破 是教正谬破各一卷 南西之事教正谬绝赤二卷 南条神星之事教正谬辩博等 P6835 教部会考 凡七卷 全称古经图书及城市教部会考 清代讲延西等级 收于万序藏第一三三册 本书为编年体之中国佛教史 由周庄王九年世加身于天竺家皮罗 为国史 精秦 汉书至名 清 技术历代对佛教之政策及措施 卷七并有善善国 于田国 狮子国等之佛国际 及世事之源 佛入中国 佛法入中国等三篇短文 内容丰富 为研究中国佛教之良好参考书 P6836 世教会门标目 凡四卷 明代记小传 全称大明世教会门标目 为大明世教会目一门 一书之总目 大明世教会目一门又称世教会目一门 法藏思难 为解说大藏经所收经论之解题书 全书共四十一卷 内容虽完备 席未广行 经一本书 可窥知其足之大药 该书系依据天台宗五十叛教之先后 分为华言 阿涵 方等 班若 法华 涅槃 陀罗尼 圣贤者数等八部 智序所传阅藏之经一书及参考世教会目一门而坐 批6836 世教广平立章 请参阅大唐开源世教广平立章 世净土群一论 请参阅净土群一论 世犯 又做犯事 子弟世与犯王 此二天王归一世家穆尼佛 未经论中常见之守护神 观无量寿经 大一二三四一中 穆连世佐 阿南在右 世 范 护世诸天在虚空中 朴语天华 持用供养 无量寿经卷上 无量寿经一书卷上 观经玄一分 P6836 适量宋无颠倒显示解脱道论 请参阅能显解脱道论 适道路 请参阅宗里重经目录 适量论 泛名 Premi Vutika 西藏名 Chot Marnam Grel 印度英明大论师法称者 又称广世量论本颂 与法称其他六部英明著作并称 英明七论 本书系针对新英明之创唱者 陈那 吉量论 而作之著是书 全书将吉量论所说之六品 应该设为四品 即 一 未自比量品 又称自义比量品 阐述立论者本人引申 比量制 所需具备之条件 如 正因 等 二 陈量品 又称陈力量世夫品 阐述及量论中 归敬颂 之义 陈力如来未量世夫之理 三 限量品 阐述 限量 知定义 差别 以及 四限量 等 四 为他比量品 又称他一比品 广世能力因之得失 阐明使他人引申比量制之方便 为西藏格鲁派 黄教 学制规定必修课程之一 批6836 诗意 及解释经论等之意义 诸宗解释经论及真言之文具有种种不同之事体 如天台制以解释法华经 用因缘式 约教式 本式 观星式等四式 真言宗则用潜略式 秘密式 秘密中秘式 秘密中秘式之四式 批6836 事宜 请参阅 法华五百问论 事宜论 权益卷 东径带安道 带魁 335 396 转 收于大正葬 第五十二册 广宏 宏 明集卷 18 安道 少时 及众善行 然自觉 始终未能自苦海中解脱 乃怀疑佛教之善恶报应说 于校五帝太原十九年 394 请撰写本论 及安楚氏与玄明先生之问答 论述 积善受福 积恶受获之说 谨细圣人劝勉是人行善之权疑而已 实则人之福或早经命定 无法改变 安道将本论寄予庐山慧远 慧远之弟子周旭之 道祖 遂作男士疑论一文 博斥其说 批6836 世种 世家种族之义 世乃世家 泛奇亚之略称 异义作能人 能 职 未尽泛王家之本性 属杀地利种 在印度魏贵族 古来备受尊重 后世转称佛弟子魏世种 巨长阿含经卷十三 有不疲奈耶破森士卷二下等载 焦萨罗国梭子多城之城主身魔王 泛OKK Kansas 有四王子 此四王子有大能力 且曾居于雪山之南之植树林 以此之故 遂以身魔为世种之祖先 长阿含经卷十三之著文 大一 八三上 是秦岩能 在植树林 顾名是 是秦岩亦颜值 又具佛本行及经卷五贤结王种品载 世家性又称奢依其耶 范阿含经华 盖伊能之义称为世家 依植树之义 则称奢依其耶 是种令有曲痰种 甘蔗种 日治种等一名 盖身魔王为亚利安人种 亚利安 中有名之王族 其苗义是种 亦即为纯粹之亚利安民族 亦说世家族为突纳尼尔人种 Tourneans 知赛族 然赛族侵入印度在纪元前二世纪半左右 其实佛教已经兴起 故此说并不允荡 中阿含卷三十三是问经 启事经卷十 启事因本经卷十 众许摩喝地经卷二 四分率卷三十一 卷四十一 五分率卷二十一 释迦士普 释释药篮卷上 参阅 释迦 释迦 6823 P6837 释摩喝眼论 凡十卷 印度龙树菩萨造 姚勤法提摩多意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二册 为大臣起信论之著释书 一般略称释论 文前先说造论之指去 四举论之差别 将一代诸论总分为十类 大臣起信论设属于社议论 四名藏之差别 以起信论通设于诸藏 别则设于阿皮达摩藏 四说经之差别 为诸经凡一百亿部 起信论为诸经之所依 四述造其信论者 为马明论其本位大光明佛 论其因则为第八的菩萨 四入文广式 就其信论之因缘分 利益分 解释分 修行信心分 劝修利益分等五分解释其意 于利益分开利三十三种法门 大别为修行种因海与信德远满海 以对变其深浅 第十卷信德远满海之思想与密教集为一致 日本弘法大师及依此论发挥真言教义 本书相传为龙树所作 然其真伟论说不一 或为本书乃日森原人根据新罗森真聪口传而成立者 或为原传者为新罗国大空山沙门月中 或为本论诸咒各种奇特之意字中 有类于武则天之文字者 故推论本书成立于武洲时代 本书之著书极多 重要者有 是摩河言论记一卷 唐代圣法 是摩河言论书三卷 唐代法明 是摩河言论赞玄书五卷 宋代法物 以上均收于万续藏第七十二册 是摩河言论记六卷 宋代普观 是摩河言论通玄超四卷 宋代制服 以上均收于万续藏第七十三册 批六千八百三十七 试论 亦显教卫卫大制度论之略称 以之为解释大品班洛经之作 于密教则卫是摩河言论之略称 以之为大臣其信论之著试书 二解释经典之论书 亦称试论 三宗论之对称 就义经总阔宗旨而建立法义 称为宗论 反之一一解释其文意 则称试论 批六千八百三十八 试论 又作因陀罗论 为密教五智论之一 即金刚轮 德轮 黄色方形 种子位 诶 与纸经书卷三家住宰 大六一 五零零上 天地是 一名英陀罗 此云地 亦云主也 居庙高山顶善法堂中 中有常驻金刚界大曼陀罗三十七尊 八方天出守护经 此曼陀罗名为士轮 轮者 方坛 名为大英陀罗 士帝轮名 批六千八百三十八 士禅波罗密次帝法门 凡石卷 随代天台至以术 法圣祭 其后贯顶在家边阵 略称禅波罗密 右座剑次指官 次帝禅门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六册 其内容乃于三种指官中 详说剑次指官 凡分十大章 一 修禅波罗密大义 二 是禅波罗密明 三 明禅波罗密门 四 便禅波罗密全次 五 减禅波罗密法新 六 分别禅波罗密前方便 七 是禅波罗密修正 八 显示禅波罗密果报 九 从禅波罗密起教 十 结会禅波罗密归去 其中 一 修禅波罗密大义 细叙述全书之大义 略论十非心 并明菩萨之四红誓愿 二 是禅波罗密明 就禅波罗密之翻译 做种种解释了解 三 明禅波罗密门 说禅有色心二门 即是间禅 初是间禅 初是间上上禅 等三门之别 四 便禅波罗密全次 说自出发心至佛果等修禅之次第阶级 五 简禅波罗密法新 明法新分位有漏 无漏 亦有漏亦无漏 非有漏非无漏等四种 即说佛以四溪谈之因缘说此法 六 分别禅波罗密前方便 为欲开发内心 安心习学者 是修禅之前方便 初说外方便定外用心之法 即二十五方便 四明内方便定内用心之法 七 是禅波罗密修正 为禅有世间禅 亦世间亦出世间禅 出世间禅 非世间非出世间禅等四种 并详说九想 八年 十想 八倍舍 八胜处 十一切处 九次地定 狮子奋训三昧 超越三昧等九种禅波罗密 而原理无漏一段 即非世间飞出世间禅修正之乡 即后知果报 起教 归去等三章 则阙而不数 随智者大师别传 国清百路卷四 只观辅行传 红诀卷一之二 佛祖统计卷二十五 批六千八百三十八 是藏 为是教之三藏 宋 元 明皆有雕本 红编巨制 搜罗祥北 其中传记部 转集目录部等 可以考试教元流 宗派护教部 因义部则多随堂 以前之古文 不但为修行之宝伐 亦为义灵之真密 参阅 中文大藏经 一千零一 批六千八百三十九 是魔犯 指刀立天之主 是提环英 六欲天之主 天魔 娑婆世界之主 犯天王 为天中之三主 是提环英 又因陀罗 为佛教之护法神 驻于须弥山顶刀立天之善见大臣 领寺天王 巨杂阿含经卷四十载 因陀罗 具有聪明智慧 能观千种之意 古称千眼 天魔又称天子魔 梵德巴 普查 MRA 助于他化自在天 即欲界最上之地六天 此天魔能妨碍人之甚善 增及贤甚法 做种种扰乱事 令修行人不得成就是善恩 犯天王 又称大犯天 犯Machbram Dava 助于色界出禅天之第三天 此天已自主独存 为己为众生之父 乃自然而有 无人能造者 后世一切众生为其化身 大制度论远时 P6839 事件机古略续集 凡三卷 明代僧患轮者 略称姬古略续集 收于大镇藏第49册 本书续姬古略 始自元代至元元年 1264 指于明天起七年 1627 共364年 以430余森之世纪为中心 记载佛教历史 对于历朝佛教之心体 宗教政策 佛道关系等 义有记载 批6 1839 中 寺院未报时 急众所敲打之法器 在印度 于召集大众时 长吉木制之前锥 犯格 如增益阿含经卷 二十四载 七月十五寿岁日 佛告阿南 于露的宿集 前锥以召集大众 在我国则代以同中 而诸今要集卷 二十名中原条 引用杂欲经之计而为 若闻终身 卧者虚其 其所说之中 或系前锥之意义 中有梵中与幻中两种 一梵中 又称大中 调中 状中 红中 经中等 通常高约一五零公分 直径约六十公分 悬挂在钟楼上 细用于召集大众 或做朝夕暴时 犯中之上部雕有龙头 称为钓手 下部有相对之二座莲花状 状作 一称八叶 两座以两条交叉成直角之条 带相连结 称为袈裟 或称六道 又在上部列有环状之小凸起物 称为乳阔 从状作以下称为草间 下缘称居找 于禅林中 以其告之初夜 坐禅之时间 故称定中 父以其告种入僧堂 故意称入堂中 又梵中之音 或称为精音 二 幻中又称半中 小中 通常系高六十公分 乃至八十公分 吊在佛堂内之一余 以其用途为通告法会等形式之开始等 故意称形式中 我国自古及有同中之之作 然其起源不详 广宏明集卷二十八载 北周天河五年 五百六十六 至大周二教中明 北周五帝至 其他上有大唐新善四中明 唐灵德二年 六百六十五 至至京都西明四中明等 令巨续高森船卷二十九至新船载 至新在随大业五年 六百零九 驻于京师禅定寺 任时中之职 由上纪的之 北周以降范中之造立平人 此外 苏州寒山寺之中 由唐代张继所作封桥叶博师 而及父圣名 又据日森园人所作入唐囚法巡礼 祭卷三载 五台山有钟楼古 乃文书是现今中宝楼之处 于韩国 古来即有幽良之柱中树 故存有极佳之范中 如新罗会公王七年 七百七十一 所造泰德寺之中 近年玄于庆州南门外之钟楼 在日本 则有若甘有我国传入之中 以列为国宝 如丰前与左神宫 琉球波上神宫 肥前惠日寺 静江元臣寺等之所藏 现存最古之中造于文武天皇二年 六百九十八 经未经都妙新寺所藏 四分律山凡捕雀行事超卷下四 副法藏因缘传卷五 祖庭誓院卷四 佛祖统计卷四十二 赤修百丈清规卷八法器章 禅陵象器兼北器门 批六千八百三十九 中范 中身与范北之合称 两者具为佛寺中常文之音 盖丛林中日常制报时 集中等系以及中卫信号 以高低取调讽诵经文 寄诵等称为范北 批六千八百四十 中楼又座中楼 俗称中壮堂 中堂 中台 调中堂 为七堂之一 及四庙中玄挂范中之堂语 古时与金楼相对 通常与古楼分居加兰之两亿 盖中楼虽渊源于印度 紫园经舍无常堂之悬挂颇离中 然印度及西兰等地并无其制 为中国与日本别设之 此外 伊四塔记平康房菩萨四条载 古至以中楼建于东边 知纳佛教史记卷四 卷五 批六千八百四十 中头 禅门中植思明中之僧植 百丈清规正义记卷八 万序一一一四二八上 知客命中头明中三下 知客焚香一把在手 又从灵孝定清规总要卷下 万序一一二二四上 事早吩咐公头及中头 听后生作罢 森堂前打钟 及明大钟 仍令公头扑拜席 禅院清规卷四殿主中头条 批六千八百四十 脑伯 为寺院法会时所用金属法器之一 脑与伯源为二种不同之乐器 后来混而并称为脑伯 脑 古来即广用于僧家与乌习等之间 有金脑 铜脑等分别 金脑 据周理 礼记所在 戏于退兵或舞蹈完毕退场时 所铭记者 状如火运斗 有病 互相撞击则发出 铜脑 之声 故称为脑 铜脑 即所谓 铜拍子 与金脑制样式权益 然类似铜脑 为形状较小 由二个脑构成 因一清成 故俗称为脑 脑 又做铜脑 铜脑子 铜子 铜盘 由想铜制成 成员盘形 中央部分龙起一圆 此圆之中心穿有小孔 孔内附有一钮 使用时 以两手各持一面铜盘 互相撞击鸣奏 据绿书勒图载 铜脑子圆自西域 五柄 以皮胃钮 符合节拍 以相及 一乐多用之 又据通点之记载 出于西戎 南满等地之铜箔 其中央龙起之圆 有数寸者 亦有大智数尺者 中亚被沙克鲁克 BZ Click 出土之壁画 敦煌出土之净土变相 即日本当马曼陀罗虚空会 阿弥陀二十五菩萨来迎图中 均有此乐器之图像 又 挠博 知名 孔因同脑与同伯形状之类似 至混同并称 而流传至今 于佛教 除法会时明及脑伯外 凡出班上香 藏殿助赞转轮 行者劈涕 大众行道 皆心助持入院时 亦皆明及 佛本行及经卷十四 摩赫森指律卷三十三 赤修百丈 上清规卷八法器张劳博条 大宋森史略卷下结社法级条 禅灵象契契兼契兼北契门 批六千八百四十 行经文集 樊十九卷 宋代契松 一千零七 一千零七十二 者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二册 为名教大师 契松之文集 行经 广西藤县 为契松之身地 故本书名为 行经文集 契松属于禅宗云门宗 伯通如佛 对于当时儒家之牌佛论利加反驳 卷一至卷三为辅教篇 卷四为皇籍论语中拥解 卷五至卷七为论语四十篇 系以佛教之立场论 儒家礼乐 四端 仁孝等 卷八为杂者六篇语书状 卷九 卷十收录仁宗皇帝之书状 卷十一收录六 组法宝继续等续文二十三篇 卷十二题为至记名碑 卷十三收录碑记名表词等七篇 语书提书赞传评等十二篇 卷十四至卷十六题为非函 反驳寓玉等人之牌佛论 卷十七 卷十八为古律师一二九首 卷十九收录时门会 红礼松禅师塔师等诸诗之诗文 弃松如佛一致之思想影响宋代以后之佛教圣据 大明三藏圣教目录 批六千八百四十一 阐室 僧人之尊称 李白登八零开元四西格赠横月僧方外师 横月有阐室 五丰秀真骨 批六千八百四十一 阐驼 一幼座车逆 产纳 产夺家 亦亦欲作 硬作 为西达多太子出家于臣时随从之御马者 后出家 成为六群比丘之一 直至佛陀入灭后 产陀使受莫病法之臣至 遂从阿南学道 而振阿罗汉果 杂阿罕经卷二十三 参阅 车逆 三千零二十 二级产陀论 为古代印度外道六论之一 产陀 细废陀经典中由运文所组成之部分 产陀论 及讲述英运等之论书 属于废陀之辅助学 百论书卷上之下 大四二 二五以上 产陀论是作守卢家法 佛弟子五通仙等说记 明守卢家 上隐之守卢家 细于经论中常行或寄诵 以满三十二字 英节 未一节 一记 知单位名称 杂阿罕经卷五 佛本行及经卷三 经七十论卷中 三婆罗门读诵之法 有不疲奈耶杂士卷六支柱 大二四 二三二下 严铲陀者 未誓婆罗门读诵之法 长隐其身 以手指点空而未截断 博士先唱 诸人随后 据五分律卷二十六载 有婆罗门兄弟二人 原诵习铲陀铲陀 废陀 书 后依证法出家 闻诸比丘诵经 乃绩效 并呵斥比诸比丘 不明语长语短 轻音众音等诵经之法 诸比丘闻之而觉羞耻 遂网告佛陀 佛言 大二二 一七四中 听随国音读诵 但不得为师佛义 不听以佛语做外书语 犯者偷懒遮 批六千八百四十二 产提成佛 为一产提亦能成佛 一产提只乐欲生死而不愿求出离之众生 故人家等经中多称产提毕竟不能成佛 盖产提成佛之说系出自大班涅槃经 其根本思想在于认为佛性常驻而一切稀有 从而主张一产提亦具有佛性 纵然断善根 其佛性仍常驻不变 最后亦能成佛 据梁高僧传卷七载 揪摩罗十之门人逐道身 见法显所意六卷尼环经后 大畅产提成佛之说 初十道身曾遭守旧僧徒之抨击 直至谈无称意出涅槃经后 其说使见为人所接受 其后天台华言等义成加义对产提成佛之理声表赞同 并各从自家之见地加乙解说 此外 日本真言宗立产提的度 古义产提定性 心义之论题 以产提成佛为秘成不共之法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六 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四 参阅义产提 八十五 批六千八百四十二 骚一罗 即露水囊 泛Pariserviae 英译里大罗法拿 只用以绿水去虫织布袋 未比丘六物之一 十八物之一 西林英译卷七 骚皮罗 此云露水囊也 参阅 露水囊五千八百二十五 批六千八百四十二 咸水欲经 全一卷 溢于西境 两百六十五 三百一十六 溢者一鸣 收于大正第一则 内容叙述佛佛陀为诸比丘宣说水欲七事 与人没雨水 或从水中出 附还没雨水 或从水中出 而注于岸 乃至达比岸等 以比喻人 犹腻于罪恶之状态 而至证悟之七个阶段 此经济有四种译本 已收于中阿含经中之水欲经 为最详细 其他三本则大同小义 批六千八百四十二 党礼不党情 禅灵用语 原位基于道理 而不从人情 隐身未依法而忘却人情 必言录第六十七则 大四八 一九七上 两五帝请赴大士讲金刚经 大士便于坐上 灰暗一下便下坐 五帝恶然 至公问 陛下还会磨 党礼不党情 气泊不向外 也好与三十磅 帝云 不会 至公云 大士讲精进 批六千八百四十三 离奴白骨 禅灵用语 离奴 又坐离奴 离奴 猫类 白骨 白牛 君系无知之动物 禅宗多用以比喻根基卑劣 不解佛法之人 景德传登陆卷石池州 甘志行者 大五一 二七九中 于南全社州云 请和尚念诵 南全云 甘志行者社州 请大众为离奴白骨念摩喝斑若波罗蜜 甘乃礼拜 便出去 从荣录第六十九则 批六千八百四十三 社大鬼 一帆三卷 全称社大皮卢 遮纳成佛神辩 加持经入莲华 胎藏海会 卑身漫图广大念诵仪轨 供养方便会 又坐舍大皮卢 遮纳念诵仪轨 唐代书婆 加罗易 收于大阵藏第十八册 乃祭数大日经时修实行之法 二权义卷 全称社无爱大悲心 大陀罗尼经济 义法中出无量 义南方满愿 捕陀洛海会 五不诸尊等红势力方位 极微仪行色 直持三摩耶 至曼陀罗仪轨 又坐捕陀洛海会 鬼 社无爱经 唐代不空义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册 本书说明首应原理及习灾法等五不尊法 P6844 社大陈县正经 请参阅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社大陈县正教王经 社大陈论 泛名Mah YNA SA Paragraha Strat 又称社论 广包大义论 印度无者造 汉译本有三 一 后卫佛陀善多 泛Buddhante 义 凡二卷 二 成代真帝义 凡三卷 又称良义社大陈论 三 唐代玄藏义 凡三卷 提名社大陈论本 以上三种义本接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一册 此外 义有西藏义本 凡四卷 本书系解释古印度大臣阿皮达摩经之社大臣品 阐述大臣教义 着重于嘉行派之观点 共分十章 因其内容该设大臣佛教之一切圣教法门要义 故称设大臣论 未设论宗之根本要点 本论之著书极多 印度有世青 无信二论师所作之著是 世青之设大臣论是有三种汉译本 一 真帝义 凡十五卷 二 随带达摩及多语行举等何译 凡十卷 三 玄奘议 凡十卷 无信之社大臣论是之汉译本 仅有玄奘所译一种 凡十卷 于我国 其著书本不胜枚举 较重要者有 月葬之精卷三十七 批六千八百四十四 设大臣论是 无者所造设大臣论之著是书 以泛名 Mah YNA S Agraha BH 是清造 汉译本有三 一 陈代真第一 凡十二卷 译说十五卷 天家四年 五百六十三 于广州制止四一初 惠凯比路 又称梁义设大臣论事 略作社论事 梁氏论 二 随开皇十年 五百九十 沙门达摩及多计刑举等合议 凡十卷 提名设大臣论事论 又称随义是清社论 三 唐代玄奘议 贞观二十一至二十三年 六百四十七 六百四十九 一出凡十卷 是称唐义是清社论 以上三义均收于大臣藏第三十一册 其中 真帝义本产是八十体一 众献义体及阿陀纳七十一名说等 为随唐二义所无 于相义处义颇多 盖因是清门下产生相义之见解 遂就其事论增天山靴 故心就义本之原本极有不同 而真帝于翻译之计 为使义理更明了 一层加以补充 本书主要为社论宗所用 又唐代慈恩家专用玄奘译本 华言宗法藏等则依真帝之旧本 而配于五教中始终二教之说 现存著书有摄论章 摄大臣论抄 假题 摄大臣论书 摄大臣论义计 以上真帝义著书 为敦煌出土之断简 摄大臣论天青事略书五卷 日森普记等 历代三宝记卷十三 法经陆卷五 燕丛陆卷二 大唐内典陆卷五 开元室教陆卷七 卷八 二泛名Mah YNA S Agriopini Bantana 凡十卷 无性造 唐代玄奘义 又称无性设大臣论是 无性设论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一册 本书约与世青涉大臣论是同时译出 而精细过之 对总标纲要分中之时相殊胜 殊胜语之大义 所知一分中之声文成不捉阿赖耶时之理由 诸师关于阿赖耶之义说 所知相分中之佛二十一种功德 及十六页差别 入所知相分中声文菩萨之现观时一种差别 及果断分中之法生功德等 解释由未详尽 成为时论一本书处圣火 窥击之术记忆多元引本书示意 著书有无信誓论书书四卷 至眼无信誓论古迹一卷 日森太贤等皆以一诗 旭高森船卷十三 大唐内典路卷五 开元氏教路卷八 批六千八百四十四 摄山至樊八卷 清康熙年间 摄山七侠寺 主持处于命门人转至稿八卷 成义父位重转 乾隆年间 汪志一曲成稿略加山补 经前大兴考定 父子行事 至分图说 建制 古迹 人物 卑名 义文 考证等七门 七侠四文献具备于此 收于中国佛四史智慧刊第一集 批六千八百四十五 摄化 摄受化义之略称 即佛菩萨师慈悲守 摄受众生 化义旧度之 由言皆化 教化 摄化 利益众生 称为摄化利生 因众生根基不同 而以各种方法摄化 称为摄化随缘 批六千八百四十五 摄心 为心专注于移境 令不昏省散乱 急于禅观时 为始于念不深 选择闲境处 树席掉心 以防持散 使心安住摄止于移境之中 禅宗对此之解说 据章说之大通禅师碑文 举出北宗神秀之说 以设心未定会之前方便 而南宗神会则反 被看心看尽之作禅 为其心照外 设心城内接障菩提 强调顿悟见性 佛垫调顿盘略说教戒经 大制度论卷五十 是禅波罗密次第法门卷二 卷五 宗敬录卷三十七 神会和尚一级 胡适 批六千八百四十五 摄墨归本法轮 即葬依法华经性解品 所立三法轮之一 执法华经 为法华经会三圣而归于一佛成 为摄墨 知墨 归本 根本 知教法 法华由一卷上 参阅 三法轮 五百七十三 批六千八百四十五 摄墨归本十 五重为十观之第三 五重为十观中 第二重 舍滥留纯十 所留之法 有十字体之本与作用之末 即见相二分 故见分 相分归于字体分 称为摄墨归本十 盖见分系时内能取之作用 相分系时内所取之境 此二者皆起于十字字分 以此几分 别无见相二分 故舍墨而归于本 此乃体用相对之观法 大臣法院一灵张卷一末 班若新经幽赞卷上 参阅 五重为十 一千一百二十三 批六千八四十五 摄一界 三种结界之一 又作不失一界 不离一宿界 即设一属人 于一定之界区 允许比丘离三一经宿 而不违反离宿 盖佛至僧也 比丘应常持三一 随身未法 如鸟之两意 纵使其中之一一留在僧舍 亦应即日归宿 即不能离一而留宿他处 若不遵守 则违反离宿过 然应有病 比丘不堪 实时邪行僧家离 是尊遂特畏 至此摄一界 位于此一定范围内 比丘无需实时邪 持三一 以免违反离宿之过 摄一界可大别为自然界 作法界两大类 据四分律三反补雀形式超卷中二载 自然界包括 森迦兰界 村界 树界 厂界 车界 船界 舍界 堂界 库界 仓界 阿兰若界 道衡界 舟界 水界 井界等十五界 各具界象 作法界 乃于大界内一 白二截魔 之法所截之戒区 需戒大而其内无迦兰 但有森之住处者使得截之 若大界与加兰之大小相等 或界较加兰未小 则不得截作法界 四分律卷三十五 四分律形式超资 持继卷中二之二 四分律三补随机 结膜卷上 事事要揽卷下 参阅 结界 五千一百八十一 P六千八百四十六 摄取 梵语 Paraigraha 以幼座摄取不舍 为阿弥陀佛摄受护念念佛之众生而不舍 聚观无量寿经载 阿弥陀佛之光明 便照十方世界 摄受照护念佛之众生而不舍 故称摄取不舍 或称摄取照护 摄护 其光明之利益 称为摄取光益 善导之观经书定散意 举出念佛众生蒙摄取利益之三元 此未摄取三元 即一 清元 为佛与众生之意志 行为 即三页 相应 二 敬元 为众生愿见佛 佛即应念显现于其眼前 三 增上元 为众生由念佛而消除其罪障 临终时 佛与圣众迎往净土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下 至义 安乐即卷下 往生理赞计 二选择之意 为摄物而取之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七中 我当修行摄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土 令我于是速成正觉 P6846 摄取光益 为阿弥陀佛光明之利益 阿弥陀佛之光明 摄取念佛众生而不舍 盖因念佛乃弥陀本愿之行 且依清元 敬元 增上元等三元之故 念佛行者 乃独蒙弥陀光明摄取之利益 观经书定善意 选择本愿念佛即 参阅 摄取 六千八百四十六 批六千八百四十六 摄受折服 略称摄折 折射 或称摄折二门 未摄受 折服之并称 摄取纳受 折服摧破之意 教导众生之二种方法 出自圣满经时寿章与大日经寿 方便学处品等 摄受 即为令对方了解 而以平和之言与解说 未摄注于善之引导方法 折服 细严厉斥责对方 并仔细分析道理 使其理解 而令破迷的误 未摧服离恶之引导方法 对无智者或意念上犯罪 適用涉受法 对邪制者 放法者或犯无逆之重罪者 则需使用折服法 众许摩喝地经卷十二 瑜伽诗的论卷八十六 圣满宝窟卷上末 法华玄义卷六上 法华文句卷八下 瑜伽论卷二十二 华言五教章卷一批六千八百四十七 射寿奇特 为佛所具三种奇特事之一 为佛悉之众生根基之利盾 随机射寿 是导教化 令比众生贤闻法药 而尽修妙行 出离生死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四 参阅三种奇特事 六百五十三 P六千八百四十七 射托别陀 范语 Avda 5D 意义声明 为五名之一 即有观文字应运及语法之学 南海济规内法船卷四 大五四 二二八中 射托别陀 射托士生 别陀士明 及五名论之一名也 参阅 声明 六千四百九十五 P六千八百四十七 射阿皮达摩议论 巴黎明 Aphit Homoza Asegaha 阿楼陀造 法仿义 本书内容技术 西兰分别上作部 阿皮达摩教学之纲要 凡分九品 依次为射心分别 射心所分别 射杂分别 射路分别 射离路分别 射色分别 射籍分别 射元分别 射业处分别等 其中 前五品讲心法 心所法 第六品讲色法 涅槃法 第七品讲各种法相 第八品说元启论 第九品说修订 会 在各品之初 别致叙述 该品耿盖之诵 每品本文分十余段 各段均有设诵 本书之成立 约在十二世纪初以前 对巴黎文论藏作简明之总结 为南传佛教国家佛学院之必修课程 原文于1884年教定出版 另有因一本 Compendium of Philosophy 1910 PTS 即日一本 南传大藏经第六十五卷 B.C. Law A History of Pillay Literature P.6847 摄律一界 梵语 S.A.V.R.L.A. 三具境界之一 右座律一界 自信界 一切菩萨界 摄 摄静 总摄之意 即遵守佛教制定之各种界律 积善防恶 为七众 比丘 比丘尼 世叉摩那 沙弥 沙弥尼 幽婆赛 幽婆仪 所受之界 其界律有五界 八界 十界 巨族界等 世门规境以卷上 为摄律一界能断舍诸恶 为法身之音 菩萨的持经卷四 瑜伽师的论卷四十 成为十论卷九 参阅 三具境界 六百六十五 P六千八百四十七 摄相归信为十 华言宗所立十重为十之一 为八十皆相 无有字体 乃真如随缘显现者 其本性处本觉之如来藏外无他 故摄十相归于本觉之理 已成为十之矣 华言经探旋记卷十三 参阅 十重为十 四百六十一 P六千八百四十八 摄相归信体 法相宗所立四重出体之一 相 指现象差别之是相 性 指其实性之真如 为除一真如之外 别无万法之字体 故摄现象界差别之是相 而归于其本体真如之理 成为十论数记卷一本 大乘法院一零章卷一本 参阅 四重出体 一千七百三十八 P六千八百四十八 摄十戒 三种结戒之一 特为烹煮或住藏食物所划定之戒区 此戒区需与比丘住处隔离 以避免比丘违犯宿主之罪 宿主 为比丘于居处主时 本为戒律所尽 盖修行之人 已远离各种贪欲 为药物 其中对至食欲之贪者 亦为佛制戒律之基本戒条 而为修行人 应以起食味 寄命辽机之法 不应令于迦兰中叙食 烹煮 后有并比丘 患吐夏之吉 遂使舍卫尘中人代卫主舟 后因尘门晚开 该比丘未及的舟便死 世尊为此免方便之故 遂特卫至此设食戒 未可解某一特定范围未禁戒 或禁除 比丘于其戒内住藏 烹煮食物 即可免 宿主 之过 据四分律卷四十三载 世尊曾为比丘说四种敬的 即 一 弹月敬 弹月 在家信徒 为僧做迦兰 而尚未施与僧者 二 愿相不周敬 若僧住处伴有离杖 或都无离杖 或有强缘 欠 诈等 皆可为敬地 三 处奋静 弹月做迦兰时 曾云 某处为僧做静处 之地 四 僧在一定戒区一 百二结魔 做结戒之地 四分律形式超资 持继卷上二之一 大四零 二零二下 十戒者 设食以仗僧 令无诉主罪 四分律 绿山繁补却行式超卷二下 四分绿山补随机结魔卷上 四分绿山补随机结魔书卷二 试试要揽卷下 参阅 结界 五千一百八十一 批六千八百四十八 设意 影设 利益之意 据舍论卷二 大二九 七下 注词一笔 净律等质 见色闻生 清安俱起 有书胜处 设意余生 批六千八百四十八 设真实论 请参阅真性要集 设甲随实体 法相宗所立四重出体之一 右座设甲从实体 甲 指甲利之法 实 指其所依之实法 即设甲法而归于实法 以实法为体 如四成为实法 四成所成之平为甲利 故设甲法使归于四成之实体 举四成而为其体 成为实论数记卷一本 大臣法院议林章卷一本 参阅 四重出体 一千七百三十八 批六千八百四十八 设教为敬过失 为作教相判事 当于判事中 设敬一切教而魔所缺疑 若未能设敬 即成过失 批六千八百四十九 设净土院 设取净土之院 为三院之一 即阿弥陀佛四十八院中 有关庄严净土之本院 又做的净土院 求佛土院 会远之无量寿经 一书卷上解释阿弥陀佛之四十八院 为其中第三十一国土清净院 第三十二国土研士院等二院 即是设净土院 参阅 设众生院 六千八百四十九 批六千八百四十九 设众生界 泛语 Satfruta Cree LA 三具境界之一 又做饶意友情界 饶意众生界 接生界 利众生界 即饶意众生之界法 菩萨的持经卷四举出十一种 即 一 众生所做饶意之事 惜与未办 二 众生以病 为病等诸苦及看病者 惜与未办 三 为诸众生说世间法 出世间法 或以方便令的智慧 四 知恩报恩 五 救护众生种种恐怖 开解诸难 使远离忧恼 六 见众生贫穷困乏 依其所需惜能不失 七 得行俱足 正受医指 如法续众 八 先与安慰 随时往返 施给饮食 说世之善与等 使众生安者皆兮随顺 不安者皆兮远离 九 对有识得者 称阳欢悦之 十 对犯过行恶者 应以此心予以喝则 使其悔改 十一 以神通力示现恶道 令众生未厌重恶 奉修佛法 欢喜幸乐 深稀有之心 瑜伽诗的论卷四十 成为十论卷九 是门归境以卷上 参阅 三句境界 六百六十五 P六千八百四十九 设众生愿 设取众生之愿 为三愿之一 即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 有关立义众生之本愿 右座设身愿 立众身愿 慧远之无量寿经 一书卷上解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分为设净图愿 设法身愿 设众身愿三类 为第十二 十三 十七等三愿属设法身愿 第三十一 三十二等二愿属设净图愿 其他诸愿皆未设众生愿 令据及藏之说 则以第十二 十三 十七等三愿未设法身愿 第一 三十一 三十二等三愿未设净图愿 于四十二愿未设众生愿 无量寿经一书 及藏 无量寿经联艺术文赞卷中 P6849 设散归观论 请参阅分别瑜伽论 设散法界 泛与Kuola Dharma SA Grosshaka LA 誓愿实践一切善法之界 为三具境界之一 又作受善法界 摄持一切菩提道界 皆善界 即修习诸善 以一切善法为界者 世门规境以卷上为此界勤修善法 为报身之音 SA的持经卷四 成为十论 九参阅 三具境界 六百六十五 P6849 设善根经 请参阅华首经 设音乐 为音乐能设人心 使专注于缘而不他意 大日经书卷八 大三九 六六六中 言这一者 如是人见为妙色身 欣慰之罪 情有所助 不负一缘 经此金刚纪乐能感人心 亦负如是 P6849 设福德经 请参阅华经 设僧阶 三种叶界之一 略称僧界 佛志虽云言福州僧众 每半月集会一次 举行布萨说界之一事 但已禁欲太广 不一定日会 解僧众往返奔驰 避之一类而损各费到 乃区化一定之界区 使同一区内之僧众君能会同禀法 以免违犯 别重罪 其界可分自然界 做法界二大类 一 自然界 又称不做法界 分位聚落 蓝弱 道痕 水等四界 二 做法界 即一百二截魔之法 至限一定之界区 以补自然界之不足 复分大界 界场 小界三种 大界之范围 最小以一加兰的之外界未限 大则十里乃至百里 有人法二同 法十二同 法同时别等三种 是所谓截界的 即止大界而言 戒场乃未举行受戒 颤罪等法 随处截一定之界区 最小可容二十亿人 小戒者 系孔厄比丘之阻挠等诸种 难缘而退废法事 故特限于某时所截之 暂时戒区 其戒之范围 依森树之多寡 以其作处畏戒 善见绿皮婆砂卷十七 四分绿山补随机结膜卷上 四分绿山反补雀形式超卷上 二参阅 结界 五千一百八十一 皮六千八百五十 射镜从实体 法相宗所立四重出体之一 右座射于归实体 射镜从心体 静 止色等之静 时 止心时 射一切所愿之静 归于能愿之心时 即万法为时 举心时为事物之本所 成为时论数记卷移 大臣法院 一零章卷移 参阅 四重出体 一千七百三十八 批六千八百五十 射诸善根经 请参阅华首经 射诸福德经 请参阅华首经 射论 请参阅射大臣论 射论宗 为我国十三宗之一 一射大臣论 主张无成为时之义 兼力九十义 唱对至阿里耶时 正入阿摩罗无构时之宗派 又取洪通社论之义 称为通论家 宣扬此宗之诸师 称为社论师 射大臣师 以臣代真谛 四百九十九 五百六十九 为开祖 射大臣论前后 有北魏佛陀善多 臣代真谛 唐代玄奘等三义 又别有随代达摩及多 行举等共义之 射大臣论 是论中所皆之论文 及西藏译本 此宗为以真谛所义 为正所义 梁太清二年 五百四十八 真谛因五帝之请入健康 寻以兵乱流习各处 臣添加四年 五百六十三 止住广州至止四 议设大臣论三卷 与世青事论十二卷 同时宣讲之 并撰一书八卷 又别一决定葬论 三无性论 转石论等 至九十亿计等 臣一家之说 门人惠楷 曹毗 法太 僧宗 道尼 法准 惠旷等 君各有所成 即道尼弟子道月 至光 惠修等 随其施于随开皇十年 五百九十 奉赤入长安 而后南方遂无社论讲主 此前 开皇七年 谈谦秦移入长安 始讲此论 敬影四会远 谈岩之弟子等 皆列其席 其后 文帝建禅定寺 以谈谦为四主 谈谦先后赚注社论书十卷 九十章等 禅定四岁成为此宗重镇 逮到尼等北上后 社论言习之风月圣 盖尘气随 唐 法将背出 先后有法常 治眼 会修 灵犯 神照 道劫 僧容 慧经 静松 智宁 法护 道阴 僧辩 智泽 道姬 道姬 善慧等诸师宣扬社论教义 即唐代玄奘宏宣于家为时 将此论设入成为时论原影十一部论之义以后 此独立学派遂告示为 乃至与法乡综合并而废绝 日本研究此宗者多细难都法乡家 设大臣论历十种圣相 以阿里耶十位诸法之一指 又说明一切法之相性 未便济所执性 依他起性 原成实性等三性 由此而入为时观 修六波罗密 又于欢喜等实地学界 定 会 以正无助处涅槃之果 的无分别致 显现三身 社论宗主要教义及在 全民社大臣论所说 为真谛在八十之外 别一人家经 决定葬论等 而畅九十亿 即于八十之外 立阿摩罗时为第九十 第八阿里耶十位有漏随眠时 第九阿摩罗时则为真常进食 真谛所者经皆不传 原策之解深密经书卷三可略窥词说 大底 真谛名第七十位阿陀那 唯我执返脑障 而无法执 第八阿里耶十有解性 果报及染污三种意 染污之第八十即法执 原真如其四种磅 果报之第八十元十八戒 解性之第八十有成佛意 第九阿摩罗时级本诀取真如二意中之能愿意 名为实 此宗诸诗有关净土之分类 多取四土说 即化净土 世净土 时报净土 法性净土 其中 又多以阿弥陀佛之净土 为真净土 依涉大乘论别时 亦去之说 否认凡夫之顺次往生 有祖净土教义之鸿通 法华玄义卷五 维摩经玄书卷二 卷三 卷五 四分律书是综艺记卷三本 涉大乘论书卷五 涉大乘论超 涉大乘论章卷一 涉论章卷一涉大乘义章卷四 续高森传卷一至卷四 卷十至卷十五 卷十七 卷十八 卷二十二 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九 宋高森传卷二 开元式教路卷七 卷八 参阅 九十亿 一百六十 阿摩罗十 三千六百七十一 批六千八百五十 涉论事 请参阅涉大乘论事 涉 范宇 阿发 称死亡不久而尚未腐坏之尸体 惠灵因一卷三十五 大五四 五四二上 涉者 唐云星死人 未坏者也 批六千八百五十一 涉类论 西藏佛教英明著作 为藏人学习英明之入门书 包括略籍 中籍 广籍 三部分 其辩论学风 规范 系由藏族学者 恰巴屈森等结合佛教经部诗辩论之风 所创立 为西藏英明学之一大特色 批六千八百五十一 门 西藏字 na 西藏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又作那 那 那 瑜伽金刚顶金式字母品 为称门字门 一切法名不可得顾 文书师利问金卷上字母品 方广大庄严金卷四式书品等 为畅纳字时初遍之名色之声 凡此系由藩语 mrpa为名色之义 其与首有囊字 故事囊字为名之义 又大制度论卷四十八广成品 为若文纳字 即之一切法不得不失 不来不去 即由藩语 na 否定之街头语 而是之 大班若金卷五十三变大成品 北本大班涅槃金卷八文字品 光赞班若金卷七观品 新华言金卷七十六 大放广佛华言金入法界品四十二字关门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金卷三陀罗尼品 P6852 英锦绣雄 1916 日本佛教学者 山形县人 居泽大学佛教学科 东北大学教育哲学科毕业 历任居泽大学教授 总务部长 图书馆馆长 教务部长 副校长 日本佛教学会理事 论著有多种 有以禅学大词典艺书之编著 博德海内外之家评 P6852 蓝笋 只赋于建筑物之栏杆 或只围绕树木之杂 详言之 纵者未蓝 横者未顺 禅院青龟卷石 万绪一一一 四六七下 尊殿上只可焚香粘礼 不可依靠蓝笋 巨头语笑 诱阿弥陀经载 极乐国土有七种蓝笋 七种罗网 七种行术 皆是四宝周渣围绕 P6852 贯佛香汤 贯玉佛像所用之香汤 据玉像功德精彩 香汤可用牛头沾痰 紫痰 多摩罗香 甘松 胸穹 白痰 玉金 龙脑 沈香 舍香 丁香等 随所得者制成 然禅宗之义法 则用沈香 白痰 甘松 丁子 熏露 玉金等七种香制香汤 禅陵像气间报道 小门 P6852 贯佛祭 又称玉佛祭 即玉佛时所唱之祭诵 据赤修百丈轻规卷上报本章 佛将弹调调所载 继位 大四八 一一六上 我经灌木珠如来 竟至庄严功德聚 五着众生令离构 同正如来 敬法身 日本迎山清规卷下之玉 佛祭 则为 大八二 四三九下 棘手大圣 薄加范 天上天下两足尊 我等经以功德水 冠玉如来 敬法身 玉象功德经 参阅 玉佛 四千一百六十二 P6852 冠佛会 指每年四月八日 释迦牟尼佛诞生日 举行冠玉佛像之行事 伊摩赫沙头经等诸经典籍 印度路也愿古时刻图等 世尊降诞时 天地释范及龙王以香汤味之喜悦 故每年佛诞日 信徒岁以香汤 五色水 甘茶等字顶灌木诞生佛像 称为灌佛会 诞生佛为右手指天 左手指的支立像 多半高约二十公分 系依据佛诞生时宣言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知传说而具象化者 一般置于花亭中而行冠玉 此种欲佛法会 盛行于印度及西欲 我国则始于四世纪请 至唐宋时代广为风行 日本九世纪实行于宫中 其后普及一般寺院神社 普药经卷二 灌洗佛形象经 玉佛功德经 修行本起经卷上 法院诸林卷三十三 佛祖统计卷三十三 参阅 玉佛 四千一百六十二 批六千八百五十二 灌世 设秘秘坛场 以特定道具而行灌顶仪式之处所 主要指日本台秘行船法灌顶之道场 批六千八百五十三 灌顶 以范于阿牌伊坑或阿牌伊坑 即以水灌于头顶 受灌者即或近身一定地位之仪式 原为古代印度帝王即位即利太子之一种仪式 国师以四大海之水灌其头顶 表示祝福 据旧华言经卷二十七 十的品 在菩萨于十地中之地九的入地十法云地十 诸佛以至水灌其顶 以为受法王之之证明 此称受之灌顶 或称受之灌顶 又据旧华言经卷八菩萨石柱品 菩萨因若本业经卷上贤盛名字品等 十柱之地十位 称为灌顶 或据大智 范茉范范斯图 技术尊之 知识纪即本身等 所说 菩萨石的之地十的 名为灌顶的 灌顶位则特指十的以上之等 绝阶位而言 密教所行之灌顶 总称为密密灌顶 略称密灌 佛教诸宗中 以密教特众灌顶 其做法系由上师以五瓶水 其真如来五至 灌地子顶 且是继承佛为之意义 灌顶做法之种类难多 主要为结缘灌顶 学法灌顶 传法灌顶三种 即 一 结缘灌顶 不论僧俗 基根等 为广结佛 圆之灌顶 寿者投花于坛上诸尊 佛像选定有圆之佛 投华的佛 为本尊 而后唱佛名号 由上师三度灌 以平水 寿一应 应气 一名 陀罗尼 二 学法灌顶 又称寿明灌顶 弟子灌顶 许可灌顶 对于欲学密教之弟子 先选定人 时 处 并准备做法 再受以有缘一尊之以鬼名法 三 传法灌顶 又称传教灌顶 副法灌顶 阿舌梨灌顶 如法修行之人 欲为人师 或欲的阿舌梨位者 则受以大日如来之以鬼名法 此种灌顶 为传真言之最极奥秘 又可分应法灌顶 事业灌顶 以心灌顶三种 一 应法灌顶 又作秘应灌顶 手应灌顶 离作业灌顶 弟子成心求真言行 但以资财短缺 无法整备一切所需 此时诗以慈心观其心行 可略去诸作业 受以本尊秘应 行灌顶一事 二 事业灌顶 又作作业灌顶 惧之灌顶 弟子于灌顶七日前 诚心礼拜忏悔 诗意于七日坚持诵 然后设谈 供诸种香花果物 受以秘应 此种灌顶 虚财力丰足者方能行之 三 以心灌顶 又称心受灌顶 秘密灌顶 于指灌顶 用于诗与弟子 惧成就三昧耶界之情况 即不于心外令设坛场 而在阿舍离内心建立曼图罗 入其心坛而受以灌顶 又行灌顶所在之事 称为灌顶 皆受灌顶 称为受灌 设曼陀罗之道场 以行灌顶一事 则称密谈灌顶 灌顶之计所受之应器 与陀罗尼 即称灌顶应名 密教之受戒 皆需行灌顶 故受真言三昧耶界 称为受戒灌顶 又于灌顶之计 若受者欲由灌顶 消除灾障 陈旧西德 则烧香花 乳木等种种工物 修护魔法 此即灌顶护魔 其修法之次数或 工物种类有种种不同 今日本冬密在 金刚界修法中了后 于初夜 后夜中间同行 此修法 称为中间护魔 此外 未立一水中之鱼类 密教以灌顶番 或塔坡流入河海 此种形式称流灌顶 或称流水灌顶 咸鱼金卷十三顶身亡品 大日金卷一具原品 卷五密密曼图罗品 卷七持送法则品 瑞系耶金卷下分别护魔品 苏西德杰罗金卷下本尊灌顶品 大日金书卷三 卷十五 卷十六 华严金探玄计卷五 二位灌顶番之略称 参阅 灌顶番 六千八百五十五 三 五百六十一 六百三十二 随代森 林海张安人 俗姓吴 士称张安大师 参阅 张安 四千八百三十五 批六千八百五十三 灌顶三昧耶 三昧耶 为药士之矣 密教型灌顶时 一发坚固之药士 称为三昧耶 即就其作法称为灌顶 就受灌顶者之心称为三昧耶 名虽不同 其体则依 大日金卷五秘密曼图罗品说三种灌顶与五种三昧耶 及依作法之差别 有结缘 传法 以兴等三种灌顶 依灌顶之深浅 有初见 入堵 巨坛 传教 秘密等五种三昧耶 大日金书卷十五 批六千八百五十四 灌顶加行 又称入坛加行 纸密教传法灌顶入坛前所修之前行 四度加行 虽未传法灌顶入坛之加行 然四度沉闷后而未能立即入坛者 特修前行 以此为通轨 然于其期间 所作等 朱刘各有意说 摄真石金卷下护魔品 大一八 二八二下 若阿蛇里羽受灌顶时 先需三月观察其心 然后授予灌顶之法 批六千八百五十四 灌顶印明 日本真言宗行传法 结缘 鱼子等灌顶时 由阿蛇里授予行者之印 器与真言 其中 传法灌顶之印 一般多用 无所不致印 及无骨印 无所不致印 有开壁之别 无骨印有内外之分 真言亦有五字明 一字明等多种 又金刚 胎藏两部之印明 有二印二明 一印二明 一印一明等 秘密庄严传法 灌顶一亿亿 灌顶传寿秘鹿卷上 P6854 灌顶部 亦为密教金刚界 无不忠宝部之别名 宝部及功德之宝 系受福德 与一切众生之内政 以示众生生于绝王之位 取受与灌顶之义 故称宝部为灌顶部 二有关传法灌顶 结缘灌顶 及三昧耶界之圣教 统称灌顶部 三位密教之经典 密教行灌顶一事 传授经典奥义 故泛称其经典位灌顶部 世事鸡骨略卷三 大四九 八二二下 于灌顶部中 送出一瓶 明伦炎经 P68855 灌顶经 泛名Mahpieka Mantra 凡十二卷 全称大灌顶神咒经 右座大灌顶经 东静博师黎密多罗义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一册 本经由灌顶三规五戒 戴佩护身咒经 乃至灌顶拔除过 最生死的镀经等 十二部小经所称 此十二经各就其功德而有 佛说灌顶 四字 故称灌顶经 其中 拔除过最生死的镀经 与达摩及多所义之药师 如来本愿经 玄藏所义之药师 流离光如来本愿 功德经未同本意义 本经被移为我国良代 以前所作之伪经 佛明经卷移出三藏 记及卷五移经 伪传杂录 大唐内典录卷三 开元世教录卷三 卷十九 P68855 灌顶番 又作灌顶番 略称灌顶 番具有灌顶之功德 故称灌顶番 或为高悬其番而使其端处人之头顶 类于灌顶 故父以灌顶之名 起于印度传伦圣王太子灌顶 集位时 以状番 庄严祈一世 佛教仿 此作为法句 古代多以同版 陋刻作之 旧华言经卷二十七十的品 大九 五七二中 譬如 转轮圣王太子 陈旧王相 转轮圣王令子 在白相 宝颜 福谈经座 取四大海水 上张罗曼 种种 庄严状 番祭乐 执经 中香水 灌子顶上 即名为 灌顶 大王 又密藏记载 诸佛之大悲 是灌之义 是人皆以番号灌顶 是以番之功德 先为伦王 后终成佛 以至佛果 称为灌顶 是故以果明英 批六千八百五十五 灌顶坛 即密教修灌顶法之坛场 又称密坛 灌顶需要三昧耶介坛 大坛 正觉坛 祖师坛 护魔坛等 由于在正觉坛举行 灌五至平水 于受者头顶之仪式 故有时特称之为灌顶坛 又灌顶坛受与弟子之道具 在灌顶前先受阳之 金刚线二种 灌顶后复受与金批 明镜 宝伦 法罗等四众法物 金刚顶于家中略出念诵 经卷四 批六千八百五十五 灌顶坛 曼图罗 即密教正觉坛所用之十二大圣 曼图罗 正觉坛 系指行者登正觉位时 行灌顶做法之修法坛 故又称灌顶坛 行者受灌顶后 以自身臣中台大日如来 劝请十二尊 使之围绕 其后乃修护魔功而供养自身大日如来 又此曼图罗细于灌顶坛之四维画四直金刚 坛中央画八叶莲华 八叶之中四方之夜画有四菩萨 四角之夜画有四奉教者 共成十二尊 故为十二大圣曼图罗 大日经卷二具原品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经卷四 大日经书卷八 批六千八百五十五 灌顶护魔 密教修法中 于灌顶过程 未灭除受法弟子之灾障 令能稀的陈旧 乃焚烧香花 乳木等种种供养物而修之护魔法 依经鬼之本说 灌顶护魔通常由大阿蛇黎修之 然竟是多由教授师等待修 以其行于一座之中间 故又称中间护魔 然现今日本东密于金刚界修法中了时 于初夜与后夜之间所修之护魔法 特称为中间护魔 大日经卷二具原品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经卷四 瞿熙经卷下 阿梭富超卷一胎灌祭本 P6856 灌竹四 位于韩国中清南道恩经郡班若山 境内有高丽光宗石 950 975 森惠明所造之弥勒巨石像 为韩国最大之弥勒石像 弥勒巷前有一石灯 系高丽其遗物中之最大者 东国瑜的圣篮卷18 P6856 灌辣 灌 为玉佛 辣 指下安居其满之日 每年七月十五下闷之日举行灌佛之仪式 称为灌辣 P6856 滥拖 又作乱拖 错乱离拖之义 极为防止慢心者是智望解 自损损他 乃故意变乱经典文句 使义离不相连贯 令彼自以智力未能打解 舍高慢之心 医名师授授而解文艺 此乃避免破法因缘之善巧方便 密教大日经及大日经书多有烂拖 书之烂拖有各种相传 若遇试之 有一定记号 大日经书卷5 卷18 P6856 阴落 范语 MHRA HRA或PRA 因亦作吉尤罗 指尤罗 又作阴落 由朱玉或花等边坠成之事物 可挂在头、颈、胸或手脚等部位 印度一般王宫贵人皆佩戴之 又据朱经典所在 在净土或北据卢州 均可见树上垂有阴落 法华经浦门瓶 大九、五七中 解仅重宝珠 因落 价值百千两斤 而已与之 无量寿经卷下 启示经卷一遇 丹月周平 惠灵阴一卷七十八 P6856 因落本业经 请参阅菩萨 因落本业经 因落经 请参阅菩萨 因落本业经 因落周 指杂柔野菜之周 因野菜之经 慢牵连 状如因落 故称因落周 P6856 因落节膜 结膜 未受戒之作法 指因落经 大众受学品 所名受戒之作法 乃犯网戒宗之相宗 天台义成家之 所遵循者 P6857 禅 泛语 P3 of us 指心之禅妇 能妨碍修缮 为烦恼 有指随烦恼 之以名 无惭 无愧 急 迁 毁 睡眠 吊具 婚审等八岁 烦恼 称为八禅 八禅 大分 负 则为禅 又经不称 烦恼之种子 前世未 未随眠 对此 未烦恼之现行 显示未 未禅 大皮婆沙论卷47 卷50 品类足论卷 以及论 论7 瑜伽诗的论卷89 P6857 禅 禅暴 生死苦暴 能禅妇有情众生 而令其不得自在 故称禅 P6857 禅无名 为四无名之一 禅 禅妇之意 无名 无名烦恼 细腹众生 使不能出离 生死苦海 有此 法华 玄暂 卷7 成为 神 论述 记卷末 参阅 四种无名 1815 P68857 禅妇 有总别之分 总 指禅妇众生 而令系于 三界生死之一切烦恼 就别而言 禅有三禅 八禅 十禅 乃至五百禅等 妇有三妇 四妇等 其中 十禅为小臣说 一切有不所畅 出于大皮婆沙 论卷四十七等 即无禅 无愧 即 千 毁 绵 调矩 婚 婚 妇 妇 四妇 出于巨舍 论卷二十等 即御妇 有妇 无名妇 贱妇 大臣为十宗 则立八禅三妇 十禅中除愤 妇二者 即为八禅 三妇 止贪 甜 吃 无量寿金卷上 瑜伽诗的论卷八 无量寿金书卷上 无量寿金莲艺术文赞卷中 P6857 续一切精英译 凡十卷 聊 燕金崇人四西灵集 又称西灵英译 收于大臣藏第五十四册 本书系继唐代汇灵之一切精英译 将开源入藏以后 将开源入藏以后 新义经典110部中之南字泛语等 附加英译略解 并证其额字 为惠灵英译之补充 依作者之自序可知 本书乃自开源入以后 将相继传义之经论及十一律传等之常用语 附加英译 总为266卷 燃线藏本中 仅收110部258卷之音译 缺乏卷 其中九十九部202卷 为大唐真元旭开源式教录所接者 即阿直达县 法月 金刚志 布空 班拉若 物体提西鱼 及施罗达摩等所译之经 并含蓄开源式教录三卷 其他十一部56卷 即不空所译之官自在 多罗菩萨经 金刚顶他画自在天里去 慧普贤修行仪归 意境所译之有不疲 奈耶要是等七部 施义之最圣 无比大威德 金伦佛顶赤圣光 陀罗尼经 及唐代燕 从传之护法沙门法灵别传 其中 有大吉祥天女十二明浩经等十五部十五卷 无必须应试之字 故不令加音译 诱人王班若波罗密念诵仪归 大圣文书师利菩萨赞法身理之二部二卷 为序附加音试 本书所引书目颇多 举凡内外学如是群集 不下百余种 本书传者西陵之世纪 即本书传写之年代君不详 唯一本书卷五瞻蒙碎之下所在 即其传号属为 燕京崇仁四沙门 得知作者为辽代之僧 驻于燕京 北平传于辽代统合五年 九百八十七 请 本书与惠灵因一同为红法入藏录所收 然诵 原明三本未收之 唯存于高丽藏 日本县藏有研想三年 一千七百四十六 之刊本 至原法宝刊痛总录卷时 大藏目录卷下 批六千八百五十七 续日本高僧传 凡十一卷 日本真言宗道契传 济师满所者之本朝高僧传 记录日本近代高僧之世纪 分位法本 敬慧 敬禅 敬律 乐邦 赶敬 谈心 愿杂等八部门 继收二三八人 卷墨有大内清卵所赚著者之传掠 即堪行者即穿半期之拔文 本书于庆应三年 一千八百六十七 传集 明治十七年 一千八百八十四 大内清卵校乐 三十九年 刊行 大正六年 一千九百一十七 编入大日本佛教全书 第一零四卷 批六千八百五十八 续刊定记 请参阅续华言经略书 刊定记或华言经刊定记 续古经义经图记 全书卷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 七百三十 西重复四沙门至深传 收于大正葬第五十五册 记录义经资数二十二人 及所义经典一七一部 七一四卷 本书系继静脉之古经义经图记四卷之后 图记玄奘以后之一经三藏 传奇功绩 作者至深令编有开元式教录 略称式教录 译书 于进行本书编录之同时 式教录已编转至唐代部分 故至深记录本书之动机 旨在为式教录有关唐代部分之传书做准备 且本书亦有多处医式教录已完成之部分修正者 开元式教录卷九 真元新定式教目录卷十四 P6858 旭光是阴影宴记 全译卷 南朝张眼传 本书为刘宋富亮所传光是阴影宴记之续编 在我国已散役 今日本京都清联院上传有连仓中旗之古写本 赚注者张眼乃南朝贵族 陈书年代当在五世纪前半 为我国研究古观音信仰之珍贵史料 萧綦之路稿附成本书而作戏观世因应宴记 P6858 旭扶桑影一传 樊三卷 日本一堂传 旭元政法师之扶桑影一传 记述日本古今影视之世纪 所收多位僧侣 共九十三人 有保永四年 一千七百零七 知字旭及七年月见之拔 于政德二年 一千七百一十二 堪行 批六千八百五十八 续命神番 祈祷要师如来所用之五色神番 以得严命增寿之义 故有此名 据法院朱林卷三十六 经律一箱卷六等载 阿玉王曾于重病之时 立一千两百塔 其上悬挂金吕之番 应之得以延寿二十五年 药师流离光如来 本愿功德经 大一四四零七中 十笔病人亲属之事 若能为笔归一世尊 药师流离光如来 请诸众僧转读词经 赤七层之灯 选者五色续命神番 或有事处 彼时的还如在梦中 明了自见 此外祈祷要师如来五色神番 而求也命增寿之修法 称为续命法 批六千八百五十八 序名 一千九百一十九 一千九百六十六 北平人 俗姓徐 年十二 医物禅法师出家 法明天会 与广纪寺宏慈佛学院 清静律宗泰斗词周律师 民国三十一年 一千九百四十二 游学四川汉藏教理院 三十三年 赴西康席藏典 曾先后清静太虚 应顺诸师 亦曾协助编辑太虚大师全书 三十八年 赴厦门南普陀寺大爵讲社讲学 后与应顺导师相写抵杠 四十二年 应应老之邀来台 主编海潮音乐刊 二年后 演关于新竹青草湖 深究经藏 出关后 主办新竹林尹佛学院 致力于僧家教育 四十八年 静人福岩经舍住持 五十三年 辞退住职 出国弘法 五十五年 赴印度参礼圣祭 因甘疾复发 世纪于迦尔各达 世寿四十八 师生性耿直 亦生以佛法 戒律畏依归 兼亦研究中观 为时 其身平住宿 后人即位 续名法师 以及 批六千八百五十九 续法 一千六百四十一 一千七百二十八 清代僧 浙江人和 杭州 人 俗姓省 自博庭 号灌顶 又名成法 九岁从学于杭州天竹山 辞云四明园 十九岁受聚足戒 二十岁洗奖经 历十七年 受明园副主 为云七诸红武士之法孙 诗辩言诸经 荣惠众说 不拘泥一端 后美讲说 四重云集 圣集一时 历主辞云 重寿 上天竹诛沙 雍正六年世纪 试寿八十八 传法弟子二十余人 裴风 慈义 正中 天怀四师 最为著名 传有贤首五教仪 原觉悉义书 华言宗佛祖传等六百余卷 班若新经事观解续 阿弥陀经略著续 中国佛教史卷四 批六千八百五十九 续金山志 樊二卷 清代秋雅转集 金山位于江苏镇江城西约三公里处 山之西路有江天寺 东晋石创建 历代高森辈出 剑至迭新 魏禅宗明差 江南之明圣 自清圣祖 高宗南巡柱壁 兴建行宫 整修殿堂 基附堂送之旧官 其殿堂之美 载于卢建层锁着金山志 闲锋中 太平天国冰心 重台结阁 林宫干预 颇有损败 同志十年 1871 曾国藩 李鸿章等集资重建 稍赴旧官 同志初 丘牙任住持 于光绪 26年 1900 博彩群书 搜罗碑节 旧卢制续集二卷 卷上首祭行圣 四祭建制 碑克 莲 鹅 藏宝等 卷下则既禅宗历代 助持高森之行义 广彩史集 可补救制之不足 续制于光绪 26年 与卢制何堪 经收于中国佛四制全集 批6859 序制月禄 凡二十卷 清代涅仙传 收于万序藏第一四三册 祭树南宋孝宗龙兴二年 1164 至清康熙十八年 1679 凡五百余年间 禅宗三十八世之法脉 卷首富江湘续 濮阳于怀续 如是居士之便于 轮续考等 P6860 续真元式教路 全义卷 南唐恒安吉 全称大唐宝大乙四岁续真元式教路 右座大唐宝大乙四岁续新意真元路 大唐续真元式教路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五册 细路出唐代元照真元新定式教目路 记载之心入藏佛典及同路遗漏之佛典等 初续转集之缘由 次略举开元 真元二路和本路所载佛典之不治数等 其次略是本路所载典集之类别 将所收佛典从自寒至负自寒 分为四十三至 一一列迹标题 卷指数 义注者及入藏之由来等 全书总路一四一部四一三卷 仅对真元入藏之佛典稍加追捕 但已能显示唐末冰乱之后 五代江南一代流行佛典之概要 大藏目录 高丽藏卷下 元山三大藏总目录卷下 辟六千八百六十 续高僧传 凡三十卷 唐代道宣者 又称唐高僧传 为贤阶良之高僧传 至唐贞观十九年六百四十五 指凡一四四年间之僧传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册 全书立十科 即本传四一四人 附传二零一人 燃其字续位正传三四零人 附传一六零人 盖本书于脱稿后 吕家增补所载时止于灵德二年六百六十五 故诸本所录人数有一同 高丽本中本传为四一四人 附传二零一人 旧宋本及宋 元明三本则本传四八九人 附传二一三人 历来以本书及宋代赞宁所转之宋高僧传三十卷 明代如新转大明高僧传八卷 梁代慧角转梁高僧传十四卷等 合称四朝高僧传 慧角之高僧传篇重于叙述江南佛教之状况 本书则编转于南北朝统一后知长安 故所编转者多不录北朝佛教之状况 而成为了解北方佛教之重要资料 近人成源于其所者中国佛教史及概论一书中 亦曾详细解说本书在史学上之价值 真元新定式教目录卷十二 至元法宝刊通总录卷十 唐书一文字第四十九 批六千八百六十 续重复四至全一卷 清代张廷玉传 茂陈鼎 收于中国佛四史智会刊第一集 嘉庆六年 一千八百零一 朱文早转修重复四至至到光二十二年 一千八百四十二张廷玉赴转续制 以补四十年间之文献 首陆住持 谈护 四载事实 茂陈 主重复四讲习锤二十年 会及有关提师已赴之 批六千八百六十 续净土宗全书 凡十九册 日本续净土宗全书保存绘编 乃收录有关净土宗重要点集之从书 及净土宗全书所谓收者 内容包括著书 传书 传记 四至 综艺显章 磅南 变破等多方面 于大正四年 一千九百一十五 支昭和三年 一千九百二十八 陆续判刑 批六千八百六十一 续祥 一千九百一十 一千九百七十三 湖北汉川人 俗姓李 明平 十三岁一新波法师出家 宿根生后 曾亲近池松 来过 帝贤诸大德 先后参学十余载 弃悟甚深 民国三十五年 一千九百四十六 池松 惠宗二师将华盐宗 月侠之法 卖传之 得为华盐宗正卖 三十八年避难赴港 四十二年 印白圣法师之邀来台 出任石浦寺监院 四十年 创建吉祥院 台北县永和镇武师 一年创建护国吉祥寺 六十二年十月 因车祸世纪于树林镇万寿山 后由弟子本决进任护国吉祥寺住持 并新建藏金楼以纪念之六十四年于该四起建戒坛 传授三坛大戒 批六千八百六十一 续善根 为断善根之对称 波无因果之邪剑者 断其善根 称为断善根 断善根后 对因果之理 或一位有 或在其正见 肯定因果相续之理者 续其善根 称为续善根 据社论卷十七 批六千八百六十一 续华言经略书刊定计 凡二十卷 或作十六卷 唐代会愿传 急续显守大师法藏之一稿 注释新华言经者 略称华言略书刊定计 华言经刊定计 华言勘定计 序勘定计 勘定计 收于万序藏第五册 总历十门 第一卷序述交起所应 藏部所设 显教差别 简所背基 能全教体 所全宗趣 显义分歧 部类传译 句式题目等九门 第二卷以下入 第十一文正式门 旧经之各品 依依立辩明 来译 宗趣 试文等四科以解释其文意 法藏源于唐正圣元年 六百九十五 时差南驼一出新华言经时 即欲注释其书 然景注必妙言 实定等二品 即聚然入计 会愿乃计之完成注释 然于书中自立四种教 而不用法藏之五教判 又心力两众十玄门 徒招利益凡多之非难 故古来华言家 以本书为背诗自立之心说 是唯一端而不用 其现存版本残阙不全 六七两卷阙 另有数品一阙注释 唯存十三卷 注书有会愿之别章二卷 法生之转世二十一卷等 然经皆不传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二 东玉传登目录 华言宗章书 试教诸诗制作目录卷三 华言发达史 P6861 旭开源室教目录 请参阅大唐真元旭开源室教路或旭开源室教路 旭开源室教路 凡三卷 唐代元兆传集 全称大唐真元旭开源室教路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五册 系路堂开源十八年 七百三十 至深传开源室教路二十卷 至真元十年 七百九十四 尖 不空 班拉若 智慧 阿执达县 无能胜疆 达摩战涅罗 法月 拔日落菩提 金刚智 物体提西鱼 莲华精进 施罗达摩 戒法 等七范森所写来范本之一经 及经书 述作等 既经论及念诵法一九三卷 经论书一六十四卷 真元兴及古经至令碑表记八十六卷 本路所收益出经典盖位秘密经典 足见当代位秘密圣典全圣时代 中卷所收传数中 经书极少 但如今师西明四路三卷 世世道宣感通计一卷 东京大广福四金刚三藏塔明并续 景云先天开元天保告至集三卷 宿宗至纸碑表集一卷 代宗至纸碑表集一卷等有关时时 者甚多颇值注意 批六千八百六十二 续集古经佛道论痕全一卷 唐代至深传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 本书为陈记道宣之及古经佛道论痕 收集有关佛教、道教对立之资料 其内容引述汉法本内传知名地球法评 请法师立四评 心道士比效度脱评等 数集佛教传来出其二教之论真 并附有孙权与康僧会 孙权与看泽之问答 批六千八百六十二 续集宗门统药 请参阅宗门统药续集 续传登陆 樊三十六卷 另有目录三卷 明代元吉居顶边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一册 继景德传登陆之后 吉路禅宗六祖大剑会能以下第十四至第二十四之传法式行 主路基于少载世纪 共一二零三人 若加无传闻者则共有三一一零人 本书在编修过程中 采则五灯会员 佛祖会命 僧宝传 禅门宗派图 诸祖语录等书 批六千八百六十二 续登陈统 樊四十二卷 另有目录一卷 清代申别 衍姓统编 康熙三十年 一千六百九十一 堪行 收于万序藏第一四四册 吉路宋末至明代禅林奇宿之略传语机缘问答 共收录林奇宗大建下第十六世至第三十五世曹洞宗大建下第十六世至第三十七世以及法系卫祥者约祭二千三百余人 批六千八百六十二 续登存 樊十二卷 另有目录一卷 明代申若安通问编 居士师配汇集 清康熙五年 一千六百六十六 堪行 收于万序藏第一四五册 本书由师配搜集宋末至明代禅门诸诗之语录、传记、塔明等,由通问编转而成 共收录林奇宗大建下自十八世至三十四世、曹洞宗大建下自十六世至三十六世、及法系不祥者四十五人、总数约五百人 批六千八百六十二 续保灵传 樊四卷 后梁为禁边 内容系为禁集 唐昭宗宗光化年终 八百九十八、九百、以后宗师之机缘而成、燃经一而不传 世事基谷略卷三、批六千八百六十三 颤提仙人 范名KNTI VDI 意义做人如仙 又称颤提玻璃、范KNTI、PLA、颤提比丘 细事尊于英卫修菩萨行、尘满忍辱行时之名 具显于京卷二颤提玻璃品载、过去九远结石、印度波罗国家梨王、范Kelley、歌杰颤提玻璃之首、祖、耳、鼻、仙人忍辱而颜色不变、碎感化家梨王。 大制度论卷十四、参阳、仁辱先、两千八百九十四、批六千八百六十三 颤提提婆、范名KNTI DEVA 世尊为太子时传授其五纪之师 佛本行及经卷十一席祭义品、批六千八百六十三 颤提罗、范与A Hill 又做善提罗 意义做使女 及布巨女跟着 圣满宝枯卷上本、批六千八百六十三 香与李同女、香与李、范名Jagor 又做长求李、长曲李、嚷与李、香巨李 消除蛇毒之神女 为观自在菩萨之化身、铸香醉山、饮毒浆、食毒果、以消福诸种毒害为其本事 视线女香、故称童女、又称独女、然以食非女故、又称童子 长曲立毒女陀罗、尼金为其为童女行、以皮为衣、左手直降毒剑、右手截管毒木印、变身以毒陀作为环串阴落 让与李、串童女经所载者为七面四臂、身成绿色、右二手持三脊叉及叉及三、五根孔雀毛、左二手持黑蛇及结尸无胃印、以毒蛇未阴落、自依依毛孔中出火焰 为消灭世间诸毒而奉其为本尊之修法、称相与李同女法 观自在菩萨化身相与李业童女消福读《亥陀罗尼经》、P6863 兰济特新格、Rangit Singh、1780、1839、18、9世纪印度西克教政治与宗教领袖 执政期间积极极整顿内政、创建正规军、并加强对西克教徒之控制、修复金寺和阿卡尔寺、自任西克教徒大会主席 对外发动多次战争、巩固并扩大西克教徒在庞哲普地区所建立之独立国家 末后西克教势力迅速衰落 第二次西克战争、1849、后、为英国所征服 P6863 蓝氏、即佛寺、金舍之义称 蓝、为阿蓝若之略称、获取蓝草芬芳之义 大唐西玉记章说序、大五一、八六八上、夜光上手、卓秀谈灵、得气中庸、腾芬蓝氏、P6864 蓝盆会、即余蓝盆会 此行事源于余蓝盆经 据经载、每年农历7月15日为欢喜日 以为僧众自自之日、以余蓝盆圣百味食物、供养十方僧众 能救拔妻妻父母之堕恶鬼界、受盗玄之苦者、即以盆为弃具名 法院朱林卷六十二所一之大盆 横净土经义同此说 然依玄英英卷十三载、于兰盆正言乌兰婆拿、范阿蓝盆那、亦作盗玄 为助食之气者时为恶物 参阅、于兰盆、三千四百五十四、P6164 蓝香、又作蓝香烧 旧亦作阿黎树枝 蓝香花开时、烧头之花子分为七分 以此比喻鬼神碎人之头为七分 为灵营 亦卷三十五、大五四、五四一亚、蓝香、此即如来辟喻说也 凡蓝香花初时、烧头花子分为七分 罪人善神破其头、破作七分、如比蓝香头 五亦云 云阿黎树枝者、而也、本无阿黎树 大孔雀昼王金卷上、参阅、阿黎树枝 三千六百六十三、P六千八百六十四 蓝蛇呆、亦虎与包美之义 据珠子与鹿仔、东晋王岛常为胡森约蓝蛇呆、及胡语之包语 或为蓝蛇、及蓝若、泛语为空净、贤济之义、呆、及后呆之义 2. 日本奈良东大四镇苍苍苑所藏皇熟乡之名称 其意义不祥 此相于圣武天皇天平年中、七百二十九、七百四十九、自百计传至日本 P六千八百六十四 蓝蛇、春蓝秋蛇、各当其时而善其美、比喻物之两美、巨不可费 法华文句卷一上、大三四、二上、分节经文、西式人情、蓝蛇各善其美、后生不应是非 旭高森船卷十五神宿船、太平广计卷一八五、P六千八百六十四 蓝蛇人爱之家、为高雄县佛光山所属之养老救济机构 位于台湾宜兰郊西乡龙潭村 基督教董洪烈先生创办于民国五十二年、一千九百六十三 后因故停办、地方首长林财天先生敦请兴云接办、扩大愿舍、收荣孤苦老人、改组董事会 并派遣依荣、少爵二法师前往负责愿务 现有愿名五十余人、并兼伴幼稚圣一所 依荣、少爵毕业于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第三届、十余年来 不仅在愿务上推展迅速、更将佛法广直于愿名心中 民国七十年、二师荣因全国好人好事代表 受到讲雇总统经国先生表扬 P6,864 兰西和尚语录、请参阅大觉禅诗语录 波陀举扎、泛名刚德克 一亿座香台殿 为世尊之居士、位于紫园经社中央 P6,865 波罗赫、泛名哥哈 为魅鬼之一种 幼座薄荷、罗赫、杰罗赫、吉附着人生而不离之魅鬼 金刚风楼阁一切于家于纸巾卷上爱染王品 大一八、二五六下、萨那色扎吉诸罗赫、加愤怒降福 一夜当中尽 瑞细耶经卷中、大日经书卷七、卷八、P6,865 蜡印、蜡印印于泥土上 蜡印虽溶解、却于泥河而成字形 比喻现在之五因虽灭、却生、中有、之五因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九、大一二、五三五下 如蜡印印泥、印与泥河、印灭闻成 而是蜡印不变在泥、闻非泥出 不渝处来、以印因缘、而生是闻 现在因灭、中因因生 是现在因中不变为中因五因 中因五因亦非自生 不从余来、因现因故、生中因因 如印印泥、印坏闻成 参阅、印坏闻成 2236、P6,865 衬衣、及内衣 右座衬生衣、衬体衣 于寒时或其他因缘而者之 巨石宋绿卷三十九载 有比丘为者衬生衣而以心化壁 至彩化剥落 佛陀碎至比丘为者衬生衣而以化壁者 得突及罗嘴 右五分绿卷二十一记载 佛陀说衬衣之衣量 大二二、一四二上 十六群比丘做衬生衣 大小如森指之 或如尼环森 以示白佛、佛言、布印耳、印三种做 上者从腹头下至怀疏疏 左手眼令等眉 中者从腹头下至半径疏疏 左臂眼等至腕 下者从腹头下至西疏疏 左臂眼等半走 四分绿卷五十二 有部皮奈耶杂氏卷十四 P6865 蓝、西弹字 R 有座蓝 乃、罗字 为五大中火大之种子 加大空点而成 表示烧除成垢 未净除烦恼之会火之种子 与、字 表至水、相对 顾密教修法时 以蓝字官位清静一阵二报之诸法 结诵一名 加持香水时 以蓝 二字加持之 大日经书卷八 P6865 护月、泛名Chandra Gabta 又称月藏 为中印度纳烂陀四之沙门 与护法论师同代 世纪不详 常造变中编论之事 说赖耶元启论 唱本有种子之说 其书经不传 大唐西玉记卷九 成为十论数记卷二末 P6865 护士四天王 又作护国四王 四大天王 四王 即持国 东方 增长 南方 广木 西方 多文 北方 四天王 此四天王 居须弥山四方之半父 常守护佛法 护持四天下 令诸恶鬼神不得侵害众生 故称护士 又称护国 常阿涵卷十二大会经 增益阿涵经卷九 经光明最圣王 经卷六四天王 护国品 阿玉王 经卷六 P6866 护戒神 守护佛智戒之善神 即受三规一者 有三十六不鬼神之王 护持 受五戒者 有二十五善神护持 灌顶经卷四 大二一 五零四上 是故我说誓言 令清信 是女劝受归解 归有三十六鬼神之王 随逐护住 借有二十五神 迎护左右门护之上 辟除凶恶 参阅 二十五神 一百七十五 P68866 护身法 为密教之修法 又做护身加持 即真言行者修法之初 为除去身心障碍 使之归于清净 成就所修之法 故结颂应言以加持其身心之作法 金刚界与胎藏界两部通用之印 相与真言有五种 称为五户身 即净三叶应 佛部三昧耶应 莲华部三昧耶应 金刚部三昧耶应 被假护身印 其中 净三叶应 总断三叶所犯罪够 佛部 莲华部 金刚部之三昧耶应 分别净身叶 口叶与异叶 被假护身印 及这佛大慈悲之甲咒 以防天魔恶人等 杖男之意 此外 胎藏大法令有佛部三昧耶 法界身 转法轮 金刚楷 揽字观等特殊之护身作法 金刚界大法则有禁地 禁身等 燃现经流行之大法四地 一般系与此等特殊护身作法之前 先结诵境三叶等五种应言 菩提常所说 一字顶轮王金卷二 十八气印 十八道念诵次第 空海 胎藏界虚心 记卷上 金刚界境的记 P6866 护身符 护身之灵符 又作护符 神符 灵符 密符 集书写佛 菩萨 诸天 鬼神等之形象 种子 真言之复杂 降之至于贴身处 或吞食 可蒙各尊之加持护念 故有此名 符之种类极多 依其愿之义去而有各种差别 而其作用亦多 可除恶难 水难 火难 及安产等 密教经典仪轨中 有关于护符之记事 据西藏心志载 藏民君身带护符 以丝数经典仪页 置之金属小霞 或藏于怀中 又以 旅人以马 及 金刚戏犬 两种化品为护符 欲猛犬时 携金刚戏犬图 欲暴风雨时 飞散化马之指 可免灾难 此外 日本自平安时代 亦盛行此风 如牛王宝印 即为诸四射所常用之一种 会击金刚 静百变法经 灌顶金卷 一批 六千八百六十六 护念 为佛 菩萨 诸天等保护佛教徒 使不遭受各种障害 佑佛菩萨经常守护佛教徒 如影随形 不离片刻 使恶鬼等障害 不能清静其身 故称影护护念 又为立正佛说之教法 为真实 诸佛菩萨立下试证 为若众生性受奉行 将受无穷利益 此称证诚护念 批六千八百六十六 护念增上缘 又做护念的长命增上缘 为念佛行者所得五种增上缘之一 为现身受佛菩萨之守护慈念 为得长之强 立因缘 观念法门 参阅五种增上缘 一千一百八十九 批六千八百六十七 护法 以为保护 维持正法 即佛教 传说佛陀爱情 四大神文 十六 阿罗汉等护持佛 愿天 第四天 四天王 十二神将 二十八不重等善神听闻佛陀说法后 皆是愿护持正法 此等诸神总称护法神 或称护法善神 此外 仁智之帝王及诸檀月 皆保护佛法之人 亦称之为护法 又诸神以护法为目的 而献童子行服侍行者 并保护灵地者 称为护法童子或护法天童 为调魔障 而祈祷法义 指神佛附身 即称护法义父 二犯名 Dermaveli 为识十大论师之一 六世纪寝之人 为南印度达罗皮图国 范DR6A 大臣之子 本与王女有婚约 然于婚日落法出家 精通大小臣教学 于摩基陀国纳烂陀寺 广布教化 学徒数千人 二十九岁 退隐大菩提寺 范Mahbodi 专世著述 三十二岁 世纪 这有大臣广百论事论 成为实保身论 观所愿论事等 又玄奘所编译之成为 实论实卷 系以护法之事论为中心 令在和柔其他 九论师之著作而成 大唐西玉记卷五 卷九 大慈恩四三藏法师 传卷三 南海记归内法 传卷四 P6867 护法阿罗汉 六种阿罗汉之一 九无学之一 即的阿罗汉果 于己所证得之法 心生爱悦而常护持者 巨社论卷二十五 参阅九无学 一百四十七 P6867 护法善神 护持佛法之善神 又作护法神 护法天 即对佛法性乐守护之犯天 帝氏 金刚力士 四天王 护士八方天 十罗沙女 十二神将 十六善神 二十八不重 三十翻神 三十六神王 迦兰十八善神等 朱天 龙王 鬼神之总称 作禅用心计 大八二 四一三中 到场需清洁 而常烧香献花 则护法善神 神即佛菩萨 影像守护也 苏婆呼童子 请问经卷中 P6867 护法论 权益卷 北宋张商音传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 本论广破欧阳修排佛之说 并驳斥寒玉 陈一川等之佛教官 对赵如 道 是三教之幽烈 魏如教至皮肤之极 道教至血脉之极 是教至骨髓之极 声明佛教之治理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九 世世基古略卷四 居世传卷二十八 P6868 护法路 樊石卷 明代宋连者 云期诸宏集路 前千亿教定 宋连曾三度月大藏 如门中以多文总持著称 本路集集路其所作 精华文集 中有关护持三宝之文章 记收有塔名 碑 记 序 告 赞 明 送 记 说 提拔等诸多种类 P6868 护国寺 亦北平市名差之一 原名崇国寺 原乡托克托舍宅所建 明宣德年中赐名崇善寺 成化年中一名大龙善护国寺 其地名护国寺皆 每月七八二日有庙会 有人喧闹 寺内佛殿就有托克托夫妇像 又有明代遥少师塑像 加沙夫座 形态取然 二位于台湾台中物丰乡 创建于民国初年 出称天礼堂 为龙华教在家居室之自修道场 53年 1964 广化法师进任住持 改称护国寺 并重新整修 制定规章 改驻僧众 弘扬正教 59年 如需法师继任住持 赤资购得该寺土地所有权 再度重建 四貌焕然一新 批6868 护国诛 即指仁王经 此经系佛陀为十六大国王说 是守护佛国及国土之姻缘 受持解说 此经则国界无灾难 故比喻仁王经为护国之宝珠 仁王护国般若罗密多经 卷下奉持平 大八 八四三下 一切国土若有此经受持读 诵解说之处 忠略 令其国界无诛灾难 刀兵及亦一切皆除 批6868 护国尊者所问大臣经 凡四卷 宋代师护义 略称护国尊者所问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二册 记载佛陀于王舍臣其蛇决三位 护国尊者说菩萨之法药 与收于大宝基金卷八十 卷八十亿两卷之护国菩萨会 随代蛇那绝多亿 为同本亿亿 开元世教路卷七卷九 至元法宝刊痛总路卷一 批6868 护国尊者所问经 请参阅护国尊者所问大臣经 护国经典 包括揪摩罗时所义之人 王班若波罗密经二卷 谭吾称所义之经光明经四卷 亦境所义之经光明最圣王经十卷 及罗时所义妙法莲华经七卷 为政卫国家繁荣社会之护国三部经 经光明经与经光明最圣王经系一一本 一出三藏记及卷八两五帝之注解大品序所在 仁王班若经乃系维经 然近代于敦煌时事中发现有北魏永安三年 五百三十提记之古写本 据传佛陀入灭后八十年 八百年及八千年有破佛之行 俗众之配僧众 国家板荡 当此之时 举国之人时修班若波罗密多经之护国品 则可救国事之疲 吉藏 智乙 原策 良奔皆有著书 经光明经促进护国四天王及大变财天 大吉祥天之信仰 其正法正品论乃针对国家元首 广说国家之利益恶难 为佛教信仰随应现实要求之经典 智义有经光明颤法一卷 玄义二卷 书三卷 此经对日本佛教有极大影响 圣德太子创建四天王寺 特众正护国家之三部大经 圣武天皇即位 赤血义尽所义本 并于各地广造国分寺 祈求国太民安 法华经中 观世音普门品显现对观世音菩萨之信仰 此外 其神力品说佛陀入灭后之宏经 及佛国土实现之理想 要王菩萨品以下则叙述佛陀入灭后宏经之必要 宏经者之功德 及德诸菩萨 天神之拥护等 乃武浊二世时守护国家最适合之经典 P6868 护魔 泛于后马 一集焚烧 火祭 又做护魔 护魔 忽魔 忽 或意义做火祭四法 火攻养法 火攻养 火攻 火法 火石 即于火中投入公物以作为供养之一种祭法 亦为密教义安修法中之重要形式 用以辟喻以智慧火焚上弥新之意 元系印度古代供养火神阿奇尼 泛阿奇尼 以为驱魔求福之作法 盖此法于印度太古印一时代 印度 Iranian Period 之宗到一世级已产生 又于离聚废陀 夜柔废陀 百道范书 泛阿塔帕沙 B.R.H.M.A.A. 等之早期文献 亦有设立三种火坛而修法之记载 此外家庭经 犯G.H.Y.A.S.中 亦详彩种种复杂之魔法 可知此法早已风行于众世纪典之印度 于废陀时代之诸神中 最重要者即阿奇尼 供养此神之记事盛行于当时之事 火婆罗门之间 彼等头供物于祭坛之中 待火焰上身 则以为以达于诸神之口中 诸神医之得利以降伏诸魔 而与人类福祉 故又将火视为诸神之口 以及天口 犯D.E.V.M.U.K.A. 此一记法 后为密教所采用 并逐渐成为密教之重要修法 然密教之护魔与婆罗门教所行者 其意义有极大不同 据大日经书卷十九 卷二十载 佛陀未成道前 不能了知火之自盈 故依据废陀典籍而说四十四种护魔法 至佛陀成道后 既以了知火之自盈 则宣说十二种护魔法 此即真护魔 未如来一切至光之表真 密教所行之护魔 又可分为内外两种 实际在护魔谈所行之手法 称作外护魔 一级行法时 具足本尊 如行者等三者 以为行者三密之表真 其中 本尊不限于何种如来或名王 盖世所宗之部门而定 用表行者之 易密 如代表行者之 口密 行者自身则表 身密 其行法方式 先则地 造谈 涉儒 口颂真言 头乳目 五骨等功误入于炉中 以进行者之三密 并成就习灾 增益 降服等法 此易行法 皆于心外行是做法 故称外护魔 是护魔 反之 不需采用实际做法 而以自身为坛场 于观想中 以如来之治 或烧除朱叶 此种于心内做官修法之护魔 则称内护魔 又因所作之官乃属 理法 之官 故又称理护魔 此种内护魔 虽细密叫独特之做法 然推速其原 孔义盟于考西塔基奥一书 范考太匹 Bupeniat中 内部济火 范安塔拉 阿利哈拉 之说法而来者 内护魔通常又有五法之别 即 一 习灾法 观想大日如来之本性 二 增益法 观想不空成就如来之本性 三 敬爱法 观想无量寿如来之本性 四 勾照法 观想宝身如来之本性 五 调浮法 观想阿如来之本性 若以世间 出世间二与之相对性而别 则出世间之护魔 即指内护魔 世间外道之护魔 则指外护魔 然于出世间护魔中 又有内外之别 即以观心为内 而以 世相为外 另于上纪所说之外护魔 由于未能与内观相应 无法成就 西的 故行外护魔时 必同时修内护魔三平等观 以其内外相应 视力相容 宿即成就西地 由是 遂尘 外护魔 及内护魔 之真意 此不仅为密教 外护魔之 迥益于外道 外护魔之处 亦为密教 行者修护魔时 之一大要诀 若单就外护魔而言 于修法时 除上纪所说之本尊 行者以外 令需于本尊前设一护魔弹 弹中央设置一炉 弹之四角至绝 四绝之顶端军系金刚线 弹前安置礼盘 斜桌 斜桌上安放护魔墓 涂香 炳香炉 加持物等 此修法通常有三种 四种 五种 六种等之别 一 最普遍者为四种法 又称四种护魔 即 一 习栽法 范恩卡 以佛之尊 为本尊 用圆形白色护魔弹 圆形炉 向北方吉祥做 焚烧干木 二 增益法 范PUIKA 以宝不知尊 为本尊 用方形白色弹 方形炉 向东方半家做 焚烧果木 三 敬爱法 范VACARA 以莲花不知尊 为本尊 用莲花形赤色弹 莲花叶形炉 向西方基祥 焚烧花木 四 降伏法 范API 以金刚部尊 为本尊 用三角形黑色弹 三角形炉 向南方蹲聚 焚烧苦木 二 三重法 又称三种护魔 止息灾 增益 降伏等三法 以与太藏界三部内正相应之三种修法 三 五重法 又称五种护魔 止四重法之外 另加勾照法 以结魔部之尊 为本尊 用金刚形炉 向诸方伴家作 焚烧赐木 戏与金刚界五部五制之内正相应之修法 于五重法中 就其所生功德而言 每一法均含有其他四法之效益 之为五法互聚 以习灾法为例 修行此法可除贪甜烦恼或止息国家之灾难 此为习灾之意义 除贪甜烦恼之案时 又可增长定会之功德或外在之诸种福德 此为增长之意义 诸种功德既得增长 则见次可摧破无名 灭诸栽殃 此为吊伏之意义 依此等功德 而无战乱战斗之事 并得诸佛菩萨之庇护 此为敬爱之意义 由此等功德 而诸战即身 万法见即 此为勾照之意义 其余四法一准 此而互聚功德 四六种法 又做六种护魔 即由上纪五种法中之增益法 开演出延寿法 其修法方式仅略异于增益法 于护魔法中 所焚之心目特称为护魔目 护魔之灰镜 称火石灰 伐木之刀 称为护魔刀 书写有护魔法之指去 其愿内容之指 版 可作护符之用 称护魔闸 行使护魔之堂屋 称作护魔堂 大日经卷六世出世护魔品 大臣里去六波罗密多经卷三 苏西的杰罗经卷下 大日经书卷八 卷十五 百论书卷上之中 惠灵阴一卷四十一 西灵阴一卷一P六千八百六十九 护魔目 密教修护魔法时如中所焚之目 又称护魔星 护魔柴 火目 有断目 乳目二种 断目指松等之干目 断断切之 乳目指桑等有湿气之深目 如中仙姬断目 其上至乳目 又依五种护魔作法之差异 所用护魔目之目种 取用部分 长度等 均有不同 如金刚顶于加护魔以鬼为习栽法用干目 增益法用果目 降服法用苦目 勾照法用刺目 敬爱法用花目 大日经书卷八为习栽法用树最上之 增益法用树中之 降服法用树根 燃线经多通用松 山 鬼 苏西的杰罗金卷下 一切如来大秘密王位曾有最上为妙大曼拿罗金卷三 瑞系耶经卷下 墓离曼陀罗骤金 P6871 护魔闸 表示护魔法祈祷中了之物 一般性其含有除灾 招服等神秘力量 有木闸 指闸之分 木闸于古代多用绘墓 经用葱墓或其他墓料 于宗教学之立场观之 乃基于灵物崇拜 咒物崇拜之思想 属护福之一种 参阅 护魔 6869 P6871 护魔堂 密教修护魔法之堂语 本尊安置不动 爱染的明王 其前设护魔堂 P6872 护魔堂 密教修护魔法所用之堂 又称光明堂 护魔火堂 火堂 君图堂 火曼陀罗 堂 未犯于 马尔之意义 因意曼陀罗 曼陀罗 集中央设火炉 焚烧公物以修护魔法之堂 旧柱坛之材料可分土坛 木坛 木坛行于我国及日本 印度则专用土坛 故经轨中为说土坛法 柱土坛可依七日做坛法及水坛法 前者由玉仙泽的 今七日七夜之公养的神 绝地 清静会物以至化诸尊曼陀罗 后者为疾病 冰乱等紧及时所行之略移 于一日中洒水浸的座坛 护魔坛中央绝火炉 炉源外之坛的化三重院 三重院之曼陀罗 我诸尊依习栽 曾义 祥福 勾照 敬爱五重法而义 又常以三昧耶行事之 依金刚鼎于家户魔以鬼仔 如魏习栽 则中愿四方化结魔楚 四于魏莲华 第二愿四方化四波罗蜜 四于魏内四公养 第三愿四门化四摄 四于魏外四公养 中化八方天曼陀罗最中央安置便赵尊 然化法及圣位之分布 依据各经轨而有益说 土坛之形状 大小 依经轨有多种说法 形状一般以席栽护魔之坛位圆形 白或黄色 增翼坛位方形 赤或黄色 降幅坛位三角形 黑色 勾照及静爱坛位半月形 或八叶莲华形 赤或杂色 其大小就纵横之直径 有四肘 三肘 二肘等说法 木坛及以木做坛 坛之形状一一修法而一 一般多用方形之牙坛 大小一不一 护魔炉外部画三重院 坛四鱼丁四诀 引五色丝 坛上布列二家 图香 滑蛮 火舍 饭石 灯鸣 集洒水 漱口 五瓶等诛器 坛上之装饰及诸物之布列 一流派而不同 金刚顶瑜伽忠略初念诵经卷四 一字佛顶轮王金卷五护魔弹品 瑜伽大教王金卷六 瓷式鬼卷下护魔品 护魔秘药抄卷五 护魔秘药抄卷五 首作华陵二人见解之公案 锦德传灯陆卷九围山林右条 大五一 二六四下 百丈事业照师入室 主云 吴化元在此 为山盛尽辱当居之 四绪吴宗 广度厚学 石华陵文之曰 某甲田居上手 又攻合的住持 百丈云 若能对仲下的一语出格 当居住持 即止静平问云 不得换作静平 如换作石 华陵云 不可换作木也 百丈不肯 乃问诗 诗踢到静平 百丈笑云 第一座书却山子也 遂浅诗网为山 此公案中 百丈淮海域使林右住持为山 华陵不服 百丈乃止静平 是二人之忧烈 华陵达 不换作木 上落眼泉 林右则踢到静平 表决了相待差别之意 胜过华陵 遂住持为山 P6872 辩才 为巧于辩数 单称辩 即善巧说法 一知才能 佛 菩萨等于多结中 由口液庄严之功利 而具足各种辩才 如四无碍辩 七辩 八辩 九辩 等 四无碍辩 即法无碍辩 亦无碍辩 此无碍辩 辩无碍辩 又作四无碍解 四无碍治 广义指辩才 无碍自在之解治 特别以其中之地 四辩无碍辩 为无碍自在 正确辩说之治 分析辩无碍辩 得如此七辩 即 一 结极辩 于一切法无碍自在 二 力辩 能深入通达 三 不敬辩 说诸法实相 此不穷尽 四 不可断辩 不为问难所断绝 五 随应辩 随应众人要求而说法 六 一辩 能说到达涅槃之种种利益 七 一切世间最上辩 能说一切世间第一之大臣 以上七辩或作节辩 训辩 应辩 无疏谬辩 无断境辩 凡所言说风亦未辩 一切世间最上妙辩 八辩指不思喝 不迷乱 不不畏 不高慢 义具足 畏具足 不着色 应时节辩才等 九辩指无者 无尽 相续 不断 不怯弱 不经步 不共 天人所重 无边辩才等 大品班若经卷八 圣天王班若经卷一大制度 论卷五十五 P6873 辩才天 泛名 Sorosfat Divy 古代印度婆罗门教 印度教之文艺女神 英译做萨罗萨法底 梭罗士法底 幼座大变天 大变才天女 大变才功德天 大圣变才天神 妙英天 美英天 略称变天 在离聚废陀中 比为义和及和川神之名字 能除人之慧 与人才富 子孙 勇敢 在泛书与摩喝婆罗多中 为语言女神 后为泛天之妻 或为女儿 为语言 知识女神 据传为泛语及天成体字母之创造者 并掌管诗歌 音乐 为艺术和科学之保护者 最后成为智慧与雄辩女神 有时亦被视为皮诗奴之妻 与吉祥天同受普遍之信仰 此神被佛教引用后 守护寿持金光明经者 根据金光明最圣王金卷七大变才天女品所在 笔为八臂 手持弓 剑 刀 斧 褚 铁轮 所等武器 密教他藏戒曼陀外 金刚不愿有变才天奏琵琶图像 琵琶极为变才天神之象征 七种子味 锁 三昧耶行味琵琶 真言味 南三漫多伯陀南萨罗嗦底叶沙喝 金印度教徒所同奉之相味 臣燕铁鸟 庆有四臂 右第一手持花 第二手持范家 左地一手持大自在天之华蛮 第二手持小鼓 右有为梵天所抱之象 做成虚 雀 但琵琶 前方有持其智者 不空所神辩真言经卷九广大解脱曼拿罗品 大日经卷一具原品卷四密印品 大日经书卷五卷十卷十四 经光明醉圣王经书卷五 P6873 辩中编诵 请参阅辩中编论诵 辩中编论 梵明Mahim Day 5 by G-A-K 凡三卷 又作辩中编论 离辟章中论 是清菩萨造 唐代玄奘义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 本论系注释弥勒所造之辩中编论诵 阐明大臣中道之阵形 即分变相变账变真实变修对质变修分位变的果变无上成等七品 意义本有成代真谛之中编分别论二卷 两亿因传承不同 故与法相知解释上时生其异 此外 西藏藏经中除此事清世论及弥勒本颂之外 另有安慧之世论与本论同名 注释书有窥机之辩中编论数计三卷 原小之中编分别论书四卷 现存第三卷 等 大唐内典录卷五 开原式教录卷七 卷八 成为时论了一登卷一本 南海记归内法传卷四 P6874 辩中编论数计 樊三卷 右座辩中编论书 辩中编论数计 唐代亏计者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四册 本书为玄奘一支辩中编论现存唯一注释书 辩中编论令一一本为真谛一之中编分别论 其注释书有心罗原小之中编分别论书四卷 仅存卷三 原小之书与本书同为研究辩中编论或中编分别论不可或缺之资料 窥姬著作此书时 曾对照三种范本 而与真谛一本作严密之比较 P6874 辩中编论书 请参阅辩中编论数计 辩中编论诵 中编诵 弥勒菩萨造 唐代玄奘义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 本论诵共七评 一一三诵 一辩中编论数计 其内容依次为辩相评 辩账评 辩真实评 辩修对质评 辩修分位评 辩德国评 辩无上成评 本论诵有世青之注释 真谛 玄奘皆有一本 安慧对世青试论附加以注释 经仅存梵文断片 但有西藏义之完本 在我国 世青试论之注释书 有真谛之中编分别论书三卷 元晓之中编分别论书四卷 亏积之辩中编论书计三卷等 但真谛之论书也已散失不传 批6874 辩证理论 请参阅辩证论 辩证论 唐高祖时 道士李仲卿 一座少卿 钻石一久迷论 刘静喜撰显正论 诋毁佛教弃异弃清 不仁不孝 世人多或于其说 法灵乃应又菩舍度如慧之请 借揽其藏书 传本书加以反驳 博引使书佛典 宣扬佛教比道教优越 继分三教制道篇等十二篇 论历代帝王 皇族 明臣之佛教信仰 佛道先后问题及道教经典 教理之伪望 其中第五之十欲篇及第六之九真篇 乃针对道士李仲卿之十一九迷论 而论述者 卷墨副传者与尚书又菩舍蔡国公之书 批6875 辩宗论 权益卷 刘宋谢灵运传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广宏明集卷十八 论述何谓究极之真理 以及体德此理之方法 并收录于法序 森维 慧玲 法纲 慧玲 王红等论难之问答 谢灵运以为中国圣人所体德之理与印度圣人所体德者相同 相对于佛教所说阶段性之修行 主张中国圣人于刹那间及能体悟真理 其顿悟说虽沉寂道深之说 但却否定作为 而主张复归于自己清净之本来性 其论说之背景含有道家思想 批六千八百七十五 辩香 随代森 身足年不祥 盈州 河北 人 俗姓史 诗世少林寺之会远 五百二十三 五百九十二 研读时的经论 于涅槃经有特殊之见地 文帝开皇七年 五百八十七 诗随惠远入长安 渐进尹寺 著寺弘法 其后 阳帝设到场于洛阳 赵寝高僧讲道 诗意在赵寝之列 至唐代 诗著圣光寺 颇受高祖 太宗之礼遇 征观初年世纪 诗寿七十余 序高僧传卷十二 批六千八百七十五 辨无爱解 犯语proti bhna proti-safi-id 四无爱解之一 又作辨无爱智 辨无爱辩 乐说无爱辩 为佛 菩萨应众生之根基 而巧妙说法 所说弃于正理 而无至爱之至解与辩才 又义法 义 此等三种无爱之至 为众生乐说自在 故称乐说无爱辩 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五 巨舍论卷二十七 大制度论卷二十五 参阅 四无爱解 一千七百七十八 批六千八百七十五 变异长者子所问经 泛名proti-bite-na mati-paroopsi-ch 全异卷 北魏法场异 又称变异长者子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四册 内容计数 佛陀应变异长者子之所问 而宣说升天 升人中 堕得玉道 堕恶鬼道等十世之要义 每一世富有五世之因缘 变异长者子问五十世之法义 欣然欢喜 得法眼镜 p-6875 变异长者子经 请参阅变异长者子所问经 变异禄 樊五卷 元代祥麦传 又称志元变异禄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 祥麦于志元二十八年 一千两百九十一 奉斥传著本书 以博斥道教之委说 其起因系由于南宋李宗保佑三年 元宪宗五年 一千两百五十五 全真道首领秋处基 李智常等强占寺院四百八十二所 毁坏佛像 宝塔 改建位道观 并传布老字画胡经及老字八十一画图 引起佛道二教激烈争论 元氏祖于志元十八年 命佛道二家辩论道家经典之真伪 后将道德经以外之道书悉数焚毁 并命祥麦传此书 书之前半部共十四篇 博斥道家 道教之说 后半部计数元朝定国号 一千两百七十一 前后佛道真斗之原委 并附有官之文献 批六千八百七十五 辩基 唐代森 诗行貌伟悉 少怀高岛之节 为长安大总持四萨婆多部道乐法师之弟子 玄壮大师自西域归来 协回梵文经本六百余部 于长安宏福寺一经时 一场内上有安解大小成经论之正义者十二人 罪文者九人 自学及正范语者各一人及笔授者若干 诗即为罪文者之一 玄壮大师之大唐西域记一书及由诗指笔罪文而成 大词恩四三藏法师传卷六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批六千八百七十六 遍积菩萨 遍积 泛名Pray Tivite N.A.K.A. 因一罗底婆那俱诈 幼座至基菩萨 为贤解十六尊之一 在金刚界曼陀罗三昧耶 为戏 供养诸会 为外院方谈北方四尊中之第四位 主如来化他之断志 秘号巧遍金刚 定会金刚 种子为六或V 三昧耶行为花云 其形象深沉浅绿色或白肉色 为戏会中 此菩萨右手持莲花 上有花云 左手握拳至于腰部 夫坐莲上 供养会则两手持莲花 其上亦有花云 真言为 安罗底婆那俱诈 也说贺兰 一般将此菩萨与文殊菩萨 或无敬意菩萨 视为同尊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经卷三 金刚界七级卷下 P6876 西潭字 Phe 为密教金刚界大日如来之种子 即显示大日如来之法身之真实质 表示一切诸法之根源 万法聚集之本体 五轮所成之法界塔婆 自含有无量义趣 有大杯水之义 表示洗净百六十星之烦恼构 有自信离言说之义 表示大日法身之真实质 另如日本新教大师于其所者之 自义 忠 即举出离言 水轮 塔婆 大杯等十六门 以详视其生意 金刚风楼阁一切于家于纸巾卷上续品 金刚鼎一切如来真实设大臣县正大教王金卷上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金卷一大日金卷七 佛顶尊圣心魄的欲转业障出三界秘密三身佛果三种兮的真言仪鬼 P6876 铁丸地狱 铁丸即打罪人之地狱 未悔辱不失 说不失无果报者所堕之处 此地狱纵广八十游巡 中有铁城八十八粒 一一粒中有五刀山赋于其上 下有十八大恶铁蛇 蛇蛇出铁剑 剑头火燃 罪人命中 身铁城中 铁蛇绕身 截头火燃 赋于大热铁丸 从顶而入 自足而出 罪必 乃身为贫穷孤独英雅之人 后遇善之事 始发菩提心 观佛三昧海经卷五 P6876 铁山穷 南宋灵记宗僧 湘潭 湖南 人 十三岁时 因一僧之教导之有佛法 岁以诵经理佛为誓 学习坐禅 二十二岁 亦说十八岁 出家 二十四岁受聚足戒 致阳山参业雪言禅师 豁然大悟 赋往庐山夜里东言 言举问 万序一三八 四六四下 心不是佛 智不是道 坐身 诗云 报赃教区 言又问 不是心 不是佛 不是物 是如何 诗云 梅间逆出辽天谷 高丽国王 清诗之德 浅识被拒礼弊 专请至彼国 得度者圣火 后至援州 江西 慈画四大红法画 纪念与世受军不详 建塔于观音阁后 增集续传灯陆卷五 五灯会员 序略卷四 P6 877 铁牛 河南陕浮城外有大铁牛 传说是与王位防黄河泛滥所著 为黄河之守护使 禅宗 铁牛之机 亦语 即为其 体 不动 用 无印而自在之大鸡用 又用来形容无相之佛心印 碧岩路第三十八则 大四八 一七五下 祖师心印 壮四铁牛之机 P6 1877 铁牛道鸡 1628 1700 日本黄埔宗森 石剑 岛根线 人 俗性腾元 自铁牛 浩字木子 曾遍访诸国巡师修学 后依隐元龙旗 并授木眼信之印记 此后即致力于 协助黄埔宗之开宗 复制各地洪化 建立寺院六十余 元禄十三年世纪 世寿七十三 赤世 大词普印国诗 这有七会语录 字幕摘稿 铁牛禅师语录 P6 1877 铁刺灵地狱 犯邪淫者所堕之地狱 狱中有大刺树 上有大毒蛇 化作善女 又引罪人 罪人上此树时 刺阶向下贯刺罪人 记质树上 化女孩腹蛇身 破头入腰 处处穿血 大制度论卷十七 P6 1877 铁城 泛语 Ia Prkra 即止地狱 据经典记载 若人不孝顺父母 不尽是沙门道人 不畏境界 不畏经事后事 死后将堕铁城 铁城 泥黎经 P6 1877 铁眼道光 1630 1682 日本黄博宗森 肥后 雄本县 人 俗姓左博 自铁眼 13岁出家 26岁参访影员龙琪 师世慕眼姓 其后致力于大藏经之藩客 以万福寺宝藏院 为其根据的 并寻由诸国广寿布施 历时于年始境其宫 是称铁眼葬 黄博板藏经 由于旧纪基内积井 几度间断翻课工作 亦因而著称天下 天和二年世纪 世寿五十三 赤士 宝藏国师 P6 1877 铁眼葬 日本开板之大藏经 即黄博板 为日本黄博宗铁眼道光于 宇治万福寺开板 1669 1681 共收1618 7334卷 其板木存于山城 京都府 宇治黄博山万福四支塔头宝藏院 参阅 中文大藏经 1001 P6 1878 铁笛道吹 樊二卷 天明三年 1783 日本曹洞宗森悬楼奥龙传 本书 广必沿路 选及公案百则 加以平唱 并赴颂古 上卷收文书入门至一中身座等五十则 下卷收宝福佛殿至维山方丈等五十则 P6 6878 铁围山 泛名卡卡菲 帕沃特 巴利名卡卡菲 帕沃特 右座铁轮围山 轮围山 金刚山 金刚围山 佛教之世界观以须弥山为中心 其周围共有八山八海围绕 最外侧位铁锁城之山 称铁围山 即围绕须弥四周外海之山 或为大中小三千世界 各有大中小之铁围山环绕 据大皮婆沙论卷一三三载 此世界之中央为须弥山 由四宝所成 其周围由建达罗乃至尼明达罗等七金山围绕 珠山之间各有一海 围绕尼明达罗山之地八海及险海 沿浮四周位于此海中 此险海之周围有山 如墙绕之 故称伦为 又应其有铁所成 故称铁为山 其是金卷一沿浮周品 卷二地狱品 历世阿皮潭论卷二数量品 张所知论卷上汽世界品 参阅九山八海 一百二十七 大铁为山 九百一十四 批六千八百七十八 铁为山大臣结集 请参阅铁为结集 铁为结集 即铁为山大臣结集 据大制度论卷一零零所在 佛陀入灭后 文书 弥勒等大菩萨律 阿南于铁为山结集 大臣经 称为菩萨藏 然此说当属大臣佛教兴起以后之传说 有关大臣经之结集 另有多种说法 参阅 结集 五千一百八十七 批六千八百七十八 铁塔 指南印度之铁塔 收藏金刚顶经等 据金刚顶经一绝在 佛陀入灭后数百年间 无人能开此塔 后有大德 龙猛菩萨 送持大毗卢遮那真言 并得毗卢遮那佛现身说念诵法要 持寸口诵成就 愿开此塔 于七日中绕塔念诵 以白戒子七力打此塔门 乃开此塔 的金刚顶经广本 此说由金刚至三藏口传 其弟子至藏 再入金刚顶经一绝 又据日森空海所者 教王经开提在 金刚顶经及大日经 皆龙猛菩萨于南天竺 铁塔中所送出者 密教 铁塔相成 之说 即为龙猛开此铁塔 由金刚萨朵相成密教 日本东密基于空海之说 以金刚及大日两部卫塔内相成 台密则依海云之两部大法相成 师资复法纪之说 以两部皆卫塔外相成 P6878 铁窟地狱 在铁窟中 成除罪人之地狱 凡千贪负者 不不失父母 妻子 奴婢 亲友 是师长如愤会者 所堕之处 此玉系一大铁山 纵广二十五游巡 山上有五百万亿大热铁丸 山间附有百千刀剑 罪人命中 生火山上 枯中剑虫 刀虫煞时齐驱 烟熏其眼 目不能逝 东西持走 受铁丸吉身 铁山撞头之苦 后生恶鬼中 燕戏如真 腹带如山 备受痛苦 腹身人中 一瓶穷悲剑 得欲善之事后 始发菩提心 观佛三昧海经卷五 批六千八百七十九 铁 铁制之 梵与辟刷 多罗 之略称 乃比丘六物之一 意义作应良器 即应于各自之时量 而受施时之器物 依佛制法 佛听比丘絮二种 即瓦语铁 为佛独用时 参阅 五千六百八十七 批六千八百七十九 铁甲地狱 甲 即甲 凯 即铁甲者身 不能动弹 而受苦痛之地狱 批六千八百七十九 铁网地狱 在铁网间 陈处罪人之地狱 为邪心产区 妖媚或人之虚 望众生所堕之处 此狱有八十九 重诸铁罗网 一一网间 有百亿铁针 每一铁针 各有无关 罪人命中 伸铁网间 动无关 无数铁针射入毛孔 如是辗转诸铁网间 忽死忽生 罪弊 身于边地无佛法处 虽生人中 亦为恶道所设 经无量解 使欲善之事 虽得闻佛法 却心不能解了 观佛三昧海经卷五 批六千八百七十九 铁吉梨 禅灵用语 一吉梨为一种药草 慢生 果实有锐刺五对 铁吉梨 即以铁座吉梨果之行 用未防敌之武器 转用以比喻禅宗师家之指导 严密南清 必言录第十二则 大四八 一五二下 僧问洞山 如何是佛 铁吉梨 天下那僧跳不出 耳拳一卷 明代别传道经传 原贤 原贤 原晃等边 全称庐山别传禅师 铁吉梨 该书皆是必言录百则 之本文 并附诵 批六千八百七十九 铁嘴虫 阿比地狱中之独虫 巨大制度论卷十六载 阿比地狱有铁嘴独虫 从罪人之鼻中入 脚底出 或从足下入 口中出 六波罗密多经不退转平 批六千八百七十九 铁壁银山 禅灵用语 右座银山铁壁 其意有二 一 形容本具之灵性孤峻独绝 犹如银山铁壁之难以攀爬 二 比喻行者修缠至某一境地 生起无法透脱之苦时 形容其挫败心情之词 亦未行人至此 已敢计穷 而无法打破铁壁 踏上银山 必言录第四十二则 天目山中风和尚广路卷十二中 批六千八百七十九 铁壁鸡蝉诗语录 凡二十卷 全称庆中铁壁鸡蝉诗语录 明末灵记宗森铁壁汇基 一千六百零三 一千六百六十八 传 幻鸣重编 清代浙江家心腹人言四中堪 内涵 上唐 丙福 朴说 小餐 世众 茶话 法语 姬元 问答 鞭策语 佛式 相赞 自赞 诗 诵 记 连方 歌 名 诵谷 念 别 平 真 代 杂者 书问 请起 形状 塔名 记文 并附录年谱一篇 卷首则有雄辱学于明崇真十五年 一千六百四十二 所传之序 行红物所传之影 本于陆系广路兴致 故意收录三山登来于 明崇真十五年所编刊之三卷铁壁基禅诗语录 P6,880 铁树 禅灵用语 以铁树无花无果 比喻无心 无作之妙用 绝了思虑分别 禅宗以 铁树划开世界香 之语 比喻尽法界一切物及由无心无作之妙用 所显现者 又无增爱 无取舍 无能锁 而天真烂漫的开展 为铁树之本来面目 以此形容那森之不染污 没踪迹之行律 又 铁树开花 亦语 表示被视为固定不变而时有变化之理 若配于体用 则铁树为体 开花为用 表示由死而显活 由静而发动之无为无作之功用 避言录第四十则 批六千八百八十 铁掘子 禅宁用语 只无从下手 无法咬嚼者 比喻无可奈何之事 避言录第四十四则 大四八 一八灵下 河山垂与云 席学位之文 觉学位之灵 天下那森跳不出 无孔铁堆 一个铁掘子 无尽灯论卷上 批六千八百八十 铁击地狱 以铁击成处罪人之地狱 为不孝父母 不敬师长 不顺善教 杀害众生者所堕之处 此域有一大铁床 纵广四百游巡 上安朱铁 兼有万亿铁弩 铁弩之足头 巨百亿丰刃 罪人命终身大铁击上 洞朱铁 无量铁弩同时皆章 一一铁建设罪人之心 于一日夜间 死生六百亿变 罪弊 身处身中 经五百事 还生人间 贫穷下见 后遇善之时而发菩提心 观佛三昧海经卷五 批六千八百八十 铁魔老字牛 禅宗公暗明 又坐流铁魔老字牛 铁魔到围山 围山流铁魔 为围山林又遇会下老尼流铁魔之问答 碧言录第二十四则 大四八 一六五上 流铁魔到围山 山云 老字牛 如来也 魔云 来日台山大会斋 和上海去 围山放生卧 魔便出去 盖围山自称水谷牛 与此称铁魔为老字牛 乃与其自称相对 而暂许铁魔有不寻常之疾风 对铁魔之问 围山放生卧而不答 表无心理之活处 铁魔出去 则是归家稳坐之落处 二人于问答之间 皆自守本分 往来无碍 故此一公案即显示 二人未痛的痛症之之音之矣 禅宗宋古连珠通集卷十五 连灯会要卷七 五灯会圆卷九 批六千八百八十 铁骏 蝉灵用语 铁制之馒头 与铁酸腺同意 未吞下铁馒头乃不可能之事 以此比喻难解难透之一观 碧与铁路第七则 大四八 一四七上 法眼云 乳氏会超 一魔托出 铁骏 救生打劫 批六千八百八十一 铁萨罗 刘宋彨�宋 刘宋 铁 Stre Gabrie 獅子国人 SAP S оз 民艇 文帝元冉 actually 十年 四百三十三 律彼你有十人自 gusta 建康、京南京、于南陵寺创立戒坛,请印度森森加拔摩为船戒施,共为尼众三百余人众受巨祖戒,创中国标尼如法寿戒之时。 据传,当时曾在建康建铁萨罗寺,以纪念此事。 梁高森船卷三,比丘尼船卷二,6881。 铁锁金锁,深受细腹之欲。 所谓束腹之巨,金、铁品质有高低,然其不自由之意则无差别。 盖金锁辟欲无漏之锁之诈,铁锁则欲有漏之烦恼诈。 P6881 粉子,中之小,即浅铁。 乃硬量器,头,内剑,小,四等大小三器之总称。 其形状头上亦,如普通之腕。 据传,是尊臣道时,寿似天王寺,重叠成一,外有四醇。 精焚子三,与硬量器重成四醇,盖本世尊之故事。 世事要揽卷中,翻译名一集卷七,禅灵象器兼器雾门,P6881。 夺,饭与格,八粒与铜。 又称宝夺,风夺,盐夺。 魏灵之一种。 即锤挂于寺庙堂塔之香轮及盐端等处至大灵,金属至,成中形。 玄夺以庄严四塔之习俗,塑形于印度,我国约始于北魏时代。 此外,我国古来即有夺,夺以青铜制成,又依夺蛇之财分为金夺,木夺二种,金夺用金,铜,蛇,为君吕中之号令器具,木夺用木蛇,为宣教阵令之器具。 惠灵因一卷一大五四,三一四下,宝夺,下唐落返。 正玄驻周里云,夺,大灵野。 大班若金卷一落洋加兰纪卷一粒带三宝纪卷九,批六千八百八十一。 旋串,印度流行之事物。 旋,即止旋,带于手指,兼指一般环状之事物,串,有臂串,腕串,脚串等,以宝玉,金属等位之。 菩萨像多配用卫庄严之物。 金光明最圣王金卷二,大一六,四零九下,四一零上,譬如有人愿遇的金,忠略,的清净金,随意回转,做诸旋串种种言句,虽有诸用,金性不改。 北本大班若涅盘金卷四十,一字佛顶伦王金卷一批六千八百八十一。 辟旺旧略说,凡十卷。 又坐天同和尚辟旺旧略说,明代森密云原物,一千五百六十六,一千六百四十二,者,是者真其边。 收于万序藏第一一四册。 原物之法四汉月法藏主张一、零、原乡,为千佛万佛之族,并反对曹洞宗抹杀五家宗旨,遂者五宗元,乃引起一场禅林间之论证,其后汉月之法四谈及红忍附作五宗旧以辩护其师之说。 本书作者原物则以为禅宗不立文字,更无、零、知相貌为千佛万佛之族,有此一、零、禅宗会命是将断绝,为免后世禅门弟子悟入邪见,望任一、零、而不自悟,乃述此书以禅阳佛法大义。 清世综艺者有简模变异录一书、博斥汉月等之见解。 参阅五宗元,1108,P6882 霹雳星,泛名Nirgta,因意涅加多,为雷电霹雳之意。 吉天狗,表示之梦幻者。 密教胎藏县图曼图罗中,此尊位于外金刚不愿东方日天之旁,形象成肉色童子行,于顶上合掌,做飞行之事。 大日经书卷五,P6882 露,一佛经中以朝露之意事,比喻万物之变迁无常。 金刚经,大八、七五二中,如梦幻泡影,如露意如电。 二禅灵用语,显露之意。 隐身未表示诸法权体现前之相状。 此外,亦未禅宗惯用的举喝之语,表示目前分明显然之势力,多用于引导、法语等场合。 P6882 路的,亦指屋外,即户外无物被附于上之所。 杂阿含经卷三十九,二指坐于无物复辟之所。 为十二投驼行之一。 三比喻脱离烦恼之境界。 此玉系隐身自法华金辟玉品之火宅玉。 长者之子因从燃烧之家中逃出,得见路的,屋外,之大白牛车,游逝路的被视坐以断三界烦恼之安然境界。 四指无见获,私获之境界。 法华文句卷五下,五禅宗特指在僧堂内修行者座位以外之经行处所。 P6882 路的白牛,路的,为门外之空地,欲平安无事之场所,白牛,亦指清净之牛。 法华经辟玉品中,以白牛辟玉亦成叫法,从而只无丝毫烦恼污染之清净净地位路的白牛。 从荣路第十二则,大四八,二三四下,我那僧家庸看路的白牛,P6882 路的坐,十二投驼行之一。 位于路的坐禅修行。 四分律行是超卷下三支一引大制度论位,路的坐可免于爱者应付良乐,溢入空顶。 又巨大乘一张卷十五载,树下因施,久居一致即患,故坐于路地。 P6882 路的记,禅灵布萨时,为那于僧堂内,丹,修行者之座位,以外处所所畅之计。 文曰,大八二,四三一下,降伏魔力院,除洁净无余,路的即尖锥,比丘文当即,诸玉文法人,度流身死海,文此妙响应,竟当云即此。 银山轻规卷上月中行事,P6882 路命,比喻寿命之无常犹如昭露。 路母经济,大三,四五六上,无常难得久,中略,命如露着草,P6883 路形外道,又坐裸形外道。 为印度二十种外道之一。 即止尼尖子外道,彼等以裸形为最上之修行法,能生一切智。 然据外道小城涅槃论所在,尼尖子外道分为白衣派,Fedmbara,空衣派,Digambara,二派,白衣派为尼尖子外道,空衣派特称为裸形外道。 P6883 路柱,路在外面之柱,执法堂或佛殿外正面之原柱。 与瓦砺、墙壁、灯笼等具属无生命之物,禅宗用以表示无情、非情等意。 灵济会照禅师与路堪辩,大四七、五零三下,师直露柱问,是凡是甚,原聊无语,师打露柱云,直饶道的,也只是个目觉,又,露柱怀胎,比喻无心之活动,灯笼露柱,意味以本来面目而呈现者,即止无情之物恒常不断地说示真理之想。 P6883 漏堂堂,禅林用语,为黑漫漫,之对称。 堂堂,为容貌之甚。 即止全体明白显现,从而见其相貌堂皇伟大。 又为表示公案现成当体之用语。 P6883 漏漫,漏出在堂堂外之漫目。 法华经续品,P6883 漏盘,成漏盘,之略称。 吉塔之平头上所立之轮盘形建筑物。 又做盘盖,轮台,香轮,漏盘。 于日本,以塔顶空轮之基部,称为漏盘,即相当于印度佛塔附上之平头部分。 以日本之五重塔而言,漏盘之上,依次为福,富,请华,寿华,九轮,水淹,龙车,宝珠,宝瓶。 然依印度古制,漏盘本质于富之上。 参阳,陈漏盘,3254,塔,5421,负,6614,P6883。 漏遮婆罗门,漏遮,泛名Lohicca,巴黎名Lohicca。 又做鲁西遮婆罗门。 据长阿含卷时期漏遮金载,漏遮婆罗门心生恶见,为了知善法,以正道果之人,自知即可,不应为他人说法。 佛陀乃为其解说,为若有人因闻法可得沙门似果,设此人不得闻法,则无由得道果,故见人不应为他人说法者实为不善心,当夺恶道。 漏遮婆罗门门门法后欢喜信寿,归依三宝。 杂阿含经卷九,P6883。 顾法言,1917,浙江绍兴人。 明氏干,自法言。 中央大学毕业。 曾服务于农妇会及台湾佛教义经院。 目前驻美国旧金山。 精通英文,梵文,八立文等,未近三十年来,佛教界之著名翻一家,亦有禅门三著,原始佛典选意,佛陀的启示等书。 P6883。 故欢,420,483,南齐道士。 无心言官,浙江海宁,人。 自景仪,仪自玄平。 初从少玄之学五经,年二十余副师事雷次宗。 好黄老之术,通解阴阳书,后于天台山开馆寿徒,教黄老之道,为村人治病除灾。 其高地府镇时,奉赵任扬州主部。 吉地建座,乃自称山古城,靖正刚一卷东归。 永明元年,483,其五帝征兆为太学博士,历词不久。 同年促于善善,享年六十四。 现有文集三十卷传世。 鉴于当世佛道二教之互相诋毁,乃传,一下论,表面上畅言佛教,道教实力相符,实际确立佛教于道教之侧,并借分仪,印度,下,中国,之别以贬处佛教, 掀起当世之佛,道论阵,沙门会通,僧敏与当世明氏元灿,明僧少,谢正之,朱昭之,朱广之等君者论博斥之。 参阅,一下论,2338,批6884。 号箭,五代宋出之森。 集冠,身足年军不详。 魏云门闻眼之法寺,居于越州八陵,湖南越阳,新开寺,故称八陵号箭。 善辩,有,见多口,之称。 仅得传灯陆卷二十二,连灯会药卷二十六,批6884。 饶意,意语人法意之意。 为摩洁所说经卷上佛国品,大一四,五三八上,菩萨取于晋国,皆为饶意诸众生。 二,富裕,丰足之意。 为娑婆世界东南方之世界名称。 华言经卷十二如来名号品,大一陵,五九下,诸佛。 此娑婆世界东南方,此有世界名为饶意。 如来与比,或名献光明。 批6884。 鸡井灾,泛宇德牌,Ketraba。 右座鸡井结,鸡井中间结。 为中节末期所起小三灾之一。 三灾即刀兵,即义,义井。 终结末期,仍受减至十岁时,仍为非法贪,染污殊之不平等。 爱仗必其心,写法盈禅,填独增上,相见便起猛利害心,故天龙奋则,不甘灵。 由世世间久遭积极,既无知计,多数命中。 御社论卷十二,参月,三灾,五百五十四,批六千八百八十四。 居乌沙迷,三沙迷之一。 又称竹银沙迷。 指七岁至十三岁,能驱竹乌鸟、银等,不使掠夺比丘影时之小沙迷。 摩赫森指绿卷二十九,五分绿卷十七,四分绿卷三十四,批六千八百八十四。 驱轨节,西藏佛教节日。 每年传小赵时,于藏力二月二十九日在拉萨鲁布广场举行驱轨之仪式。 鬼明路公,为一邦教徒,灭佛大臣,全明为恩兰达闸路公。 于节日当天,由喇玛装半成半黑半白之面貌,众人将之逐出郊外,半鬼者须至桑耶寺住宿数日在前回拉萨。 皮六千八百八十四。 驱龙,指持戒之阿罗汉一世戒力,驱逐加斯弥罗国之毒龙。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四,大二七,二三陵上,习此加斯弥罗国中有一毒龙,名无妾具,丙性暴恶,多未损害。 去彼不远,有皮赫罗数为彼龙之所扰脑。 四有五百大阿罗汉,共义入定,御主彼龙,尽其神力,而不能浅。 有阿罗汉从外而来,诸旧驻僧未说上是。 时外来者至龙驻处,谈指语言,闲面远去,龙闻其身即便远去。 诸阿罗汉怪儿问言,如浅此龙,适何定力,彼达众约,我不入定,义不起通,但护施罗,故有此力。 我护轻罪,如防重镜,故十恶龙经不而去。 四分绿山繁补却形式超卷上衣,P6885。 楼蛮外道,外道之一。 此类外道取人之楼骨为蛮而悬于景象。 右笔等通长期隐于枯木,石堆,种侧等处。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P6885。 痴魅王两,痴魅,王两君为鬼神之名。 如法华金辟玉品,大九,一四上,其舍恐怖,变状如是,处处皆有。 痴魅王两,大臣李去六波罗密多金卷二陀罗尼护持国戒品,瑜伽及药艳口诗十一等,均载其名称。 集藏于法华一书卷六对此家以解说,大三四,五三五中,张平子西金妇驻解云,山神为痴,虎行也,宅神为魅,诸头人行,身有为,木石妖怪魅王两。 春秋第十卷云,驻向悟故有百兽之行,使人入山川不逢痴魅王两。 驻云,痴是山神,兽行,魅魅魅怪物,王两者水神。 痴魅王两时系鉴于我国古代典籍之鬼神明,佛典乃戒而用之,在法华经之范本等,并无相当于此四字之言语。 大班若经卷五零一,卷五四零,大臣里去六波罗密多经卷一,安宅神骤经,诗恶鬼甘露位大陀罗尼经,冠顶经卷十二,顺正理论卷十二,卷六十七,至禅并密药法卷下,法华文句记卷六下,法华玄赞卷六本, 会灵鹰益卷二十七,西灵鹰益卷一P六千八百八十五。 魔,泛语MRA,八粒语童,全称为魔罗,意义为杀者,夺命,能夺,能夺命者,障碍。 又称恶魔,只夺取无人生命,而妨碍善事之恶鬼神。 魔,字,就一座,魔,至南朝两五帝时时改为,魔,字。 据普耀经卷六将魔品载,佛陀成道时,魔王波寻曾遣派玉妃,月笔,快关,剑丛等四女前来扰乱。 长阿含经卷二十刀利天品,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载,魔王细著于玉界第六他画自在天之高楚, 为破坏政教之神,称为天子魔,或天魔波寻。 另据增益阿含经卷二十七记载,魔王波寻具有色力、身力、香力、卫力、细华力等无力。 佛本行及经卷二十五举出玉滩,不欢喜,饥渴寒热,爱着,睡眠,经不恐慰, 胡疑惑,恬惠愤怒,尽力真名,愚痴无知,自欲惊高,恒常毁他人等十二魔君。 又由内观而言,烦恼,疑惑,迷恋等一切能扰乱众生者,君称为魔, 由自己身心所生之障碍称为内魔,来自外界之障碍称为外魔,二者何称为二魔? 大智度论卷五载,除诸法时相外,其他一切均为魔。 于家师的论卷二十九列举四魔之说,即,一,五蕴能生起种种苦恼, 为夺命之因缘,称为五蕴魔,又作阴魔,蕴魔,五重魔,应戒入魔。 二,能招感从生至死之烦恼,称为烦恼魔。 三,死,本身称为死魔。 四,障碍解脱生死者,称为天子魔,又作天魔。 又四魔加上,最魔,则为五魔,或四魔加上无常, 无我等四颠倒心,则为八魔。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二十九则举运,烦恼,夜,心,死,天,善根,三昧,善知识,菩提法治等十魔。 大臣法愿一零章卷六本则总括魔为分断魔,便一魔二种, 前者为烦恼障,乃障碍二胜者,后者为所知障,乃障碍菩萨者。 分断,便亦二魔又各有四魔,合为八魔。 其他如魔喝止关卷八下,于修禅中所起之魔,有详细说明。 对治魔之方法,或念三规,五戒等,或诵治魔咒,或念佛等均可。 幼密教修法中,常限制一定之区域修结戒法,来防止魔障进入。 杂阿含精卷三十九,中阿含卷三十将魔精,佛本行及精卷二十六,佛所行赞卷三破魔品,悬应应一卷二十四,会愿应一卷下,会灵应一卷十二,卷二十五,参阅,恶魔,四千九百五十二,批六千八百八十五。 魔天,指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为六欲天中最高位之地六天,应有天魔之住处,故意称魔天。 大制度论卷五十六,批六千八百八十六。 魔王,天魔中之王,即欲借第六天之他化自在天主。 其名为波寻,常律卷属阻爱修持佛道者。 巨人严经卷六载,若不断营,必落于魔道,上品位魔王,中品位魔名,下品位魔女。 但从大臣之法门言之,魔王时为身为之菩萨以大方便利所示现者,其目的在教化众生。 或为第六天上别有魔之宫殿,魔王助之,非他化自在天主。 唯魔节所说经卷中不思一品,批六千八百八十六。 魔佛,指天魔与佛陀,系对举及恶与吉善者。 魔喝指观卷八下,大四六,一一六中,魔界及佛界,而众生不知,迷于佛界,横起魔界,于菩提中而生烦恼,批六千八百八十六。 魔界,未未求明文立养而持戒。 若因为具外力而修人辱行,称为魔忍,若未求明文立养而行精进,称为魔精进,被于正理之邪禅,称为魔禅,陷于分别见解之邪会,称为魔会。 魔喝指观卷八下,大四六,一一六下,九远节来,为魔所使,起于魔谈,为有报顾,持于魔戒,要力养顾,行于魔忍,为为他顾,习魔精进,求明文顾,得于魔禅,昧于鬼法,乐于魔会,分别见网。 此外,此外,又未能令人生起病脑,破欢喜心,破法生会命,起邪念想,夺人之功德者,称为魔病。 魔喝指观卷八上,批六千八百八十六。 魔是,障碍之事,即障碍修行,偏离正道之思想行为。 魔逆经,大一五,一一二中,有所心业而有所做,则为魔是。 若使志愿有所受取,而有所夺,则为魔是。 假令所欲思想诸者十念求望,则为魔是。 魔喝指观卷四下,万善同归即卷上,批六千八百八十七。 魔是镜,时镜之一。 右座魔镜。 天台宗立时圣观法,其对镜亦有十种,魔是镜为其中之地五。 指修行人于观察阴静,烦恼静,病患静,夜相静等前四静后,由未破获,而天魔恐惧修行人若破获度他,将损失其魔名,又律修行人的大神通,大智慧,必受掉浮控制,故发动种种模式,破坏其修行。 此即修行人一先观察而喝弃之,不使进入,其次自投制足一一地观身心了不可得,令魔魔所著,如是三观之而魔人不去,即当以死为其,一心用观,使道很陈酒。 魔喝指观卷五上,批六千八百八十七。 魔怨,指恶魔。 因恶魔向人行恶,为人之怨敌,故称魔怨。 大臣礼去六波罗密多金卷八,大八,九零零上,安处不动,犹若金刚,以智慧见斩烦恼贼,破身死君,摧服魔怨,合复一切,令诸众生皆的解脱。 说无够称金卷二,卷六,批六千八百八十七。 魔戒,以幼作魔道。 至恶魔之境界。 首能言三昧金卷下,大一五,六三九下,魔戒如即是佛戒如,魔戒如,佛戒如,不二不别。 二指欲戒六天中之他化自在天,化乐天,兜绿天,也魔天。 批六千八百八十七。 魔军,为恶魔之军兵。 以军辟欲魔众之势力,故称魔军。 魔,乃伴于MRA,魔罗,之略称,又作恶魔,意意为杀者,障碍。 佛陀成道之际,魔王及其眷属来作种种障碍,然均为菩萨所降服。 普耀经卷五,方广大庄严经卷九载,魔王与妨碍菩萨成道时,魔王千子之中,有皈依菩萨之五百子与妨碍成道之五百子相争。 普耀经卷六,方广大庄严经卷九亿位,魔王命魔女对菩萨行种种魅惑,更令夜差与众恶鬼作多种变化, 以恼乱菩萨,然菩萨君依宜破此魔之君众而成道。 有关降魔之故事,在佛本行及经卷二十九,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佛所行赞卷三等之佛传经典中,均有记载。 佛本行及经卷二十五是烦恼为魔君,为魔波寻有欲贪,不欢喜,饥渴寒热,爱着,睡眠,经不恐慰,胡疑惑,填慧愤怒,尽力真名,愚痴无知,自欲经高,恒常毁他人等十二种魔君。 后期大臣经论意见词说,如大智度论卷五说欲,忧愁,饥渴,爱,免税,不慰,疑,寒毒,虚妄知名闻力养,自高慢他等十君。 君系以种种烦恼辟欲为魔之君事,而说菩萨降伏彼等而成道。 P6887 魔宫及恶魔之住居 新帝观经卷五,大三,三一四中,若能发星球出家,雁离世间修佛道,十方魔宫皆震动,是人速震法王身,P6888 魔逆经,泛名Modular,Vicurve,Paravarta 全译卷 西境诸法护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五册 本经内容为大光天子与文书师利问答魔士,魔来扰乱,文书以三魅力复魔,复辩魔为佛身,与诸比丘论法,终使魔拨寻心怀幽期,气泪而去。 本经之梵本不存,汉义无义本,为藏本之提意味,圣文书师利神辩品之大成经,与汉义本之经提全然相译。 P6888 魔教,宋代地主阶级对明教之贬称 明教为当时农民起义经常利用之秘密宗教组织,由魔尼教发展而成,不试鬼神,重奉魔尼。 地主阶级乃亦,魔,为,魔,乌魔尼为魔王,明教为魔教。 又因其吃素,戒酒,故又称之为,吃菜是魔。 P6888 魔犯,乃并指欲界第六天之他化自在天魔与色界之犯天王。 据舍论记卷三,大四一,六一上,魔,为他化自在天魔,犯,为犯王,P6888。 魔道,又作魔罗道。 指恶魔之行为,或恶魔之世界。 能言经卷六,大一九,一三一下,纵有多致指定现前,如不断营,并恶魔道,P6888。 魔相,相对于净土而言,乃指六道轮回而污着迷惑之娑婆事。 观经书定善意,R3G,263上,归去来,魔相不可停,旷节来流转,六道进皆经,到处无余乐,为文仇探生,P6888。 魔网,魔网,指魔所造作之种种邪业。 网,欲难以脱离。 即众生为烦恼魔,天魔等所迷惑,难以脱离,犹如鱼,鸟陷于罗网,不能脱出。 大制度论卷八,大二五,一一八上,有念堕魔网,无念则得出,P6888。 魔障,魔,为犯语MRA,魔罗,之略称,义作杀者,障碍,即能障碍佛道即修善法之魔,为强调其障碍之意,故犯汉并举称为魔障。 佛陀成道时,有魔众作种种障碍。 又烦恼能障碍佛道之成就,亦称魔障。 只观辅行传红绝卷五之意,以明暗之辟喻,为魔障能障止观。 大吉经卷十五,详述菩萨应远离能障菩提之魔业,而在四魔,运魔,烦恼魔,死魔,天子魔,外,又分有四十亿种魔业。 有关魔障之能障与所障之关系,法院一灵章卷六位,烦恼障能障二圣人,称为分断魔,所知障能障菩萨,称为变异魔。 参阅,魔,六千八百八十五,魔君,六千八百八十七,批六千八百八十八。 魔扰乱经,全异卷。 译者不详。 收于大阵藏第一册。 内容叙述魔王波寻化作为小生,入尊者目间连附中,而目连入定家已看破,魔王遂从目连口出,立于其前。 目连乃未知解说其与魔王过去世互为冤亲之本生故事,其后并以善恶果报之教法界劝之。 魔王文言,幽七恐怖,顿行而去。 本经与异魔士目连经,无,之千亿,皆为中阿含将魔经之别亿。 又八历文中部第五十经,M-Ratigenia,S,之内容亦相当于本经。 初三藏纪纪卷四,历代三宝纪卷四,开元世教路卷一,P-6889。 魔元,指恶魔之眷属,乃妨碍佛道修行者。 一般又用以代称魔王为祸乱人而做之种种妨害。 P-6889。 魔妇,即被心中之妄想,外在之事物所系者,不得自由。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七,大一二,四六三中,系住者名为魔妇,若不住者,则托魔妇。 譬如世间有罪之人为王所妇,无罪之人,王不能妇。 P-6889。 魔谈,佛谈,之对称。 谈,为不失。 为行不失而害正道者,即魔人之不失行。 心有烦恼,行忧恼之不失,如为求三有之果报而行不失,即为魔谈。 大智度论卷十二,大二五,一四五中,谈有二种,一者魔谈,二者佛谈。 若为解使贼所夺,忧恼不畏,是为魔谈。 忠略,若有清净不失,无解使贼,魔所不畏,得至佛道,是为佛谈。 魔喝止观卷八下,P-6889。 魔禅,又作邪禅。 如为一世鬼神而修禅定,是为逆正理之禅,能损害正道,称为魔谈。 魔喝止观卷八下,大四六,一一六下,习魔精进,求明文故,得于魔谈,魅于鬼法,乐于魔慧,分别建网,P-6889。 赫灵,只世尊于印度居施纳皆罗成拔提河畔入灭之梭罗树灵。 又称白赫灵,白灵,古灵。 据大班灵盘经后分卷上所在,世尊入灵盘以,梭罗灵乃垂附宝床,遮盖如来,其时梭罗树惨然变白,犹如白赫。 即以世尊入灭时,梭罗树变成白色,犹如白赫,故有此称。 又应世尊于此灵入灭,故,赫灵,亦此亦转用为,佛涅盘,之矣。 另据大班涅盘经义记卷一载,梭罗树变白之原因有二说, 一,白色乃树之识相,表示圣者之入灭。 二,白色卫色之本,即亦为佛之涅盘乃归返其本。 此外,后世对森元义称为赫灵,或称赫远。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一摩赫指官卷一上,卷七上, 大班涅盘经集解卷三,指官辅行传红卷卷一之一,广红明集卷二十,参阅, 梭罗树,40719,P6889。 赫灵寺,位于江苏镇江黄鹤山下。 旧明竹灵寺,静大兴四年,三百二十一,创建, 留宋五帝为十层七席其中,既建座,乃大士增士,改经名,称赫灵律院。 唐开元,天宝年间,有玄宿禅师法照,得法于牛头山至威, 归主其地,僧徒日众,使改为禅寺,又称古竹院。 宋少新年间重建,改称报恩光孝禅寺,贤纯年间,僧庆清重修。 明永乐,洪志,万历三朝君曾加以重建。 重要建筑有上喜堂,天宇宝华堂,元英堂等, 其余如鸡弩堂,莲西祠,陆秀夫祠,丹图宫, 爱莲池,陈布宅,米夫宅等,意味具有历史性之古迹。 P6890 鹤陵四志,樊四卷 明代明贤转集 明万历年间,许国成,高一扶修,金口三山全志, 以鹤陵四志一卷复之,十明贤一传本志,搜罗教前志完备。 全志略分山川,建志,山戒,填土,碑鸣,古节,高森,人物, 记忆复杂记,继续,书文,说,诗等十四门。 碑鸣,古节由魏文献中之珍宝。 此志出课于明万历十年,1582,经收于中国佛四志全集。 P6890 赫勒纳耶舍,泛名Hakona,也。 又称赫勒纳,赫勒。 为西天赋法藏第22族,一说23族。 粤之国人,婆罗门种。 二十二岁出家,三十余岁欲魔奴罗尊者,受父主大法。 后至中印度形化,深得国王无畏海之尽兴,又欲狮子比丘,乃父法而事迹。 其身足年不祥。 复法藏因缘传卷六,摩合纸观卷一上,景德传登陆卷二,佛祖统计卷五,P6890。 摄香,梵语Kastar。 英译加萨土罗。 为香料名,乃摄腹部相限之分秘物。 据金光明最盛王金卷七大变才天女品载,摄香为三十二位香药之一,其饭语为Mah,BHG,英译墨家婆家。 惠灵英译卷十九,大五四,四二二下,摄香,寿野,四儿处深山险境中。 雄者,口有芽,其中有香,辞者,无芽亦无香。 P6890。 罗,西弹字,RA。 西弹五十字门之一,四十二字门之一。 又作罗,罗,喇。 据于佳金刚顶金式字母品载,为一切法离诸成染之意, 据大品般若金卷五广成品载,为一切法离诸之意,据大制度论卷四十八载,为随意之一切法离诸香,罗舌,秦言够。 大日经书卷七,大三九,六五五上,罗字门,一切诸法离一切尘染故者。 泛云罗是,是尘染意,尘是忘情所行处,故说眼等六情形色等六成。 若见罗字门,则知一切可见闻处之法,皆是尘香,犹如静依未尘垢所染, 亦如由尘分洞,使太虚昏浊,日月不明,是未自相。 此外,依南本大班涅盘经卷八文字品位,若能坏贪欲,填慧,鱼痴三毒,而说真实之法, 依方广大庄严经卷四世书品位,为燕离生死,心地一意地生。 放光班若经卷四,文书师立问经卷上字母品,P6891。 梵语诶 西坛五十字门之一 西坛字缺 又坐罗 文书师立问经卷上字母品,以字为五十字门最末一字, 故为,大一四,四九八中,说字,出最后字,过此诸法不可说声。 南本大班涅盘经卷八,大一二,六五五上,罗者名曰摩亦,无量珠摩不能毁坏如来密葬,是故名罗。 副次罗者,乃至视线随顺世间有父母妻子,是故名罗。 泛与MRA,摩罗,并未包含A,但A被使用于废陀中,且有LA之变化,更感生RA之转化,故例此说。 P6891 全三纲,纸上座,犯STHAVARA,四主,犯VIHRA,SVMEN,都为那,犯KARMA,DA,又为那。 等三僧职 为,正三纲,之对称。 此三纲始于印度僧团为自治而设,然是否为四中必设之职责不祥。 据佛祖统计三九载,唐显庆二年六百五十七,施令在长安建西明寺,当时以道宣位上座,神太位四主,怀宿位为那。 P6891 全大臣,指大臣宗全教,方便知教法,为,使大臣,知对称。 又全教,教大臣,大臣全教,略称全大。 极为顺机应勤而方便宣说不了义,为真实知大臣教。 于诸大臣宗派宗,多称本宗之教理为使法,他宗为全法。 例如自天台、华言等一臣家之观点而言,法相、三论等三僧家为全大臣,反之,以三僧家之观点而言,天台、华言等一臣家为全大臣。 大臣一张卷九,守护国界张卷中之上,卷下之中,选择传红诀一超卷一,参阅,十大臣,五千七百八十五,P6891。 全化,一范语,Avatar,化现,映现之意。 为佛菩萨为嫉妒众生,以神通力全是化现种种之身或种种之物。 如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三生之化现设受众生,又密教大日如来世现明王之愤怒相以精觉难化之众生,甚至变现化成等物,力导众生,如法华经化成之语。 全化之思想,印度自古有之,于印度教信仰中,神每为实现人类之希望,拯救世间之苦,守护正义,而化现其身。 该教所谓之全化,自信仰上言,即令众生获得解脱,自哲学观点而言,为神凭其自身之意象,以一种游戏之姿态化现于世。 于印度教诸神中,皮施奴神为视现于世间最具代表着,约有十种全化之乡,前三种为动物形,第四种为伴兽伴人形,其余六种为人类形。 除印度教之外,其那教义具有全化思想,此思想为一神教与多种信仰形态之调和,根本上乃在说明唯一而绝对之神以各种形态化现于世间。 大臣佛教兴起后,产生,法身为绝对之本质,知信仰,相信法身以佛,菩萨或其他各种形态出现人间,从而救度众生。 最显著之力为观世因菩萨信仰。 在中国、日本、西藏等地,皆相信观世因菩萨显现各种形象,如三十三身硬化,应能除众苦,而广为民众信仰。 如西藏人相信其国土为观世因菩萨之著的,达赖喇嘛及观世因菩萨之化身。 在日本,所谓全化、与印线、权线、权者、化线、世线等同意。 此一思想系日本民族信仰之诸神格与佛教之信仰对象相结合,称为,本地垂说,如天照大神、八帆大神,即为大日如来与观世因菩萨之垂。 法华经卷三化成玉品,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七,教行信正文类序,参阅,化身,一千三百二十四,本地垂,一千九百五十六,权线,六千八百九十三,二权巧教化之意。 旧教化而言,佛分一臣而说三圣之教化,称为全化。 批六千八百九十一 全化实化,全化,全化,全甲方便之教化,实化,亦成真实之教化。 为佛之教化有全法与实法之区别。 随带极藏之法华玄论卷一载,世尊一代教化之史中有七门,其中,第四位,实化不得门,为佛出尘道时,以大慈悲心,你教导众生真实之理,但凡夫无能力纳受。 第五位,全化的门,即全佑门,为分一臣而说三圣之教化。 第六位,实化的门,为剑化将成,故会三圣而归入一臣之教化。 此外,至以知法华玄议卷三下令有,化他全实,之说,大三三,七一二上,若西法全十二致者,照僧罗分别为全致,尽僧罗分别为十致,说此二致斗种种缘,做种种说,随种种欲,种种仪,种种智,种种物,各随堪认当缘分别。 虽附种种,西卫西法全实所设,故有化他二致。 此一可视为全化与实化之一说。 批六千八百九十二 全田雷甫,一千八百四十六,一千九百三十四,日本真言宗僧。 新系线人 出于丰山演习巨舍,为时,英明,后修学密教,华言,天台,其后又转修曹洞宗,赋于福田行界处受净土教。 三十二岁归返丰山 历任新义大学灵教授,丰山派馆长,丰山大学校长,大镇大学校长。 七十九岁至我国弘法,广传密教。 这有密教纲要,我关密教发达至,佛像星级,曼图罗通解,叙贤密区等。 批六千八百九十三 全城实果,为日本真言宗所说。 真言宗立,十注心,之说,以前九注心为全城,第十注心为实果。 盖真言宗以为实,三论,华言,天台等诸宗为全城,方便教,知法,其佛皆为因为知全佛,并非真佛,而以真实之佛果为第十注心知法身佛。 批六千八百九十三 全,乃诸佛所现知全化垂身,又坐拳击。 为诸佛九远结前已成佛,为度化众生而假释现,例如八相成道之世加如来。 全,为,时,之对称,为,本,之对称。 法华玄一卷时上,大三三,八零零中,福之以全,显之以实本。 参阅,本二门,一千九百六十五,批六千八百九十三 全甲,全谋赞用还费之以。 为,真实,之对称。 系佛为引导众生入于真实法而赞用之方便法,成就后及还费此方便法门。 譬如甲级传法而渡河,或甲级阶梯而登楼,终须舍离此全设之工具。 全法,全教及此全甲之教法。 依天台宗之观点,法华经乃佛所说之真实教法,相对着,与法华经以前所说之诸经则为全甲法门。 又据日本净土真宗之观点,为阿弥陀佛之宏愿为真实究竟之法义,相对着,其余之真门,药门,乃至圣道门,皆属于全甲方便之法门。 摩合纸观卷三下,净土合赞,参阅,全十二教,六千八百九十五,批六千八百九十三。 全线,一全,全移,应积,现,化现。 指佛菩萨为普度众生而全巧化现各种形象。 与全化,全,全者,应现,视现,化现等同意。 金光明最圣王金卷一大一六,四零六下,世尊金刚体,全现余化身,又占查善恶业报金卷上,大一七,九零二上,全巧现化,应应十方。 余兰盆经,大日经书著新抄第三,参阅,全化,六千八百九十一,二指锤之化身。 属于日本佛教之转称语。 佛教在日本广泛传扬后,神道处于附庸之地位,平安朝末期,本地锤,之说盛行。 戏将日本固有之诸神,视为佛菩萨之锤,而于诸神父以,全现,之称,以及于诸神名号之下附加,全现,以显示其为佛菩萨之随机印化,亦于普通之神指,例如,雄野全现,春日全现。 奉四全现之神社,称为全社,奉四身灵,死灵等邪神者,称为石社。 此说影响日本之神道思想颇深。 日本著名之权现,除上述之外,另有,爱荡、热田、伊豆山、石清水、青龙、金皮罗、藏王、地主、陵路、日光、白山、香根、走汤山、日吉等。 此外,日本天皇曾以,全现,为赤许之号,例如,提湖天皇赐与藤原连族,潭山全现,后水尾天皇赐与德川家康,东照大全现,之号。 法然上人形状画图卷二十,诸神本怀集,P6893。 全现造,又做时间造。 为日本神社建筑样式之一。 此类建筑多取自佛寺建筑之形式,以单纯为其特色之设垫,与本殿与拜殿两建筑间,以,时间,铺石块之处,连接之,具有工字形平面之复杂造型。 屋顶亦有采用千鸟破风,等形式之,八栋造。 陶山时代至江湖初期之东照宗庙等建筑,皆采此种形式。 一般全现造具有装饰过渡之特色。 P6894。 全摄大士,为灵纪宗八大士之第七,即假摄种种方便辟喻,以接化学人。 五家宗旨转药卷上,万序一一四,二六零上,全摄大士,如六辟喻,指数吹毛,曲吹方便,妙何机宜。 参阅,祭宗八大士,六千四百四十五,P6894。 全时,全,全谋,全移之意,只为一时之需所设之方便,时,真时不虚之意,细止永久不变之究极真时。 全,又做善全,全方便,善全方便,假,全假,时,又做真,真时。 两者合称全时,真假等。 全交与实教,全智与实智,全因与实因,全果与实果,全人与实人,全化与实化等位对称用语。 实教,乃具实述出佛陀自内政之法,细未究极根本之教,全教,乃为导人入于实教所设之方便教法,至实教禁地后则当废全教。 实智,又做真实智,如实智,乃如实智,乃如实明白之智,全智,又做方便智,为导度他人而起之智慧。 实因,指圆顿之行,全因,指藏,通,别三教之行。 实果,指三得密藏之大涅槃,全果,指藏六经身等化现。 实人,即实在之人,全人,即全化之人,乃佛菩萨等位引导众生,而假现人或天之相貌。 实化,即佛开三圣而归一臣之教化,全化,即佛分一臣而说三圣之教化。 天台宗认为法华经所说之原教为实教,其余诸经所说之藏,通,别三教均属全教,故称三全一实。 其关系若以连华三欲来表示,即,为实施权,为连固华,开权显时,华开连线,废权历时,华落连城。 其中为法华经能明权之为权之理,而彰显真实究竟。 旧佛正物之本体而言,全,十二教均为平等,称为全实同体。 旧佛教化众生之作用言,全,十二教所说之修行方法与觉悟之程度有所差异,故为全实一体。 法华文句卷三上载,所有事物存在状态可以全十四句表示,即,一切法皆全,一切法皆实,一切法一全一实,一切法非全非实。 又法华玄一卷七之十步二门中,立有全实步二门,为自人之立场而言,菩萨乃至地狱等九界位全,而佛界位时,称为九全一实,自教之立场而言,虽有,三全一实,之区分,然当官全实为圆容无差别。 法华文句卷三下载十种相对事物已表示全实,称为十双全实。 即,一,是理,由众生本具之真如无相平等之理,时,能产生心意识等各种差别现象之事,权。 二,理教,综合是理,而用言语来表现之理,时,能立其理而说明之教,权。 三,教行,由其教理,时,产生实践之行,权。 四,复托,由形而分位受迷惘束缚之父,权,与托离迷惘之托,时。 五,因果,随顺真理之托位去入菩提之音,权,因此能得开悟之果,时。 六,体用,由其果遂有真如之本体,时,以及真如之作用,即能显现教化众生之用,权。 七,剑盾,依教化之作用,有逐次引导众生之剑,权,与立即令众生开悟之盾,时。 八,开合,剑是由盾开展出之差别教法,权,终碎与盾合一,时。 九,通别,依开合之差别,所得教法之利益有普通,权,与特别,时。 十,西弹,因立意有差别,则分为四种西弹。 前三者属是尖门,权,后一属出是尖门,时。 藏,通,别,元四交各具足上列之时双,共有四十全时。 要约而言,可归纳为自行,化他,自他三种全时。 自行全时,为自内正之法,有权有识。 化他全时,为教化,教导众生之方法,有识之别。 自他全时,为自认与化导俩并用。 正法华经卷以法华玄论卷四,磨合指观卷三下,指观浮行传红诀卷三之四,四教义卷十二, 出三藏祭集卷八,参阅,五十八教,千亿百三十二,开会五千三百一十,批六千八百九十四。 全十二教,全教,十教之并称。 全教,又做方便教,亦为全谋之教,即佛随顺众生意,以方便全谋所施设之教门, 实教,又做真实教,亦为真实究竟之教,即佛随自意内正之实意而发挥之教法。 盖总阔佛教各宗各派之教说,虽皆为真实不虚之甚言,然于其中,有主张一切众生稀有佛性,而认为众生皆可成佛,另有主张,五性各别,而否认定性二甚及无性有情之成佛等两大系统。 另于各经论中,法华,涅槃等经属于前者,此即,一成真实,三成方便,之说,深密,瑜伽等经论属于后者,即,三圣真实,一成方便,之说。 天台宗一法华经历,一成真实,三成方便,之说,称法华经卫实教,其余之诸经卫全教,又旧,不,语,教,而论其全时之别。 旧,教,而言,藏,通,别等三教卫全,原教卫实,旧,不,而言,前四时之间,但,对,代卫全,法华时之,一时开全,卫实。 三论宗认为,一性皆成,虽易立,一成真实,三成方便,之说,然不认为三圣之外别有一成,故与天台之说相矣。 法相为十宗一身密等说主张,三圣真实,一成方便,之说,认为法华经,唯有一成,之说,细未影射不定性,一类,之身文而方便施设者,实则众生既有五性之别,而三圣之,教,礼,行,果,亦非无别, 故主张,唯有一成,之说未方便教,而分别三圣之说乃未真实教。 华言宗同于天台宗,亦说三圣之外别有一佛成之法,而欲称门内三车未方便虚止,门外之大白牛车未真实。 又于所叛小,始,终,顿,元等五教中,认为小臣未于法二圣教,大臣使教为三圣教,此均属于全教,而终,顿二教由于皆是,亦成一性,之故,有时虽亦称时教,然因为说一切众生皆具佛之见,故仅有,理性因车,而无,果性果车, 有属于三圣,故称为全教,虽独华言别教义成为真实教。 法华经卷义方便品,解身密经卷二无自性相品,法华玄义卷七上,华言经探玄记卷一,大臣法院义林章卷一末,于突超卷上,批六千八百九十五。 全十二智,为,全智,与,实智,之并称,又做全十二慧。 全智,为了知三圣全化之法,又做方便智,实智,为了知亦成真实之法,又做真实智,如实智。 实智,属于,体,全智,属于,永。 据大臣义章卷十九载,一,对全明实,而论,乐知亦成真实之法,称为实智,乐知三圣全化之法,称为方便智。 又论方便智,为一,全巧方便,而论,实无其事,而全巧施智,故称为方便,其中,佛有三页方便之法, 一,身巧,为化度众生,而全现佛,弥猴,禄,马等各类身形。 二,口巧,实无三圣之差异,随顺众生根基,而全说三圣之法。 三,一巧,询念过去诸佛之善巧方便行化,我今所得到,意应宣说三圣之法。 法华玄一卷二上,大三三,六九三上,佛法不出全时,是法甚深妙,难见难可了,一切众生类,无能知佛者,即时至妙也。 即佛诸余法,亦无能测者,即佛全至妙也。 如是二法,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 又据童书卷三下载,全时二至可区分为七类, 西法全时,体法全时,体法含中全时,体法显中全时, 别全时,别含圆全时,圆全时,而此七类全时,各开自行全时,化他全时,自行化他全时等三种,总合有二十亿种全时。 此外,密教以胎藏曼陀罗之心莲花台为十至,八叶花瓣之开夫为全至。 法华玄论卷四,法华玄赞卷三,大日经书卷六,摩赫纸观卷三下,参阅,全时,六千八百九十四,批六千八百九十六。 全时不二门,为天台宗,十不二门,之一。 天台宗为全时诸法相容,平等无二,称为全时不二。 全时,指全假与真实。 旧人而言,九戒畏全,佛戒畏实。 旧法而言,法华经以前之四十三教畏全, 纯元独庙之法华教法卫实。 不二,一词,旨在抿除全时之相对性,而彰显其绝呆究竟之理。 盖于天台所盼五时之中, 于前四时,尚须及全时教法之相对性已设影众生, 至第五法华卫实,则全时相容而平等绝呆,无差别相。 法华玄义士千卷十四,大三三,九一九下,全时不二门者, 平等大会常见法界,亦有理性九全一时,十负九界,全一负然。 全时相名,百界一念,不可分别,任运常然。 此为理性之凡心本原具九全一时,即佛界之,十,具足九界之,全, 而九界之,全,亦具足佛界之,十。 由是,则全时平等,百界荣敏,全在此尽要之一念中, 故观一念而照三千之妙进时,即能成就初心之修观, 此乃天台宗,观心,法门之要止。 法华玄义卷七,十部二门只要超卷下,参阅,十部二门,三百七十四, 批六千八百九十七。 全时止观,指天台宗之三全止观与一时止观。 三全止观,即佛与法华时之前所说之四十三教之三藏观, 通观,别观等之偏止观,一时止观,即佛与法华时所说之原顿止观。 就三全止观与一时止观之关系而言, 前者为,开,后者为,显,盖依天台宗之意, 佛为显原顿一时止观,故开三全止观。 摩合止观卷三下,大四六,三四上, 诸佛及一大事出世,原位原顿一时止观, 而失三全止观也。 全非本意,意义不在全外, 只开三全止观而显原顿一时止观也。 佛之众生之种种本性欲望, 故以四溪谈而显顺化度。 四溪谈中,例如以世界西谈, 随顺众生乐欲而说三全一时止止观, 若仁欲闻正因缘,即为宣说三藏观, 欲闻因缘即空之理,即为宣说通观, 欲闻历节修行之道,即为宣说别观, 欲闻即中之妙理,即为宣说圆观。 批六千八百九十七 全十四句,乃天台宗未产明全时而立之四句分别。 即,一,一切法皆全, 指一切法皆有言说, 而其言说乃能全之机关, 以之对所全之实理而言,即称全假。 二,一切法皆实, 所谓真实乃在于入正, 而一切言说无不以此入正之真实未本, 故称一切法皆实。 三,一切法一全一实, 乃何前面两句, 即能全之边是全, 所全之边是实, 如法华经方便便品说诸法实相, 为诸法为全, 实相为实, 而诸法即实相, 其体非二, 故称一全一实。 四,一切法非全非实, 为一切法之体集中道妙理, 乃言王律诀, 故称非全非实。 以上分别全实四句, 是未正显法华一经破例之译。 法华文句卷三, 批6898。 全实同体一体, 天台宗位全教与实教平等无二, 称为全实同体, 反之, 全教与实教个别者, 称为全实一体。 其中, 全实同体, 细就佛义而言, 即于义佛成分别说三圣, 为藏, 通, 别等前三教之全与原教之时, 乃平等无二, 同为一体。 全实一体, 细就随顺有情之教化作用而言, 为前三教之全与原教之时, 修正各异。 法华文句记卷十七, 四教一级柱卷上, 法华玄义讲述卷一, 批6898。 全机, 即指全甲之机根, 为, 实机, 之对称。 当佛说法, 正听受其法之对机不现时, 则对于非正所备之机根而说法。 一级佛于说法时, 能如实理解真理之, 当机众, 未出现, 故全甲以, 非当机众, 为对象而说法。 此对告众为全甲之机根, 故称全机。 批6898。 欢喜, 一范语, Premudita, 巴利语, Pamudita, 因一波目提陀, 即皆于顺情之敬而感身心喜悦, 亦特指众生听闻佛陀说法或诸佛名号, 而心生欢悦, 乃至信受奉行。 中阿汗卷六教化并经, 大一, 四六灵中, 世尊为我说法, 劝发可养, 成就欢喜。 于修行之历程, 有各种不同层次之欢喜。 其中, 修正至初的之国位, 乃真正之欢喜, 故初的菩萨称为欢喜的菩萨。 但初的以前之凡夫, 亦能经由听闻佛法, 或感念佛菩萨稀有之功德, 而生其欢喜之心, 此成为信受之结果, 可谓珍贵之宗教体验。 据天清之时的经论卷二载, 欢喜的菩萨之欢喜, 乃至, 心喜, 体系, 根喜, 其欢喜有九种, 一,尽兴欢喜, 二, 爱念欢喜, 三, 庆月欢喜, 四, 调柔欢喜, 五, 踊跃欢喜, 六, 贪受欢喜, 七, 不坏他意欢喜, 八, 不恼众生欢喜, 九, 不甜恨欢喜。 若依日本净土教之主张, 则, 欢喜, 特指由于佛陀之救度, 或由于决定往生净土, 而生之由忠喜悦而言, 故常用, 信心欢喜, 踊跃欢喜, 来形容。 又轻软于, 一念多念正文, 简别, 欢, 与, 喜, 之意, 而为, 欢, 事令生心悦, 喜, 事令心心悦, 欢喜, 即欲之决定往生, 而于内心心悦。 故修净土者, 因欲之死后的往生西方之心悦, 称为欢喜, 若因现世之信心坚固而得入于不退位之心悦, 称为庆喜。 又日本净土行者于欢喜佛陀救济之余, 遂产生五勇之风气, 如空也, 以便等人提倡之, 踊跃念佛, 即是。 法华经卷二辟玉品, 无量寿经卷下, 世事要揽卷下, 显净土真实教行正文类卷三, 二泛明难得之意义。 即佛陀十大弟子中, 多文第一, 之阿南陀。 参阅,阿南,3694, 批6898。 欢喜三昧, 于诸法生欢喜之禅定, 称为欢喜三昧。 即安住此三昧, 能受诸三昧之喜悦。 大制度论卷四十七, 大二五, 四零零上, 欢喜三昧者, 得是三昧, 与诸法生欢喜乐。 据北本大班液盘经卷十四载, 大菩萨注无谓的, 得二十五种三昧, 能摧坏, 二十五有。 其中, 若得正欢喜三昧, 能摧坏, 阿修罗有。 又依为摩金略书, 只欲见二位菩萨, 大正果后, 能随类现行, 饶益众生, 若得正欢喜三昧, 可视线阿修罗生, 以方便度化。 观音一书卷下, 维摩金略书垂玉记卷十, 167-899。 欢喜天, 泛名南达克佛阿, 欢喜自在之义, 全名大圣欢喜自在天, 泛玛利亚, 南达克佛阿, 又作欢喜自在天, 南提自在天, 大圣欢喜天, 略作圣天, 天尊, 原为印度师婆神, 泛埃法, 知别称, 佛教则称俄纳底, 泛GAA, 派地, 为欢喜天, 其乃师婆与波罗河底, 泛皮拉伏, 或走乌魔, 泛之子, 俄纳底义亦军队, 一级大自在天眷属之将, 因与其兄弟赛前陀, 泛Skentah, 共同辖其父大自在天之眷属, 故得此名, 而纳底, 其亦有障碍他之事业, 或排除诸种障碍之利用, 故又名皮纳叶家, 泛Fedioca, 乃障碍或排爱之义, 其形象未向投人生, 有单身与双身两种。 单身形之中, 有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二臂等不同, 其手持物于各经轨所载意不同。 双身天王之形象系夫妇二天相报战力之状。 盖密教以皮纳叶家之男天位十类之身, 即魔王、女天位全类, 即十一面观音之化身。 皮纳叶家常随逐众生, 四系障碍, 梵王、 朱大龙王兮不能破之, 为十一面观音与君徒利明王能降伏之, 故十一面观音未降伏彼, 乃随顺其本性欲望而视现女人生, 以引入圣法。 印度于富兰娜, 范佩埃, 时代, 欢喜天性仰颇盛, 称之为尼沙, 范Gaea, 相信比威力自在, 有障碍, 排碍之力, 为一智慧神。 故美于其愿之初, 恭敬称名归命。 大使咒法经, 金刚萨朵说平纳叶家天成就以鬼经卷一, 卷二, 大圣欢喜双身皮纳叶家天形象品以鬼, 批六千八百九十九。 欢喜天法, 密教以欢喜天位本尊, 为除丈难, 得富贵之修法。 又作欢喜天宫, 圣天宫。 依大圣欢喜双身大自在天皮纳叶家王归一念诵供养法载, 若不知欢喜天法, 则其余尊法难成, 且多障碍。 顾密教行者修诸大法时, 必复修欢喜天法。 然若未求得富贵, 聪明, 高官等, 有时只专修欢喜天法, 非为诸大法之附随法。 修欢喜天法有玉游宫, 酒宫, 滑水宫三种。 其中, 玉游宫之法, 即以胡麻油冠玉其相。 据使诸宫法精卫, 欲修欢喜天法, 必先造像头人身之形象, 于静室内用静牛粪磨制成一元坛, 当取一身胡麻油, 持送咒语, 暖其油, 然后用静铜气渗暖油, 安置于坛内, 在以静铜池或铜勺取油冠欲欢喜天象, 于正冠油时, 一束束发愿, 此外, 应准备斩酒, 欢喜团, 萝卜根等公物。 陀罗尼吉经卷寺, 十一面神咒心经, 大使咒法经, 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以鬼经卷上, P6900。 欢喜日, 佛欢喜之日。 又作佛欢喜日。 僧众于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之间结下安居, 七月十五日未圆满日, 其间有多人证果, 佛欢喜之, 故称为欢喜日。 于兰盆经, 于兰盆经书卷下, P6900。 欢喜的, 范语Premudite, BHMe。 因一座波木提陀布米。 十的之初的, 即菩萨修行五十二阶位中之第四十一位。 又作即喜地, 出欢喜地, 略作出地。 菩萨利时性, 十柱, 十行, 十回向等修行皆为, 经一大阿僧止节之修行, 出正真如平等圣性, 具正二空之理, 能成就自立立他之行, 心多生欢喜, 故称欢喜地。 据十柱皮婆沙论卷二载, 菩萨的出德, 多有七相, 即, 一, 能堪忍受, 能为难事, 修集无量福德善根, 并于无量横河沙结往来生死, 教化刚强难度之恶众生, 心不退眉。 二, 不好赠颂, 菩萨乐于寂灭之道故, 而不与人镇静。 三, 心多喜, 能令身的柔软, 心的安影, 又能顺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大悲。 四, 心悦, 于转法轮时, 心得踊跃, 又心安影无患。 五, 乐于清静, 离诸烦恼构浊, 于一切身经, 诸菩萨及其所行一切佛法, 皆心性清静。 六, 悲心敏众生, 深切敏念众生而与其救护。 七, 无田会心, 菩萨虽皆始未断尽, 然田恨少而心常乐此行。 又同书载, 初的菩萨与初的以前之凡夫, 所得欢喜不同, 例如诸的菩萨念诸佛有无量功德, 并却知当来必能成就佛果, 顾其心多欢喜, 凡夫虽勤念诸佛, 然不能做, 我必当作佛, 知念, 顾其欢喜易于初的菩萨。 十的经论卷二, 未初的菩萨有九种欢喜, 大二六, 一三五下, 是菩萨助菩萨欢喜地中, 成就多欢喜, 多性敬, 多爱念, 多庆悦, 多调柔, 多踊跃, 多勇跃, 多勘受, 多不坏他意, 多不恼众生, 多不甜恨。 旧华言经卷二十三, 菩萨因落本业经卷下, 十的经论卷一, 十柱皮婆沙论卷一余嘉师的论卷七十八, 华言经探玄记卷十, 批六千九百。 欢喜愿, 范名仁德娜, 芬娜, 八丽名同, 英译南谈盘那, 南陀, 乃刀立天中帝是四园之一。 位于须弥山顶上建城北面, 又称欢喜园, 欢乐园, 喜灵园, 歌舞园, 大喜园。 巨大皮婆沙论卷一三三载, 刀立天之四园, 皆成四方形, 但各具特色。 若游至欢喜愿, 极妙之境, 西未现前, 便懒不卷。 又一大制度论卷八位, 诸天入此愿时, 心皆柔软, 欢乐和悦, 粗心不生, 若阿修罗起兵至此, 则无窦心, 故称欢喜愿。 令据日生存觉之报恩纪所在, 其世尊为报母恩而生刀立天, 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间, 于欢喜愿中玻璃值多罗树下安居说法, 此即佛说报恩经之由来。 长阿含经卷二十, 启示经卷六, 启示英本经卷六, 巨舍论卷十一, 参阅, 帝氏四院, 三千七百七十六, 批六千九百零一。 欢喜团, 范语Mahotik, 英译模糊涂家, 又作欢喜完, 乃乙酥, 面, 蜜, 江等调和制成之食物。 印度自古以来即以之为食物之一。 诸经论多处载其名称, 做法等。 如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三十九载, 和和酥, 面, 蜜, 姜, 胡椒, 碧拔, 葡萄, 胡桃, 石榴, 蕊子等重位, 而成欢喜完。 大制度论卷九十三载, 以百种之药草, 药果做成欢喜完。 大日经书卷七载, 欢喜完应以苏煮猪饼, 参柔以重位及三种心药等。 令如十颂绿卷三十五载, 有胡麻欢喜完, 十蜜欢喜完, 蜜欢喜完等。 于蜜教中, 以欢喜团作为曼图罗诸尊之公物, 又作为欢喜天之公物, 或欢喜天之持物。 依大使咒法经所在, 以苏游座欢喜团及罗伯等, 圣于同气中, 供养皮纳叶家。 据大圣欢喜双生大自在天皮纳叶家王规一念诵供养法在, 当于此尊之前座小圆坛, 设置药、饮供、酒药、 萝卜、欢喜团等饮请之。 其中, 欢喜团、 萝卜、 酒三种公物分别表示贪、 甜、 吃三毒烦恼, 以此供养双生皮纳叶家, 即表示转化三毒成清净之意。 佛本行及经卷五十九, 百欲经卷三, 五百欢喜完欲, 大制度论卷十七, 批六千九百零一。 瞿书座, 以毛之物, 毛瞻类至臣之台座, 右座瞻瞿座, 于天等部佛像中, 未特定诸尊之台座。 在绘画上, 胎藏界曼陀罗外金刚不愿之火天、 水天、 风天、 地天、 罗沙天、 依舍纳天等诸尊之台座, 即属渠书座, 其形状成圆扁平行, 内会有花纹, 或于边缘会有流苏形垂式。 在雕刻上, 一般为复形之台, 描绘有彩色之流苏形垂式。 P6902, P6902, 撒, 西坛字, A, 西坛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又作杀, 刷, 杀, 杀, 洗, 茶, 一切法性顿之义, 为智服六处, 得六神通之身。 据大日经书卷七载, 班若无知自性顿故, 与此自门, 杀, 义和。 所谓自性顿者, 即是即无分别心, 不渝, 不智, 不慧, 无时, 无智, 无望, 无觉, 乃至一切诸法不能动摇, 为一纯故金刚底。 如是奸人上智慧而弃于吃, 尊涅盘而见生死。 然此自门表真一概本不生, 乃至一概本性计, 故时无利顿之区分, 譬如金刚之利刃, 若对不坚固之物而言, 可称为锋利, 若对金刚之物而言, 则利于顿一无二无别。 大制度论卷四十八, 大二五四零八中, 若闻杀字, 即知人生六种相。 杀, 秦言六。 盖范语A为六之义, 以撒, A, 自卫自首, 故有此说。 右方广大庄严经卷四, 举出至福六处得六神通之义, 文书施力问经卷上字母品, 顶集文书问经字母品第十四列举六处, 六神通之义者一同。 佛旁集音卷十一, 放官班若经卷四, 大品班若经八, 卷五十三, 旧华言经卷五十七, 瑜伽金刚顶经式字母品, 批六千九百零二。 洒净, 洒香水以尽之义, 即以应言加持香水散洒之, 应尽道场或工具等进化之法, 称为洒净, 又称洒水, 洒水。 据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破森日卷而记载, 结比罗先人为摩迷忘之四子洒水结界, 而四王子建立结比罗成之事。 于密教, 修密法之前, 必当洒水以清净道场及工具, 后盛行此法, 而产生种种之洒净仪式。 据陀罗尼吉金卷一载, 右手之一柳枝, 左手之金刚处于树珠, 面向东坐, 诵佛顶心咒, 以柳枝脚水, 念咒一百零八遍, 持咒水气进入道场中, 从东北角, 坡, 其香水。 据金刚守光明冠顶经最胜利应 圣无动尊大威怒王念诵以鬼法平, 大二一, 三上, 三股金刚印, 关空加封甲, 三轮如金刚, 所有诸工具, 散洒作净除, 据大日经书卷四载, 犹如香水洒的, 为净除污秽固, 如来一耳, 以性净之戒香, 和和性净之杯水, 便洒法界众生性净之心地, 为另一切戏论皆净除故。 当今佛教界, 余寿界, 佛妻, 拜颤等法会之前, 即以净水散洒道场, 为结界清净之仪式。 苏西的杰洛经卷中, 建立曼图罗护魔仪轨, 菩提长所说一字顶轮王经卷四, 批6902。 洒水祭, 据日本诸回向清规卷四锥祭明术之次第所在, 于王者中英三七日, 第二十一日, 做锥福修善之佛事, 称为洒水祭, 又做效力祭, 光喜祭, P6903。 洒洒落落, 禅灵用语。 洒洒, 形容心不迷惑, 落落, 未不停滞于物。 急心不执着, 远离所有束缚与染污, 不拘泥于物之自在境地。 又表示大彻大悟者之境地。 从荣禄第八则, 大四八, 二三二中, 若是耳洒洒落落, 不妨我多多何何, P6903。 蝶色, 为古代建筑样式之一, 佛教建筑亦采用之。 位于砖或石器之建筑物中, 每一层砖或石阶笔下一层超出一定之长度, 用以超出屋檐、平座等。 常见于砖塔、石塔、砖墓室等建筑物。 P6903。 龙山, 日本佛教用语。 为龙居于山中修行。 入山修行之僧, 称为龙山比丘, 龙山僧。 划定龙山区域之界限, 与外界隔离, 称为龙山结界。 此系日僧最成所制定, 主张天台学僧必须入比瑞山十二年, 其间不出山门, 休息只观, 遮纳两夜。 其制定十二年, 盖源于苏西的杰罗金卷中, 大一八、六八零中, 若作识念诵者, 今十二年, 纵有重罪一阶成就。 P6903。 听教, 又作听乎。 秦氏住持左右, 听其叫乎, 受其使令, 并传达其命令于诸聊之职称。 赤修百账轻规卷七板账试条, 禅灵象器兼职位门, P6903。 听法五不作异议, 据瑜伽诗的论卷四十四载, 诸菩萨欲听闻法时, 对于说法之法师不应产生五种异议, 而当以纯净之心倾而递听, 否则, 若对说法师心深显比, 而不欲从其听闻证法, 则必将退失书胜之智慧。 即, 一, 于坏界不作异议, 为不可其念计量此说法师之破戒犯律。 二, 于坏足不作异议, 为不可其念计量此说法师之种性卑微。 三, 于坏色不作异议, 为不可其念计量此说法师之容貌丑陋。 四, 于坏闻不作异议, 为不可其念计量此说法师之言词缺乏早逝。 五, 于坏美不作异议, 为不可其念计量此说法师之粗恶语, 怀愤慧, 不以美言说法。 P6903。 听教, 亦听闻教法之意。 二位, 至教, 之对称。 道宣律师一律藏而立志, 听二教之说, 为佛一理所致之法, 称为至教, 随缘寄情而听许之法, 称为听教。 如四重敬系属至教, 十二头陀法系属听教, 持有三一位至教, 三一之外的序余一, 则为听教。 参阅, 至听二教, 三千零八十八, 三我国禅宗于美业之初夜分座禅必语开枕间, 听许僧众各自随意于诸聊舍谈论, 称为听教。 禅陵象器尖锤说门, P6904。 听众, 听闻说法之大众。 依法华文句卷二下载, 佛陀之说法会上, 听众可分为发起众, 当机众, 影响众, 结缘众等四种。 关于听法者之类别, 据大制度论卷一零零载, 可简别为二种人, 一, 但听而不信受奉行, 二, 听而信受奉行。 又据世事要揽卷一载, 听可区分为三品, 一, 神听, 二, 心听, 三, 耳听。 参阅, 四众, 一千七百六十三, P6904。 听经楼, 明臣祖所创建。 静南之变后, 臣祖为导明向善, 遂于都城各通渠大道建听经楼, 每夜请高森登楼诵经讲义, 使臣明席地静听, 迁都北京后, 其是建废, 珠楼皆清移, 于, 北门桥, 上存其一, 与, 十庙, 相近, 世宗家静初年, 僧众重家翻修, 但时人已不知其为听经楼之旧旨。 仁海记, 碧里杂存卷上, 董古, 批6904, 读经, 即读诵经典, 细为解义或其愿, 回向而诵读经典。 读经包舍多种类别, 若为赞叹佛德而读, 称为诵经, 讽经, 若为通解经义而读, 称为看经, 为其愿而读大步经, 称为转读。 禅宗特区别其不同, 为讽经, 转读, 必行于佛前, 看经可随意行于疗防。 又诵大般若经时, 主卷诵六百卷全文, 称为真读, 即读经, 为读美卷之初中后属行, 而转翻经卷, 称为转读。 此外, 于心中莫读经典, 称为心读, 以生实践经典, 称为生读。 盖读经, 传经, 讽经, 看经, 念经等名称, 虽有区别意义使用之情况, 但一般皆不做区别使用。 又依法华文句卷八上载, 读, 只询看经文, 诵, 只离经背诵不忘。 诸经论多有教劝读诵受之, 广说其功德。 如法华经卷七陀罗尼品载, 若能于本经受持读诵解义, 如教说修行, 功德甚大。 如观无量寿经载, 求生极乐所修三福之一, 即, 身性因果读诵大臣, 读诵大臣方等经典。 此外, 法华经法师品一举出五种供养本经之方法, 受持读读诵解说书写, 后世遂一准词说, 称为五种法师行。 幼稚以知法华经玄一卷五载, 读诵大臣经典为观行五品之第二品。 据善导致观经续分一载, 读诵大臣经典, 能开智慧, 进而能厌苦, 心乐涅槃, 观经散善意味, 读诵观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等净土三经, 为往生净土五种阵形之一。 据选择本愿念佛即位, 受持读诵净土三经以外之大小臣显密诸经, 称为读诵杂行。 盖读经在印度原以解义为主, 歹佛经传义至中国, 为其愿获回向之风气盛行。 依范网经卷下位, 当未亡者于四十九日内, 读诵讲说大臣之经律, 斋会求福。 中国历来亦有读诵大臣经律 以其福消灾之事, 例如东晋乙将于汉拔之计, 多读诵海龙王经而其语, 唐武后则天曾赤诸州至大云寺, 于各寺读诵大云经, 以宣布神皇寿命之事, 唐代宗曾赤请不空三藏讲诵仁王经, 为重护国家而其愿。 于日本, 有无音、 汉音、 训读等三种读经之语调, 其中, 以无音为音读教普遍。 由读经音声之缓及粗细, 可分为真读、 行读、 草读等。 日本各宗有特定读诵之经卷, 如天台宗、 日联宗, 以法华经及开节二经为主, 净土宗、 真宗以净土三经为主, 真言宗以礼去经为主。 但诸宗亦有所共同一用之经, 如心经、 遗教经、 阿弥陀经、 观音经等。 此外, 亦间有讽诵论文之宗派, 如法相宗读诵成为识论及其理。 无量寿经卷下, 穆连问戒律中五百清众试问法试品, 大制度论卷五十六, 原亨氏书卷二十, 批六千九百零四。 读册, 一千五百八十七, 一千六百五十六, 明莫森。 云南城贡人, 俗姓赵。 出自剑小, 后改苍雪, 好难来。 从其父必弹出家于昆明庙寺。 于基族山济光四位水月如全之士者, 掌管书记, 蒋宋渝霞, 穷颜异地。 十九岁乃立志行角参访, 从天一席冷言, 一云七珠红寿十戒, 古兴如兴寿俱足戒。 诗玉参业学浪, 燃明万历三十六年, 一千六百零八, 学浪世纪, 朝松开蒋于甘露寺, 诗长奋彼成诗, 大众惊叹其拙意。 后诗一亿雨于铁山, 与同门之太如并未入世弟子, 少计其一。 学浪之后, 朝蒋与彼, 各有擅长, 而苍雪, 太如兼具其才, 故诸方欲称朝, 与苍, 太。 诗臣一语之教士, 与太如共立分讲之曰, 太如居宝华山, 诗助西中丰寺, 一年宣讲两旗, 两山呼应, 大开法席。 太如世纪后, 诗独立赫丹宝华山, 惠庆寺, 昭庆寺, 西山等处, 宣讲贤寿法藏, 清凉成官所者诸书, 以及冷言, 为时, 法华, 三论等诸经论。 并建中丰寺大殿, 令迦兰焕然一新。 清顺至十一年, 一千六百五十四, 至无的, 虽并读, 仍不错讲座。 十三年下, 应建阅读体之请, 开讲了严经于宝华山, 燃体力将近, 至第二卷末, 命弟子带讲, 乃作一介诗十章与词世纪, 后端作世纪, 试寿七十, 一说六十九。 著作有法华诸记若干卷, 华严经海印道长颤夷四十二卷。 四法之弟子有文照, 书配等七人。 诗博学多文, 善话, 游公诗, 居吾忠实, 长语吾眉村, 钱千亿等人唱和。 诗集有难来唐集四卷。 王于杨平奇诗, 推举诗魏明代三百年第一诗僧。 颠世纪卷三, 卷四, 兴旭高僧传卷六十三, 世事疑年路卷十一, 名记颠前佛教考卷疑成元安, 批6905。 独体, 1601, 1679, 明末绿宗千华派第二组。 云南楚雄人, 俗姓许。 自少儒, 后改为剑月。 又精通绘画, 由善长画观音大事相, 有小无道子之称。 十四岁时父母双亡, 由伯父抚育。 后念事相无常, 乃未道是。 三年后, 于剑川赤炎炎从义老森习华炎经, 独世主妙颜品而得醒悟, 遂依宝红山亮如出家。 不久, 因锦目三昧寄光律师乃东行, 从其受聚足戒, 并未上座, 带蒋饭网金。 曾检月四分律等律葬, 若有庸至不明之处, 则向佛导求解义。 祭光灵将入祭, 副主子依和诸部戒本, 师遂少计其法席。 而后, 尊律师行受据, 结戒, 安居, 见闻者贤称探师为南山道宣之在世。 明清之计, 戒法沦丧, 刚济荡然, 师利婉狂澜, 以身示范, 颓舵之风, 醋味所隔。 师曾修班周三昧九十昼夜, 共两次, 以为众人之楷模。 并遵旨原经舍之一致而见十戒谈, 开谈说戒, 受戒者颇多。 又常应诸四之礼请说戒, 道俗老幼迎徒, 法习之圣为禁谷以来所谓见者。 师身形高大, 顶有肉计, 身如红中, 貌似国, 自卫从南基族山来, 故事称师乃家业尊者之化身, 多灵习之世纪。 康熙十八年世纪, 世寿七十八, 座友 皮尼纸池慧集十六卷, 皮尼座持续是十五元, 传戒正四卷, 大臣悬液, 沙弥尼绿一要略, 一梦蔓延等十多种。 前二部著作, 于前龙二年一千七百三十一, 依福聚之奏入葬。 皮尼日用叶药香乳剂卷上, 泛网经菩萨戒出经卷七, 心绪高僧传卷二十九, 以梦蔓延卷下, 铭记颠前佛要考诸仪成安, P6906。 赞,西坛字, Jag, 西坛五十字门之一。 右坐舍, 禅,赞, 善,舌, 韶, 诺, 错, 错。 未降服恶魔尊众生, 能致服恶与言之身, 一切法占敌不可得之身。 据大日经书卷七载, 射魔, 是占敌意, 若见射字, 则知一切诸法皆有占敌, 如是奸善与不善法, 逆生死流与顺生死流法, 不失与迁滩, 持戒与破戒, 乃至智慧与无名等, 更相对待, 胜负无常。 乃至如来硬化于世, 以一切智力破魔君众, 皆称为, 斩。 然一切法本不深, 乃至无影像, 时无佛界与魔界之战, 故佛做到场时, 但了知诸法无对立之相, 战胜之名, 乃世间谈一所自立者。 赞, 自现今无相当之泛语, 或属于俗语。 此外, 方广大庄严经之泛文有 扎善, Dfahat, Bala, Nigrahae, Abda, 细降服于壮神之力的声音, 此中扎善亦有森林之意。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八, 大一二, 四一三下, 善者, 烦恼烦冒, 欲如仇灵, 可能及依据此意。 方广大庄严经卷四, 佛本行及经卷十, 文书师立问经卷上字母品, 瑜伽金刚顶经式字母品, P6907。 建真, 687, 763, 唐代森, 又称过海大师, 唐大和尚, 乃日本律宗之始祖, 广陵江阳, 江苏江都, 人, 俗姓纯于, 早岁出家学律及天台, 又至长安, 洛阳参学, 后归扬州, 于大明寺奖律传法。 开元二十一年, 七百三十三, 日本天平五年, 日森荣睿, 普照等来堂留学, 建中国戒律之盛况, 岁于天保元年, 七百四十二, 请施东渡洪传律法。 施生赶日本乃佛法兴隆有缘之国, 遂决心赴日宏不戒律, 时请随网之弟子有祥宴, 道兴, 道行等二十亿人。 然五次东渡, 皆因国人不舍高森东游, 又遭受海贼, 暴风等而未能成行, 其间颠沛长达十一年之久。 后虽双目失明, 却不稍减其赴日之志。 天保十二年, 日本遣唐使藤元清河等人父亲施东渡, 侍卫第六次启航, 使与施同网者有法境、 谭境、 斯托等十一人, 施年六十六。 日本天皇遣十位问, 并照赐传登大法师之号。 岁一道宣之戒谈途经, 于东大寺皮卢浙那佛前迎见戒谈, 师亲为君民上下传授菩萨戒, 又为日僧众受戒法, 此为日本登坛受戒之号使。 其后, 于大佛殿之息创立戒谈院, 又于院北建构堂禅院, 圣化四众。 日本天平圣宝七年, 七百五十五, 师寿赐新田布之底, 乃建四位结界之道场。 四年, 师寿任下大僧兜, 为九, 任大僧镇, 然师以教务繁杂之有请辞。 天平宝自元年, 七百五十七, 赤赐, 大和尚, 之号, 并赐于贝钱国水田一百亭, 乃于上原地起见迦兰。 四臣, 赐赐, 唐律昭提, 之额。 不久, 赵祝戒谈, 并赐天下入此学律寿戒, 乃成为寿戒传律之根本道场。 此外, 师父奏请于下也要师赐, 祝子官是因四起见戒谈, 游士, 律法大兴。 天平宝自七年, 师面西杰家夫做事迹, 事寿七十六。 师邪往日本之大量佛教精像, 药物, 艺术品等, 对发展日本医学, 雕塑, 美术, 建筑皆有相当贡献。 宋高森船卷十四, 唐大和尚东征船, 借律船来祭卷上, 惊喜物语卷十一元亨士书卷一, 本朝高森船卷二, 参阅, 东征会船, 三千两百九十七, 唐大和尚东征船, 四千零六十四, 批六千九百零七。 建筑大和尚传记, 请参阅唐大和尚东征船。 建筑和尚东征船会缘起, 请参阅东征会船。 或汤地狱, 即以锅或煮沸汤, 至罪人于其中, 以臣其身前罪行之地狱。 据观佛三昧海经卷五载, 此地狱共有十八货, 每一货纵广皆四十游巡, 有七众支铁网, 其内充满废铁。 有五百罗沙, 以大石炭烧其铜货, 其火焰焰相成, 在地狱六十日, 即此娑婆世界之十二万年, 而不灭。 系众生毁佛戒法, 杀身此四, 为食肉焚烧山野而伤害众生, 烧煮身类等所招感之果报。 犯罪之人, 灵命忠实, 身心烦闷, 不能静置大小便, 身体或热如汤, 或冷如冰, 乃蒙深的大温水沐浴之年。 狱卒罗沙碎化作壮仆, 守勤汤问至罪人所, 罪人见问, 心生喜爱, 弃绝命中而生此或汤中。 罪人于其内, 身肉削烂, 唯于骨存在, 即被用铁叉取出货外, 铁狗食之, 呕吐在地, 寻腹还活, 狱卒在驱补罪人, 还另入货中。 罪人因为货热, 乃攀剑树上, 骨肉断坏, 还堕货汤中。 因杀生之罪, 于一日一夜中有横河杀之生死果报。 罪必乃出, 生于处生道, 诸阳鸡狗短命之处, 无不经历, 呆受生八千万年后, 才生于人道。 虽生人道中, 人受多病, 短命之报, 经无量劫后欲善之事, 使能受持五戒, 行六度。 正法念处经卷七, 经绿亦相卷五十, 批六千九百零八。 享古彻, 一千六百零六, 一千六百七十三, 清代灵纪宗森。 湖南捐穿人, 俗姓黄。 好享古。 二十三岁出家, 后参访天同山密云原物, 颇有顿货。 更利参诸方丛林, 师氏将苏龙池之万如通为, 受父主大法, 岁住精灵万松寺。 康熙十二年世纪, 世寿六十八。 这又享古彻禅师与陆十卷。 武登全书卷七十二, 批六千九百零九。 享堂山石窟, 又称享堂山寺。 分为南北两窟, 北享堂位于河南武安县, 南享堂位于河北磁县, 相距约十五公里。 享堂山因洞内浮秀即能发出锣骨坑枪之声而得名, 又称古山, 石谷山, 浮山。 窟内雕刻精美, 文明霞尔, 与天龙山石窟同为北齐佛教文化之代表。 石窟约凿建于北齐, 五百五十, 五百七十五。 当时北齐有两个政治中心, 一为叶兜, 金陵张县, 一为靖阳, 金太原氏。 享堂地储两兜来往必经之地, 山清水秀, 风景优美, 文宣地高阳于此营造公园, 凿建石窟。 后历代均有增修。 南北向堂共有石窟十六座, 大小造像三千四百余尊。 石洞幽深, 构思精巧, 造像栩栩如生。 石窟之附属建筑规模宏大, 依山而建, 层层叠叠, 宏伟壮观, 为我国古代建筑, 雕刻、书法、绘画、艺术之珍贵遗产。 参阅、石窟, 2118, 批6909。 玉渡,玉, 出售, 渡,渡碟。 为政府出售渡碟之必至。 唐朝时禁止私自出家, 而设有是京渡森制度, 合法出家者由此不发给渡碟。 天保十四年, 七百五十五, 安禄山叛乱, 军费增加, 未增财政收入, 岁派原至太原收取渡森尼道士之那款, 仅十天级的前百万名, 故一年又再度前往收资。 然据资质通建卷二零九载, 早于唐中宗景隆二年, 七百零八, 即有玉渡之必至, 其后政局不稳定, 玉渡之收入一行重要。 宿宗于智德元年, 七百五十六, 采宰相裴免之建议, 下令卖官, 玉渡, 凡玉为森尼者, 那前一百名后的许寿借出家, 发给渡蝶, 此前称谓香水钱。 据宋高僧船卷八载, 当时由禅僧神会主持此事, 于洛阳筑谈渡僧, 所获财博, 顿之军费。 又至唐墨之藩正歌剧, 各节度十亿多彩用此制敛财。 其后至宋代, 更加滥行此玉渡之法。 大宋僧使略卷下渡僧规立, 佛祖统计卷四十, 唐书卷四十八十或至, 禅灵象器兼布卷门, 参阅, 渡蝶, 三千七百七十九, 批六千九百零九。 公自贞, 一千七百九十一, 一千八百四十一, 清代人和人。 自色人, 耗定安, 营拱作。 到光年间, 一千八百二十一, 一千八百五十, 近世, 官至礼部主事。 曾从外祖父段玉才学说文解字, 又从刘逢路学公扬春秋。 才恒, 博览群书, 有经世智用之志, 通达西域蒙古地理, 诸子百家, 秤伟之学, 并多引用佛典以诠释诸家之说, 而曾一家之言, 有好以禅礼为诗文, 丢秒深邃, 其尽独辟。 这数胜负, 其多散师, 现有定安全及传世。 批六千九百一十。 看一指觉早颜衙卫士, 以安置佛像之所。 据观佛三昧海经卷四载, 依依之须弥山有看世无量, 其中有无数画佛。 又据大皮婆沙论一七七载, 底沙, 阿佛之山上, 入流里, 以看, 尼士坛, 结家夫作, 入火界定。 于现经各大佛教遗迹中, 如印度之阿占多, 伊罗拉, 我国云刚, 龙门等石窟, 四壁皆穿凿众多佛菩萨之堪事。 后世转位以食或木, 做成厨子行, 并设门妃, 供奉佛像, 称为佛堪, 此外, 亦有奉至开山祖师像。 二指放至死尸之关, 又称堪官, 堪子, 堪就, 堪传, 临堪。 世事要揽卷下, 大五四, 三零七下, 经世事之周身, 其行如塔, 顾名堪, 收敛尸体入关目, 称为静堪, 或入堪, 俗称入关, 注以相由而所知, 称为所堪, 封堪, 将堪官移至藏场, 称为一堪, 在堪前所读之文书, 称为堪前书, 设于堪前之灵石屋舍, 称为堪前堂。 赤修百丈清规卷三千画条, 持宝通篮卷中, 禅陵象气间丧剑门, 气雾门, 批六千九百一十。 严峻, 八百八十二, 九百六十六, 唐末五代禅僧, 河北新台人, 俗姓莲, 出家后, 严守戒行, 便立诸方, 至书周投子山, 安徽安庆附近, 参业大同禅师, 并四其法。 魏九, 抵洛阳, 石少保里兹特家敬仲, 乃舍宅建观音院, 寝师居之。 其后, 大正宗峰, 参者数百。 寿后周高祖, 是宗二帝之归一, 四子一。 甘德四年世纪, 是寿八十五。 世号, 境界大师。 宋高森传卷二十八, 景德传登陆卷十五, 五登会员卷六, 批六千九百一十一。 岩头四藏风, 唐代禅僧岩头全, 八百二十八, 八百八十七, 以是, 礼而检讨修行境地所用之四种标准。 是, 为有形有限而个别之现象世界, 礼, 为真实平等而万物圆融之本体世界。 即, 一, 旧是藏风, 旧个别事项之境地检讨。 二, 旧礼藏风, 旧缘容易如之境地检讨。 三, 入旧藏风, 兼具是礼二者之境地检讨。 四, 初旧藏风, 敏觉是礼之相对而检讨。 人天眼目卷六, 万序一一三, 四四四上, 四藏风者, 师所立也。 为旧事者, 全是也, 旧礼者, 全礼也, 入旧者, 礼是聚也, 初旧者, 礼是敏也。 批六千九百一十一。 炼者, 为炼目于可称一之外境, 而执着不肯舍离。 如贪婪女色, 乃生死之枷锁, 而凡夫恋者, 不能自拔。 法华精辟玉品, 大九, 一二中, 诸子幼稚, 未有所食, 恋者细处, 批六千九百一十一。 雍窗刺剑, 比喻五欲之害身。 众身因烦恼颠倒, 贪者世间五欲之乐, 如雍, 窗, 刺, 剑等之害身。 大制度论卷三十一, 磨合纸观卷七, 批六千九百一十一。 千, 以用竹或木所制之间细物, 即头端尖锐, 可贯穿物品之具。 有不疲奈耶杂式卷三, 大二四, 二一八上, 珠别除刺三一十, 便以竹签, 或用鸟盒, 依碎损坏。 佛言, 应可用真。 童书卷三十一载有后母极度前妻生儿, 怀毒恶心, 遂以竹签刺儿侯内, 子患痛楚, 极苦浩提, 其而因此命中。 根本萨婆多部绿色卷五, 会零音一卷六十, 二书写文字, 符号等作为标记之竹片或纸条, 及名牌或书籍之标题等。 作此一时, 与, 兼, 签, 通用。 唐代湛然之法华悬义是千卷一上, 自述作法华悬义著书之原由, 大三三, 八一五中, 习于台领, 随诸问者, 签下所录, 不暇寻究文是申起, 亦为伪细分节巨斗, 晚还疲弹, 折天夫是, 必以管剑。 悬应应一卷十三, 悬翼丝类聚卷一, 三扁平长方形或未扁平细长织棒。 极棒之上不穿孔以通纽, 其头端成杂状, 上可注明书目, 年号, 药目等, 细于书籍上或加于卷本, 以公检出之变。 大唐内典路卷八入藏陆续, 大五五, 三零二中, 依别入藏, 价格相持, 至轴千胖, 标显明目, 须便抽茧, 绝于分乱。 此外, 求神占卜及凶所用之竹片, 亦为千之一种。 俗以竹签置于筒中, 其神石抽取之, 以判断及凶。 批六千九百一十一。 罗一, 细壁罗之一, 为僧众所者漏裂之破一, 或山林苦行者之一。 批六千九百一十二。 辨, 以范语, Pari-ma, 从假物产生乙物, 称为辨。 一般称辨作, 辨化, 辨现。 为时宗认为, 一切现象之存在均由时所生, 由时所现, 称为为时所变。 据称为时论术记卷三本载, 便有生变与原变两种。 即, 一, 生变, 即因能变, 范语出, Pari-ma, 未转变之意。 即第八阿赖耶时中的等流, 一手二因之习气, 能转变生出诸法。 二, 原变, 即果能变, 范法拉, Pari-ma, 未变现之意。 即由第八十中等流, 一手等两种习气变现出诸实, 再由八十之字体, 能变, 变现出见, 相, 所变, 二分, 原变即指其中之相分, 影像, 如眼等诸实能变现色等之相分。 又第八十能指持种子即有根生, 身体, 称谓直变, 即直受之矣。 若加前所述之身变, 原变, 则并称三变。 但一分加之安会仅承认识之自体分, 以见, 相二分虽似依他而实为无法, 故以转变为变现或变异之意, 相对于此, 法相宗采用四分加护法之说, 以见, 相二分为依他法, 任为转变乃改转之意, 即以变之主体之能变时, 有因能变, 果能变之别, 其所变之相分, 亦有因缘变, 分别变之别。 成为时论卷一, 卷二, 卷七, 成为时论数记卷一本, 卷七末, 二指变相。 即一经典之记载, 描绘佛之本身谈, 净土庄严, 即地域相撞等之图画。 参阅, 变相, 六千九百一十七, 批六千九百一十二。 变化, 一范语尼尼尔美, 指变化种种形相之意, 右座变现, 画作, 画现, 画。 即佛, 菩萨为教化众生, 而以其神通力变化成种种相貌。 其中, 佛为地前凡夫等利益之事, 而变现之佛身或菩萨等身, 称为变化身, 应化身, 应化佛, 为五趣之众生而变现鬼畜等身, 称为化身, 无而忽有之佛形, 菩萨形, 人形, 鸟形等, 称为化佛, 化菩萨, 化人, 化鸟。 又佛为教化凡夫, 应激所变现境, 会知国土, 称为变化土, 化土。 此外, 能变化之心, 称为化心, 所变化之事, 称为化世。 凡夫获胜者修习出禅乃至第四禅之根本定, 得六通中之神足通, 神静通, 以此为所依, 而在欲界与色界变化种种式, 现象, 时, 其心, 能变化之心, 仅对字的与下地产生作用, 合计有十四心, 称为十四变化心, 十四变化, 十四化心。 此即在出禅, 变化出禅天式之心, 即变化欲界式之心等二心, 在第二禅, 除上数二心外, 再加变化第二禅天式之心, 合为三心, 在第三禅, 除上数三心外, 加上变化第三禅天式之心, 合为四心, 在第四禅, 加上变化第四禅天式之心, 合为五心。 观佛三昧海经卷三, 观无量寿经, 据舍论卷二十七, 四交一柱卷上墨, 参月, 九的, 一百三十二, 二至妖灵, 鬼怪等。 即有口部形象及威力, 能够变化自在之怪物, 为五道或六道之一。 批六千九百一十二。 变化人, 指变化之人。 即经由通力变化, 显现之人。 如佛, 菩萨记, 度各类众生, 常随机变化为各种人行。 法华经法师品, 大九, 三二中, 若人欲加恶, 刀杖及瓦时, 则遣变化人为之为护。 又四分律山繁捕雀形式超卷三举, 出, 天, 龙, 阿修罗, 甘踏婆等八部鬼神, 便做人行而来受据足解。 批六千九百一十三。 变化土, 为三土, 五土之一, 或细为十宗所立为佛身所居四土之一。 略称化土, 即佛变化身所住之土。 据称为十论卷十载, 变化土及佛已成日智之大慈悲力由网所修它无论。 后竟为佛土之因缘成熟, 应为登的诸菩萨, 二圣, 一身即六去众身之基宜, 是陷境, 会等各种国土。 大乘法院一零章卷七, 大四五, 三六九中, 变化土, 通进集会。 佛的经论卷仪, 参阅, 化土, 一千三百二十二, 批六千九百一十三。 变化身, 即化身, 细四身之一。 以业力之故, 别于胎, 卵, 失身, 而变化身者。 据据舍论卷八载, 五去众身中, 地狱, 天及一切中, 有军属化身, 其余分别通于胎, 卵, 师等三身, 故五去中属化身为最多。 参阅, 化身, 一千三百二十三, 批六千九百一十三。 变化身, 细佛三身或四身之一。 又作化身, 一称便一身。 即化, 报, 应三身中之应身, 为应身之分身化佛, 细一应身所化现之佛形。 诸佛为欲利益安乐的前菩萨, 二圣及六去等众身, 由尘世至变现无量随类化身, 令彼脱离二去, 出离三界, 而入于初底。 佛的经论卷七, 成为十论卷十, 参阅, 三身, 五百五十五, 批六千九百一十三。 辩文, 为唐代以来, 受佛教影响而流行之说唱文学作品之一。 佛教用以讲述佛经故事, 宣扬教义。 辩, 为辩根, 改写之意。 取材于佛教经典中赋于神变之济世, 并加曝术改写, 使其通俗生动, 而适合教化民众之文, 称为辩文。 日本学者一般多以, 辩, 为辩相图之意, 说明讲唱辩相图之法会称为俗讲, 俗讲所用之通俗化本即称辩文。 盖堂, 五代请, 各寺院讲经说法时, 常以辩文与辩养图相配合, 其后则泛指民间同性质之说唱文学。 辩文产生之年代, 可能为中唐时期, 现存年代最久者为生畏恶虎辩文。 现存原本之总数不详, 大约有八、九十种之多, 及名称亦有由后人所命名者。 辩文之范畴, 除称为辩文者外, 举繁辩, 缘起, 辩文等之发端语, 传, 传文, 压作文, 讲经前所唱之运文, 唱文, 讲唱文, 讲经文, 词, 词文, 歌等均属之。 其中, 讲经文与辩文之区别在于讲经文之形式有, 经, 白, 唱, 三段, 辩文则一般并无经之隐文, 或对经文作字句解说, 仅有, 白, 唱, 二段之形式, 未适于民众之教化, 故讲唱内容皆以图画为中心, 并采用自由而通俗化之方式宣讲。 辩文之内容多取材于佛教经典或我国固有之民间故事。 取材自佛教经典之辩文有妙法莲华经, 阿弥陀经变文, 阿弥陀经变文, 唯摩经变文, 穆莲旧母变文, 父母恩仲经变文, 降摩变文, 地狱变文, 八香变, 穆莲缘起, 温世经讲唱压作文等等, 取材自故使者则有王林变文, 武子虚变文, 苏武李林执别词, 张怀生变文, 王昭君变文, 顺子智孝变文等等。 其形式约有三种, 一, 散文与运文相间, 二, 全部散文, 三, 全部运文。 第一种形式较为常见, 对后来之宝卷, 古词, 弹词等俗文学有显著影响。 此外, 并有前述唱经, 押作文等形式。 维摩经辩文即出影经文, 四以运文阐述经义, 以便于歌唱。 又如八相成道辩文, 于经文, 运文之后, 更注视运文之意, 而以绘画体加以说明。 欢喜国王原辩文则初起即略述本文之由来。 清光绪二十五年, 一千八百九十九, 敦煌明沙山千佛堂十世藏卷被发现, 其中, 堂, 五代之民间文学资料集附, 内容为, 一, 民间歌谣, 佛区等诗歌类, 二, 散文, 俗语小说类, 三, 辩文。 此后遂展开对于辩文之原点搜集, 复刻校定, 做成目录, 介绍研究等工作。 其原点大多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巴黎国家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三处。 敦煌所出辩文献存目录, 周少良编, 敦煌文学研究书目, 太田成夫编, 所载之辩文, 均为七十八种, 但二书内容并非一致, 对照合并之下, 共计九十亿种。 王仲明等所编敦煌辩文集一收录七十八种。 周少良所编敦煌辩文绘录则收录三十六种。 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 罗浮长编, 国学纪刊第一卷第一号, 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精眼目录, 《向达编》, 《图书记刊新一卷四号》, 《巴黎敦煌残卷序录》第一集, 第二集, 《王仲明编》, 《巴黎国家图书馆敦煌书目》, 《罗浮长编》, 《国学纪刊第一卷》第四号, 《第三卷》第四号, 《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 《陈阳编》, 《国学论痕》第三期, 《辩文集唱经文目录》, 《向达编》, 《唐代俗讲考复录》, 《燕经学报》第十六集, 《敦煌所出辩文献存目录》, 《周少良编》, 《敦煌辩文汇录所收》, 《敦煌临时》, 《罗振玉》, 《敦煌多索》, 《刘复》, 《敦煌时事写经提记》 《与敦煌杂录》, 《许国陵》, 《明沙于运》, 《史吹庆辉》,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八十五卷古义部, 《参阅》, 《敦煌辩文》, 《四千九百七十一》, 《批六千九百一十三》, 《变成王》, 《又作变成王》, 《变性王》, 《变成王》, 《为明界时王》之第六, 《据御修时王生七经》, 《地藏时王经》等所据, 《王者》在《明图》中, 《逾六七日》, 《即第六个》, 《七日》, 《十》, 《会至此王之处》, 《接受生前所造善恶业之审判》。 《此王》之本地位弥勒菩萨, 《乃执思》, 《乃执思》对王者承恶劝善之民观。 《死亡掌管之明界》第六殿, 《西大海底正北沃桥》, 《乃执思》下之大叫唤大地域。 《据传王者》在抵达第六殿之前, 《途中有意难处》, 《名为铁丸锁》, 《凡生前作恶多端者》, 《御族集压覆该地》, 《使其五体福贵》, 《受大石堆打》, 《死而复活》, 《活又堆打》, 《如是七日七夜备受种种苦楚》, 《使至第六殿》。 《诱此王审判刑案之标准》, 《细一前二殿之称》, 《净》, 《以策定王者罪服之轻重》。 《得藏菩萨向灵验记卷一》, 《参阅》, 《严罗十殿》, 《六千三百三十九》, 《批六千九百一十五》。 《变成男子》, 《女子变成男子之义》, 《与转女成男》, 《同义》。 《据诸经论载》, 《女人身有五种障碍》, 即障碍成为梵天王、 帝氏、魔王、 转伦王、佛等。 《应有成佛之障碍》, 《故欲成佛》, 《须先转变其身行为男子之身》。 《如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集》, 《载有八岁龙女》, 《变成男生》, 《往生南方世界》, 《成佛之士》。 《故诸佛毅力》, 《有一切女人各》, 《变成男子之愿》。 《中阿韩卷二十八曲谈弥经》, 《无量寿经》, 《药师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参阅》, 《转女成男》, 《六千六百一十六》, 《变成男子愿》, 《六千九百一十五》, 《批六千九百一十五》。 《变成男子愿》, 《右座女人往生愿》。 《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之第三十五愿。 即阿弥陀佛未成佛前, 未法葬比丘时, 于是自在王如来所, 曾经发愿, 若有女人闻佛名号, 性乐本愿, 发菩提心, 则其寿终, 能得男生, 而往生极乐净土。 《无量寿经》, 《大一二》, 《二六八下》, 《赦我逮佛》, 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其有女人闻我名字, 欢喜幸乐, 发菩提心, 厌恶女生, 受终之后, 复卫女相者, 不取正觉, 此外, 于密教则独许以女生成佛。 《药师流离光如来》 《本愿功德经》, 《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 P6915。 鸟坡转移经》, תוד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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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